仅以此书纪念恩师杨祖陶教授 品行始终是逐照我心灵的玉宇之光 自序 1.这部西方哲学是讲演录 是我近年在武汉大学和东南大学两所高校 对学生所讲的通识课录音整理稿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 我就在武汉大学对全校学生开设西方哲学史 通识课程 哲学类的课程本来是非常枯燥乏味的 但是也许是由于我在讲课时 融入了自己的心灵体验和生命激情 只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而不是规范的教条 规念来讲课 所以每次听我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学生 都把武汉大学最大的教室挤得满满的 有时候我甚至要挤进教室 挤上讲台才能够讲课 毫不夸张地说 近十多年来 听过我讲西方哲学史课程的武汉大学学生 已经超过了5000人 几乎相当于苏格拉底那个时代雅典公民人数的十分之一了 近十多年来 我不仅面对全校学生讲授西方哲学史通识课 而且给哲学系的学生讲授西方哲学史专业课 2006年 由我主讲的西方哲学史 专业课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在此之前的2004年 我和邓小芒教授合著的西方哲学史 专业教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不久以后我们也建立了相应的课程网站 但是 这些专业教材和课程网站 对于非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未必实用 因此 我一直都想把自己讲授西方哲学史通识课的心得 编成一部更加通俗简明的著作 这个夙愿 终于在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帮助下 成为了现实 从2008年3月份开始 我应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邀请 到该校给全校本科生讲授文化素质教育精品课程 西方哲学史 设置这样的精品课程并邀请外校学者来讲授 这是东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创举 东南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为特色的著名大学 但是 该校学生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和热情 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每当我站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 那个可以容纳400人 加上一些站不上座位 而自带小凳坐在走道上的学生 一共有500多人的教室的讲台上时 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东南大学的深深学子 对于智慧的热爱 和那种心有灵犀的聪颖 毕竟 一个讲课者是需要与听课者心心相应 情感相容的 而在东南大学的每次授课 都能让我感受到一种淋漓酣畅 依然望我的快感 尤其是在第一堂课开讲之前 全体学生起立高唱东南大学校歌 那高洁典雅的词曲和激情澎湃的歌声 具有福古未经 净化姓名的巨大力量 可以说这是我所听过的最优美高雅 最振奋人心的笑歌 一阙东南中山子气 北庸养子银涛 六朝松下听消勺 其梁已运载 太学令名彪 常令我热泪盈眶 新朝激荡 东南大学所在之地乃是六朝古都 南庸旧旨 时至今日 六朝古松仍然屹立 其梁风流虽已一息 但东南大学的学子们却呈现一种新火相传 既往开来的昂扬风貌 每当我站在东南大学的讲台上时 就如同站在武汉大学的讲台上一样 都能够感受到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这种良好感觉的影响下 每次讲起课来自然就如同行云流水 挥洒自如 尽管所讲内容都是纯粹的思想和概念 却仍然经不住时常手舞足蹈 慷慨激昂 得意之时 竟有一种万马奔腾 江河狂蟹的畅快质感 而听课学生也如我一般 时而如痴如醉 时而又幡然萌生 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 每晚三节课的时间竟然如白居过系 转瞬即逝 正是在武汉大学和东南大学讲课录音的基础上 花费半年多的时间 终于整理出了这部西方哲学史讲演录 二 本书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讲起 沿着思想史的线索一直讲下来 到黑格尔哲学为止 至于现代西方哲学 则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 这样做 一方面是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 一本通识课的讲义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而且按照国内大多数哲学系课程设置的惯例 西方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 素来就是相互独立的两门课程 当然坦率地说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本人对现代哲学缺乏兴趣 因为 现代哲学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刻板规范的技能 而不再是博大精深的智慧 自从密涅瓦的猫头鹰 在黑格尔那里被放飞之后 即哲学的黄昏而来的就是精神的漫漫长夜了 在古希腊 哲学体现了一种生机盎然的智慧 虽然这种智慧带有一些同志的止去 但是 它却几乎涉及了人类思维 所能关注到的一切深刻问题 而且是在一种没有前人的参照系统 从而也没有规念 约束的情况下来思考这些问题的 因此 希腊哲学家们的哲学观点 往往都带有清新通达的特点 表现了自由心灵对于宇宙 人生的思考和关怀 正因为如此 我在本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 来讲解古希腊哲学 在中世纪 古希腊哲学 开始以一种扭曲的形式 融入基督教神学中 哲学的这种异化和扭曲的情况 虽然在近代得到了纠正 但是由于近代实验科学的影响 哲学日益由自由心灵的智慧之学 演变成一种规范化的知识体系 哲学家们 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思想前辈 所确立的规范中 来思考各种哲学问题 并且把哲学问题系统化和条理化 在这种情况下 独创性的思想已经无法与希腊人相比了 但是气势磅礴的哲学体系 却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 到了现代 哲学就完全堕落为一种记忆性的职业 人们只会照着古人模式 英武学舌 或者进行文本转译 再也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思维了 一个生活在两百多年以前的康德 在今天 就可以养活成千上万个把康德哲学 研究得比康德本人还要清楚的康德哲学家 而那些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解读文本 已经多得足以把任何一个敢于研究黑格尔 哲学的人弄得晕头转向 在古希腊 哲学原本是每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 面对宇宙万象和人类命运的一种独立思考和生命体悟 是一种自由性灵的智慧 但是在今天 这种智慧已经退化为一门刻板的知识技能 哲学成为一种炫耀精湛记忆的思想考据学 它面对的不再是鲜活的宇宙和人生 而是以往哲学家对宇宙和人生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哲学家就再也不是那个对客观世界具有独立见解的人 不是那个具有赤子之心的爱智者 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自知其无知的人 而是那个躺在已是哲学家的著作中引经据点 把古人的智慧当作自己的财产 来加以批发和零售的精神前科 当然 哲学在今天虽然衰落了 生活却变得丰富多彩 现代人心安理得的陶醉 在快餐式的消费文化中 哲学这种深刻的东西 已经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怪物 现代人不需要思考本质 他们只相信现象 因为他们看穿了本质 只不过是人自己虚构的一个幻象 现代人太清醒了 哲学的斯芬克斯之谜 已经不可能再让他们感到困惑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思考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活着并且快乐着 这就是现代人的生活秘诀 在这种情况下 哲学这个沉重的怪物 当然就被弃之如碧基了 然而 在这个哲学陌落的时代 仍然有一些顽强的追求者 怀着一颗爱之之心 在追问着那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 尽管这些问题千百年来都没有终极答案 我虽然长期在大学里讲授西方哲学史 却不敢自诩为哲学家 充其量 不过是一个传扬 以往哲学家思想的教书家而已 正如河马并不会因为吟诵了英雄 史诗就成为英雄一样 我也不会因为讲述了一些哲学家的思想 就成为哲学家 虽然黑格尔坚持认为哲学史就是哲学 但是 这并不等于每一个讲哲学史的人都是哲学家 每当我站在讲台上时 我只是以一个先学者的身份 带领学生一起去养殖那些伟大的思想圣贤 体验他们的哲思 分享他们的感受 正所谓高山扬指 景航行指 虽不能置 然心向往之 一个哲学的热爱者 应该学会从简单的生活中去发掘复杂的道理 同时 也应该学会把复杂的道理 用简单的方式表述出来 完全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讲哲学 这正是我们这个用细说方式 来表达一切深刻道理的时代所热衷的做法 固然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做法 但是把哲学讲得像天书一样难懂 也未免有点故弄玄虚的嫌疑 这如果不是表明了讲书者的诡诀 就是表明了他的笨拙 因此 我在这本书中 尽可能把西方哲学史中的那些深奥晦涩的 哲学思想 讲得通俗易懂一些 然而又要力图做到不识哲学的本性和直去 我的一个基本信念是 每一个人都具备哲学的绘根 这绘根能否长成参天大树 主要靠每个人自己的机缘和悟性 而通过讲述古人的哲学智慧 或许将能够启发年轻的朋友们 去发扬自己的哲学汇根 是为序 赵玲 年2月18日于武汉大学 第一讲 哲学是什么与哲学有什么用 这学期我给大家讲西方哲学史通识课 在第一讲 我先对哲学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一些说明 就算是一个导论吧 哲学课涉及一些非常抽象 同时也非常高深的问题 如何能够把这些抽象 而高深的问题 讲得让大家愿意听 听得懂 这是对我这门课程的一个严峻挑战 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环境里 同学们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接受哲学教育 进入大学后 又要学一门马克思主义哲学必修课 由于我们的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方面 存在一些问题 使得哲学这门充满了智慧的学问 在很多人心中留下了一种不好的印象 大家的胃口被那种刻板化 教条化的哲学教育给败坏了 再加上我们有些讲哲学的老师 本身就对哲学的理解存在偏见 过分强调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特征 不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开放性的智慧之学 而是把哲学当作一些僵化的教条灌输给你们 这种中世纪经验哲学式的教学方式 尤其招致你们的反感 其结果就导致了大家对哲学本身的一种误解和厌恶 实际上 那种把教科书上的哲学说成句句都是真理 丝毫也不能加以怀疑的做法 本身就是违背哲学精神的 用这种非哲学 甚至反哲学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教育 其结果当然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 从这种意义上说 你们对哲学有一种逆反心理 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这些讲哲学的老师 而不在于你们 哲学是什么 现象与本质 平时我们一说起哲学这个概念 你们的头脑里马上就会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 甚至把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 大家往往很自然的 就把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块 好像讲哲学就是讲政治 其实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们这些讲哲学史的人通常有一种观点 那就是认为学习哲学 必须要从学习哲学史开始 只有通过学习哲学史才能真正的理解哲学 因为哲学就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 也有他的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 有他的青年 成年和老年时期 哲学生长的这个历史过程 是在思想的环境中展开的 我们只有把握了思想的历史 哲学的历史 才能真正知道什么是哲学 因此这一讲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哲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如果要我简单地回答哲学是什么 我只能说 哲学就是一种在永无止境的自否定过程中 不断生长和发展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 在这种意义上 我认为我们很难用一种肯定的方式来表述 哲学是什么 这是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 比如说 当我们学习其他学问时 老师一上来往往就会讲 物理学是什么 数学是什么 计算机原理是什么 等等 但是对于哲学 我们很难进行这样的表述 在座的同学大多是大二以上的学生 你们都曾经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 一上来往往就会按照书本上的说法 对哲学下一个定义 哲学是一套理论化 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对自然界 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 这种关于哲学的定义对不对呢 从表面上来看 它当然是对的 但是 这种说法太笼统 大而化之 一个大而化之的界定 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因为按照这个定义 哲学就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学问 这样的学问是缺乏确定性的内容的 就如同无限绝对这些概念一样 看起来很不得了 很唬人 实际上却是空洞无误的 因此 即使我们把这样的哲学定义被的滚瓜烂熟 我们在心中仍然对哲学一无所知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哲学史的人来说 关于哲学是什么的答案 只能在思维的历史 哲学的历史中去寻找 但是 如果我们寻着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古希腊哲学一直进展到现代哲学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实际是一个没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 从古到今 曾经出现过一些大智慧者 当他们面对这个问题时 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感到困惑 哲学史上有许多成就卓著的哲学家 都曾一度认为 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回答了哲学 是什么的问题 但是 甚至还没有等到他们去世 一批新兴的哲学家 又开始批判和否定他们的观点了 通过对哲学史的学习 我们就会发现 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比如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世界从根本上来说 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心与物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问题 这些问题 似乎都是一些难以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 一直到今天 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 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结论 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的见解 在这一点上 我们发现 哲学与自然科学是很不一样的 在自然科学中 一个问题一旦解决了 它的答案就具有了某种确定性 后世人们就不会再去怀疑它的真理性 比如牛顿经典力学的三大定律 自从牛顿提出来以后 一直到今天 学习物理学的人都不会从根本上对他们提出质疑 在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内 他们就是绝对真理 当然 超出了这个时空范围 他们的效用可能会受到限制 会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这些更加精确的理论所取代 但是在宏观世界里 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是绝对真理 这是毫无疑问的 后世的人们也不会再去怀疑他们的可靠性 在其他的科学领域中 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唯独哲学 大家可以看到 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 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始终没有确定性的答案 大家争论的总是那些老问题 例如 世界的本源到底是物质性的威力 还是精神性的概念 世界的规律到底是客观固有的 还是人类思维的结果 真理性的知识到底是来自经验归纳 还是来自理性演绎 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似乎是永远没有确定性答案的 因此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一些永恒性问题 我刚才说了 历史上一个一个躊躇满志的哲学家们 当他们认为 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些永恒性问题时 他们的答案 很快就会被一批后期的哲学家们所否定 这就注定了 我们只能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否定的过程中 来把握哲学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要想直截了当地对哲学下一个定义 要想用一句话来说明哲学是什么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至少我觉得自己是无法言说的 如果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我也只能说 哲学就是一种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 和自我超越的怀疑 精神和批判意识 就是对那些永无确定性答案的 形而上学问题的一种执着追问 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只能从哲学所探讨的对象上来加以考察 哲学的性质取决于它的对象 那么哲学到底是探讨什么的一门学问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先思考一下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人作为一种特定的动物 与其他动物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当然我们可以列举出人的许多特点 比如人是有理性的 人是社会动物 人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 但是如果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 我们发现人和动物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就是人总是喜欢追问事物的本质 人和动物一样都关注现象 但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 除了关注现象之外 人还老是喜欢追问现象背后的本质 相对于现象而言 人甚至更加注重本质 动物从来不追问本质 本质对于动物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一只老鼠在一只猫眼里 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 猫扑上去把它抓住 吃掉 事情就完了 问题就解决了 猫在面对一只老鼠的时候 从来不会去思考老鼠的本质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 对于猫来说 老鼠就是一个纯粹的现象 根本就无所谓本质可言 但是我们人类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说是与动物很不相同的 人在面对着各种事物的时候 总是要寻找这些事物背后 所潜藏着的本质性的东西 即所谓的内在规律 乃至于当我们面对大千世界的各种现象时 我们总是禁不住要问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当我们这样提问的时候 我们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到底是万事万物真的具有某种本质 还是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赋予了他们某种本质 换句话说 所谓本质究竟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客观属性 还是我们人类思维的一种主观习惯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对于我们的思维习惯来说 就具有一种挑战性 如果事物本身就具有客观本质 那么透过现象寻找本质的能力 恰恰说明我们人类比一般动物更加高明 但是 如果所谓本质 只是我们在认识事物时的一种思维习惯 那么我们人类很可能就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当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比较确定的 我们往往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一种答案 但是 从第二种答案的角度来思考一下问题 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大家可以试着想想 或许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无所谓本质 但是我们人却是这样的一种动物 我们的大脑被构造成这样一种状况 以致我们老是喜欢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 于是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感性现象时 我们就总是禁不住要追问 它的本质是什么 潜藏在那感性现象背后的抽象规律是什么 我们喜欢追问这样的问题 正是这种追问习惯使我们有了哲学 对于我刚才所提出的两种观点 究竟谁对谁错 我看很难简单断定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答案 事实上 西方哲学始终早就有过这样的分歧 好像越到现代 人们就越倾向于现象学 越对所谓客观本质持一种怀疑态度 现代的哲学家们似乎更愿意相信 真实的世界 说到底就是那个呈现出来的现象世界 至于所谓的本质 在很大程度上 不过是人们主观虚构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说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 纷纷走向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把本质给抛弃了 而传统的哲学 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黑格尔哲学 都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本质主义哲学 那么什么叫做本质主义呢 就是从古希腊哲学 一直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哲学 他们都有一个固定的情节 那就是他们都喜欢追问 事物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是什么 和现象相比较 本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本质是唯一无二的 不变不动的 不生不灭的 而现象总是处在运动 变化之中 转瞬即逝 一代一代的人活着 一代一代的人死了 但是当哲学家们探讨人的本质的时候 那个本质绝不因为亚里士多得死了或者活着 而有所改变 因为本质是一个一般性的东西 这个一般性的东西 并不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死而有所改变 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本质 通常是哲学家们抽象思维的结果 它被哲学家们从生动具体的现象中剥离出来 并且被当作转瞬即逝的现象背后的不变不动 不生不灭的唯一真理 于是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二元分裂 也就是本质与现象的分裂 现象被看作浅薄的甚至虚假的东西 而本质则被当作真正实在性的和决定性的东西 本体论上的现象与本质的对立 也导致了认识论上的意见与真理的对立 关于现象的知识被看作肤浅的意见 而关于本质的知识才是真理 在这种现象与本质相对立的二元分裂中 哲学家们纷纷把眼光投向现象背后的那个本质 那个实在性的东西 这就是古往进来本质主义共同的做法 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都是本质主义的 比如说 在我们通常的哲学理解中 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精神 而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物质 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 都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 只能通过抽象的思想才能把握到的东西 它们都是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 而这种概念性的东西 被说城市决定着那些活跃的 感性的 丰富的现象的终极性东西 这种抽象的本质概念 是哲学家们所真正关注的 他们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实在 这种强调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 坚持本质决定现象或存在的哲学观点 就叫做本质主义或实在论 但是 二十世纪的哲学却是反本质主义的 二十世纪的哲学标榜 自己已经达到了一种自觉 他们认为 所谓的本质或者实在 很可能只是我们人类思维杜撰出来的一种假象 真正可验证的 明正性的东西只有那些现象 翻开历史上的任何一本哲学著作 我们都会看到 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争论的绝对不是现象 而是现象背后的本质 你说这个本质是物质 他说这个本质是精神 争论了两千多年 至今还是没有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们就发现 这些关于本质的争论都是一些无聊的争论 本质本身可能就是人类思维杜撰出来的东西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 我们说 二十世纪的哲学 确实达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水平 他们公然主张人类没有必要再追问本质了 大家只需关注现象或者存在就够了 这种见解确实表现了现代哲学的明智之处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这恰恰也是哲学的一种悲哀 我认为 无论本质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 还是人类主观思维的一种杜撰 它永远都是哲学所关注的对象 哲学注定了是一种关于本质的思维 注定了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超越性 舌子就不能再被称为哲学 也就是说 即使所谓的本质 可能是我们人类思维杜撰的结果 哲学 也只能切而不舍地不断追问本质性的东西 因为我们 人类被注定了是一种具有超越倾向的动物 形而上学性恰恰就是人类之神性的体现 这正是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所在 世界本身是否具有本质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人类是一种喜欢追问本质的生灵 所以在我们的眼里 现象背后总是有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在期待着 我们去解闭 去言说 也许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 但这却是一场崇高的悲剧 它昭示着一种深邃玄奥的命运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动物 我们总是要在简单的生活中 去发掘深刻的寓意 总是不安于动物式的轻松 而要去追求神性的沉重 其实大家想想 人 如果不去追问现象 世界背后的那些虚无缥缈的本质 它会活得很轻松 很轻松 轻松的就像一个动物一样 一只猫或者一只狗活得非常轻松 因为它们从来不去思考 形而上学的问题 从来不去追问事物的本质 对它们来说 这个世界就是一大堆偶然堆砌的现象 世界的全部意义 就体现在那些生动具体的现象中 动物不是本质主义者 而是现象学家 他们不关注抽象的哲学问题 所以动物比我们人类活得轻松多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 哲学本身也许就是一个误会 是我们人类给自己挖下的一个陷阱 我们不满足于现象世界的浮土 固执地要去探寻本质的无底深渊 但是我却坚持认为 这个陷阱是人类必须挖的 而且 这个陷阱恰恰体现了人的神性之所在 所以 在我引导大家进入西方哲学圣殿的入口处 在这个哲学导论中 我就要给大家灌输一种悲剧意识 要明确地告诉大家 哲学本身就是一场悲剧 只是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 那就是 这场悲剧固然是悲惨的 但是它却是我们人类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命运 如果哲学是人类无法逃顿的一场必然性的悲剧 那么它就具有了几分崇高的色彩 如果我们把哲学当作一场严肃的悲剧来对待 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了悲剧 所以这样看来 问题并不在于悲剧本身 而在于我们对待悲剧的态度 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悲剧 既然哲学注定了 是人类的一场自我否定和自我升华的悲剧 那么它同时也昭示着人类的神性和希望之光 关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 我已经把传统的本质主义和现代的 反本质主义的基本观点 简单地给大家讲了 就个人气质而言 我是不太喜欢现代哲学的 我这个人在骨子里是一个古典主义者 我认为哲学到了黑格尔以后 就开始没落了 在西方文化发展的过程中 曾经也出现过几个哲学没落的时代 比如说 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就代表着一种没落 那时候的人们不再关注本质 不再追问终极性的东西 而是把整个眼光都投注到感性的事物之上 他们关注怎样的生活更加舒适 如何去追求世俗的幸福和感官的快乐 我认为 在这个时候 尽管人活得非常舒服 非常轻松 但是这时的哲学却是浅薄的 事实上 这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 同样 在文艺复兴时期 情况也是如此 人们都去追求感官的享乐 而对深奥的哲学不屑一顾 我个人认为 如果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 20世纪的哲学也是一个低谷 但是 哲学终究会走出这个低谷而重新发展的 今天的人类 或许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大车大物的高度 他们主张抛弃一切本质或深刻的东西 跟着感觉走 尽情地去享受当下的生活 事实上 当我们放弃本质的时候 当我们以为自己变得聪明的时候 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从人到动物的道路 虽然这句话有点夸张 但是我认为现代人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游戏 他们抛弃了一切神性的东西 本质性的东西 他们总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崇高的 他们解构着神圣 嘲笑着深刻 把自我意识和当下感受提高 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种觉悟 培养了人们一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 一套享乐人生的价值取向 怎么快活就怎么活 怎么舒服就怎么干 推至极端 就是王硕痞子文学中的那句话 我是流氓我怕谁 这种扶贫式的人生态度 是与我们时代的浅薄的哲学观念密切相关的 按照学术界的传统规范 我们所讲的西方哲学史 通常只讲到十九世纪就结束 不涉及二十世纪的现代哲学 因此 我们这些研究哲学史的人 对本质主义和实在论仍然是难以舍弃的 尽管我说了 这种本质主义哲学可能是一种自我欺骗 一场悲剧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应该以一种快乐的态度 一种智慧的姿态来面对和演出这场悲剧 从这种意义上说 既然哲学的真正对象 就是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 而这种本质又是一个谁也说不清 道不明的东西 哲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多年 唯物主义者说是物质 唯心主义者说是精神 基督徒说是上帝等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本质的不同理解 也就包含了对哲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关注事物的本质时 当他有了这种自觉的反思意识时 他就进入了一种哲学的状态 他回答了本质是什么 也就回答了哲学是什么 因为哲学就是探讨本质的学问 反之 如果你只关注现象 那么哲学对于你就是没有必要的 说不可说 对哲学的这种领悟 是伴随着一个人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而发生的 一个未经过哲学训练的年轻人 当他面对着世界万象的时候 往往喜欢用非常自信的口吻说 事情就是这样的 当他非常肯定地说事情就是这样的时 恰恰说明了他对世界的本质一无所知 反之 当他开始用一种怀疑 或者否定的态度来思考世界 开始意识到事情未必是这样的时 他才开始用哲学的眼光来认识世界 我国有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老前辈 当他们度过了知天命之年和尔顺之年 到了从心所欲不予举的年岁 往往就会对哲学产生一种真正大扯大悟的理解 例如北京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张时英先生 他认为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说不可说 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学问 他总是执着地要去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或问题 这些东西或问题就其本身而言是永远说不清 倒不敏感 但是我们人类却总是有一种服饰的精神 它驱使着我们不断地去追求 去询问 去探寻 力图要说出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 这种说不可说的冲动 使得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们 像勇士一样 前赴后继的追求绝对真理 每一位哲学家都认为 自己已经登上了真理的巅峰 但是很快又眼睁睁地看着后来者爬过自己的头顶 继续攀登 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不断地接着说的历史 虽然大家说的永远都是那些同样古老的话题 哲学就是一种说不可说的永恒冲动 因为哲学所研究的那个本质 说穿了就是中国先贤老子所说的道 那么什么是道呢 周一曰 行而上者为之道 行而下者为之气 行而下者 就是有形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叫做气物 行而上者就是超越形体的东西或者无形的东西 感官无法把握的东西 因此是虚无缥缈 恍稀呼吸的东西 这就是道 所以老子说 道可道 非常道 道要是能够说得清 道得明 那就不是真正的道了 而哲学就是研究 这么一个恍稀呼吸的东西的学问 所以在西方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 真正的哲学也被称为行而上学 行而上学 metaphysics 这个词和我们在哲学教科书里所了解的行而上学 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然 他们也有逻辑上的联系 在你们的头脑中 行而上学可能是一个贬义词 因为我们的教科书 把行而上学说成 是一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孤立 静止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 这种解释并不错 因为这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对这个词的新解释 在黑格尔以前的西方哲学中 行而上学表示一种极其高深悬傲的学问 事实上它构成了哲学的根基 黑格尔由于强调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 要把抽象的绝对精神落实到具体的现实世界中 因此 就把那种固执于本质本身的传统哲学 称为行而上学 从而使这个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 他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 对传统行而上学的批判 所以 在我们今天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里 行而上学就成为一个坏东西 但是在古希腊 一直到黑格尔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史里 行而上学都是指一门崇高的学问 他关注的不是那些呈现出来的现象 而是那个潜藏在现象背后 并且决定着现象的本质 至言之 行而上学就是一门关于本质的学问 因此它是一门很崇高的学问 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 一个人如果研究行而上学 那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因为行而上学是一门玄之又玄的高深学问 与行而上学相对立的 就是广义的物理学也就是自然科学的总称 或者在近代哲学中叫做经验科学 经验的对象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 或者是实验室里那些可操作的东西 而行而上学却总是要研究那些无法验证 无法操作的抽象对象 行而上学曾经是一门很崇高的学问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来看 行而上学构成了传统哲学的根基 正是因为有了行而上学追问那个背后的东西 哲学才与科学分道扬镳 才从科学中玻璃出来 获得了独立性 行而上学 这个词最初就是指被亚里士多德 称为第一哲学的那个部分 从这种意义上说 哲学首先就是行而上学 当然 除了行而上学 哲学也包括认识论 逻辑学 伦理学等 甚至还包括美学和宗教学等 但是它的根基却是行而上学 没有行而上学的哲学 就是一种被阉割了的哲学 已经丧失了哲学的阳刚之气 因此 我坚持认为行而上学就是哲学的根 当黑格尔已经被追逐时髦的现代人 像死狗一样抛弃了的时候 我却毫不隐晦地声称 自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 像黑格尔一样固执地相信某种背后的东西 那种背后的东西也许很滑稽 我们或许像唐吉赫德一样可笑 但是在这种滑稽可笑中却演映着某种崇高 现代人太清醒了 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就不再去言说了 然而 总会有一些人宁愿执着于虚幻的梦境 固执地要去说不可说 与张世英先生的说不可说的观点相契合 另外因为已经过去的哲学太陡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陈修斋先生 在晚年也提出了哲学无定音的观点 他认为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最大不同就在于 其他任何学科在他们的探索过程中 都能够获得一些具有定论的真理性的答案 唯独哲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 在最基本的一些哲学问题上 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确定性的答案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接受某一种哲学观点 但是所有的人一定都会接受牛顿的经典力学 因为那是科学 无论他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 是白皮肤的人还是黑皮肤的人 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 只要他受过一定的教育 通常都会接受牛顿经典力学的一些基本定律 如惯性定律 万有引力定律等 但是哲学一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 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怀疑论和独断论 一元论和二元论等 没有一种哲学观点可以说服所有的人 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了哲学无定论 那么哲学无定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陈先生的解释是 这是由哲学所探讨的对象决定的 因为他探讨的对象 就是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 就是这样一个看不见 摸不着的本质性的东西 这个东西又不像现象一样 可以放到实验室里来加以验证 正因为如此 他永远说不清 道不明 不可能有定论 陈先生深刻地指出 不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时代局限性 而是我们无法对哲学问题形成 确定性的答案 而是由于哲学所关注的对象本身的特点 决定了他永远不会有定论 即使再过几千年 我们人类的智慧更充分地发展了 哲学仍然是无定论的 那些哲学的基本问题仍然是 说不清 道不明的 但是我觉得 正是因为无定论 所以哲学才充满了魅力 它教给我们的不是有形的知识 而是无形的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与知识有何不同呢 知识是现成的 可以用规范化的方式来定型的 比如说 我把一本书翻开 谁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这个概念有什么具体内涵 或者一个科学原理 可以用什么样的数学公式来加以表达 给足一些相关条件就会产生什么结果 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清清楚楚 不容质疑的 这些就是知识 但是 智慧却不同于这些知识 智慧是一种活跃的东西 是从书本上的现成文字中找不到的 它不可能被固定在文字里 而是寓于文字之中而出于文字之上 是对文字 概念 命题 公式这些有形之物的超越 智慧不是一种记忆 而是一种思考 不是一种固执 而是一种变换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觉得 对于智慧 绝不是找出一些哲学家的观点 然后把它背得滚瓜烂书就可以获得的 按照我和邓小芒教授所写的西方哲学史 前言中的话来说 一个人 哪怕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背得滚瓜烂书 他也仍然谈不上懂得了哲学 有些同学很会被哲学概念和哲学原理 考试往往得90分甚至100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懂哲学了 因为哲学主要不是知识 而是智慧 智慧并不表现在你的考试中 而是表现在你以后的整个人生历程中 表现在你观察世界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中 当然 我并不否认哲学知识的重要性 学习哲学 当然也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的哲学知识 例如一些重要的概念 原理 一些哲学家的基本思想等 但是 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哲学的素养 是让你学会用一种哲学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而这就是智慧 就像康德在格尼斯堡大学讲哲学课 是对学生所说的 我并不是教你们哲学 而是教你们如何哲学地进行思维 哲学不是一套现成的知识 可以和盘托出来教给你们 如果听完了西方哲学史这门课 你们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 除了通过考试 最后还给老师的那些知识 还有一些是在你们的脑子里 永远扎下根来 并且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你们的思维方式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才是你们所学到的真正的哲学 才是属于智慧的东西 所以我说 哲学教给你们的不只是知识 更重要的是一种素养 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 哲学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改造世界 而在于改变自身 改造世界 那是科学的功能 哲学却让你们学会了一种调整自身状态 改变自己思维模式和观察眼光的方法 一个有着哲学智慧的人在面对世界时 首先考虑的不是世界本身是什么样的 而是我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世界 我观察世界的眼光不同 世界对于我的意义也就不同了 因此 对于有哲学素养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改变世界本身 因为那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事 而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价值系统和审美态度 因为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 你的眼光改变了 世界的意义当然也就随之而变 这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 但是正因为它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往往看不见 这就像离我们眼睛最近的东西 眼睫毛 恰恰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一样 哲学就是哲学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哲学是涉及智慧的学问 而这样的学问是需要长期的磨练才能掌握的 学哲学是一个漫长的精神历练过程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 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历程 最初是从东方哲学开始 经过印度哲学 西亚哲学和埃及哲学 走到了古希腊哲学 然后再从古希腊哲学 古罗马哲学 中世纪哲学 近代哲学 康德哲学 费希特哲学 谢林哲学 最后到黑格尔自己的哲学 绝对精神终于走到头了 该像服侍的那样说 请停留一下吧 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 整个人类精神2500年来的艰苦劳作 就是朝那个方向发展的 当然 黑格尔很狂妄 他说的那个方向就是他的哲学 但是这句话说的也有道理 尽管很狂妄 却蕴含着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就在于 如果你不了解几千年来整个哲学史的发展 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哲学就是哲学史 也就是说 要想真正学习哲学 只有从学习哲学史开始 如果一上来 我们就学习某种哲学原理 这种做法不仅不合乎历史 而且不合乎逻辑 这样的学习方式 是根本不可能真正进入哲学的 因为你把哲学变为了一种僵化的 凝固了的东西 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贬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而哲学恰恰是一种活的生命 活的生命只有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才能呈现出来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应该强调的问题 那就是从生物学进化的角度来说 我们人类的大脑结构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 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两千多年在生物进化过程中 是很短很短的时间 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罢了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要相信 两千多年以来西方的那些哲学家 尽管比我们更古老 但是他们的大脑智商水平 丝毫也不比我们差 他们都是历史上有大智慧的人 否则他们的思想也不会在历史中流传下来 事实上他们往往比我们更聪明 更有智慧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 我们不仅知道他们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也知道他们以后的思想家 是如何批判他们的 他们尽管是有大智慧的人 但是至少他们不知道后来的哲学家 是如何批判他们 超越他们的 所以我们的优势就在这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 也许我们并不比他们更聪明 但是我们却具有一个更加宏观和全面的眼光 我们具有一种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 这样就使得我们更容易进入他们的思想 当然 这里的前提是 你必须要进入这种历史视野中 如果不进入 只是单纯的具备一些哲学原理或者哲学概念 那么你永远都是哲学的门外汉 因此这样一来 哲学就必须要转到哲学史 哲学既然是关于那个永远也说不清 道不明的道的学问 那么如果我们要追问这个道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要追问这个实在 这个本质 如果我们要探讨一种高深的形而上学 我们就只有在西方哲学的历史长河中 才能真正地进入哲学的语境 才能接近这个终极性的道的深刻意欲 西方哲学史上的那些人物都是大思想家 充满了智慧 我们通过学习哲学史与他们进行交流 思考他们所思考的那些问题 体验他们所体验过的那些苦恼 与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交谈 这样我们就能够使自己置身于智慧的源流之中 同时我们还会站在后来者的立场上 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质疑 进行批判和超越 当我们这样学习哲学时 我们已经把自己融入一个思想的长河中 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去面对古人的智慧 我认为这样一种态度才是真正学习哲学的态度 我们这些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人素来认为 一个人如果不好好学习西方哲学史 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本人就是西方人 他的哲学思想代表着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他也是从西方哲学的深厚传统中生长出来的 如果你不了解 从泰勒斯一直到黑格尔的整个西方哲学史 你怎么可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如果把马克思的思想玻璃出来 与西方哲学处于一种相互分离的状态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门与西方哲学 当然更与东方哲学 相独立甚至相对立的哲学 这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推崇和提升 恰恰相反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玷污和贬义 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是有着深厚的哲学土壤的 2000多年来的西方哲学传统 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背景和理论之称 如果你把这个传统斩断了 完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作西方哲学以外的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一个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了 一种活生生的 充满了生命力的哲学 就被凝固为一套枯燥乏味的哲学教条 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对哲学课程感到厌恶 和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 因为他们把哲学变成了一个死的东西 当然就枯燥了 如果我们面对的不是活生生的思想 不是滋润着心灵的智慧 而是死板的教条 枯燥乏味的知识体系 当然就会感到厌恶和抵触了 以上就是我想谈的第三点 也就是学习哲学必须要精密的精神磨炼 这种精神历练 只能在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才能完成 拉菲尔 雅典学院 1509-1511 哲学史方法论 学习知识与培育素养相结合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方法论问题 哲学史也不例外 它也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下面我为大家总结几条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但愿它们能够对大家有所启迪 哲学史方法论的第一条原则就是 要把哲学知识与哲学素养有机的结合起来 这一条原则与我刚才讲到的知识 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 知识是我们积淀下来的成果 思考的结果 哲学史也有很多知识 比如波拉图怎么说的 亚里士多德有什么样的观点等 我们后人可以把它们汇集起来 按照形而上学 伦理学 逻辑学 物理学等学科分类 编转成为一门一门的知识体系 这些知识体系 只要我们去读书就可以掌握 但是这只是知识 对于我们来说 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知识 获得一些智慧 也就是我们要把自己身临其境地 放在波拉图 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背景中 放在他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面前 想象如果我是他 我会怎么想 我会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后来者 我们具有一种更加开阔的思想背景 和历史眼光 所以我们还要善于去发现 他们观点中的偏颇之处 或者有带商榷的地方 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阿卡留斯之种 也就是自己的致命弱点 我们要学会如何去发现 每一位哲学家的阿卡留斯之种 这才是一种智慧 如果你仅仅是将老师所讲的紧记在心 把波拉图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被得烂熟 但是不会运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哲学问题 那么这就说明你根本没有学到哲学 哲学知识是一套客观化的规范体系 哲学素养则是一种主观性的智慧 通过学习这种客观的知识体系 更多的是为了培养这种主观的精神素养 哲学素养 这就是哲学这门学问不同于其他学问的地方 它侧重的不是传输知识 而是培育智慧或素养 比如说这门课上完以后 你们到底能够记下多少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大家学会了一种哲学的看待世界的方法 养成了一种哲学的态度或境界 这种态度或境界很难具体描述 它能够使你在对待具体问题时 比别人思考的更深和更广 这一点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体悟了 哲学更多的是靠你用心智去悟 而不是用记忆力去背 这就是哲学知识和哲学智慧的关系 智慧往往出现在知识的穷尽处 当你在具体的问题面前感到现有的知识不够用时 某种属于智慧的东西就呼之欲出了 有教养的怀疑精神 哲学史方法论的第二条原则 就是要培养一种有教养的怀疑精神 年轻人在学习西方哲学史时 一般可能有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就是认为什么都对 比如说有人读哲学史 发现哲学家们的观点都是相互矛盾的 读张三的觉得张三是对的 读李四的觉得李四也有道理 这应该是一种良好的开端 它使年轻人很容易相信 和崇拜那些历史上的哲学家 还有另外一种倾向 那就是说不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有勇气 敢于说不 对什么都喜欢说不 比如说 当我们介绍某一个哲学家的观点时 有些人就会认为这个哲学家的观点不对 说不当然是一种怀疑精神的体现 怀疑精神是哲学家的一种非常可贵的素质 是哲学的基本素质 我老喜欢说 我在讲哲学时 给大家传授的主要不是知识 而是一种哲学素养 这种哲学素养 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表述 那就是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 但是 这种怀疑精神应该是一种有教养的怀疑 而不是简单的对什么东西都说不 那恰恰是一种缺乏教养的怀疑 所以我要在怀疑精神这几个字的前面 加上有教养的这个限定语 也就是说 你的这种怀疑精神 必须建立在你对所怀疑对象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你必须真正懂得了你所怀疑的对象 这样你才有资格去进行怀疑 如果你根本不了解一位哲学家 为什么会这么说 不知道他的这种观点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深刻内涵 一上来就对他说不 这恰恰说明你在对自己说不 恰恰说明你自己是肤浅的 缺乏教养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无论是对一种观点盲目加以崇拜 还是对一种观点简单的加以怀疑 这两种态度都表现了一种思维的片面性 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 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两种对立的态度有机的 编证地结合起来 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史 对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每一位哲学家 都要做到既能够走进去 也能够走出来 我们必须真正地进入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首先会发现它确实了不起 如果我们自己处在它那个时代 我们未必会像它那样 有那么精辟的创建 面对同样的问题 我们未必会有它那样敏锐的眼光 深邃的思想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崇拜它 但另一方面 由于我们有着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思想背景 我们知道后人是怎么说的 我们也知道这位哲学家的观点 后来又是如何被后人所超越和否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在了解它的思想观点的前提下 通过一种内在的怀疑和批判来超越它 我们就要善于发现 它的思想之要害和弱点究竟在哪里 它的阿卡流斯之种在哪里 这样做才是一种有教养的怀疑 所以我认为 当我们面对一位历史上的哲学家 或者某种哲学观点时 我们都既不要简单地说是 也不要简单地说不 而是应该辩证地把握 而辩证地把握的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真正地走进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深处 只有这样你才能最后对它说是或者对它说不 如果不这样做 你对于哲学的认识永远都只是隔靴搔痒 陷于皮毛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哲学史方法论的第二条重要原则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哲学史方法论的第三条原则 就是要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这条原则非常重要 它最初是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 录里明确地表述出来的 那么这个原则的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黑格尔的那个重要思想 哲学史就是哲学 正是由于哲学史就是哲学 所以哲学概念自身的逻辑演进 与哲学家的历史传承 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 哲学研究的是一个个抽象概念 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 哲学史研究的 是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一个个哲学家的思想 如果你把哲学是理解为哲学 那么 你就可以在一个个哲学概念的逻辑 联系与一个个哲学家的历史顺序之间 发现一种内在的一致性 举个例子来说 古希腊自然哲学从泰勒斯开始 然后顺着米利都学派 爱菲斯学派这条线往下发展 后来又出现了安培多克勒 阿娜克萨哥拉 一直到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 尽管古希腊自然哲学 这条路线经历了不同的时代 产生了不同观点的哲学家 但是我们发现 实际上 这个历史脉络 表现的是同一个概念的不断深化过程 这就是从资料意义上所理解的 本源概念的深化过程 因此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外在的东西 将这些哲学家的名字剥离掉 剩下的恰恰就是概念自身 不断的深化和扩展 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我们按照概念自身的逻辑进展 而考察哲学发展的历史顺序 我们恰好可以在历史舞台上 找到与每一个概念进展环节相对应的哲学家 也就是说 在不同哲学家出现的历史顺序与哲学概念 逻辑发展的各个环节之间 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 按照这条原则来理解哲学史 才能真正地把握住哲学史的内在精神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 哲学史不是一个堆满了古人尸骸的战场 不是一堆思想 概念的灵乱堆积 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贯性的思想宝库 我们学习哲学史 也不是到一个古战场上去评调先贤 去捡几块死人的骨头来做一个考古学的研究 哲学史中的智慧就表现为 善于在这些零散的骨头之间 去发现某种内在的精神联系或逻辑联系 我们不应该把哲学史 看作一个堆满古人尸骸的战场 而应该把它看作自有精神 穿越历史的一个舞台 它是概念或精神自身有机发展的过程 是哲学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逻辑演进 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 遵循这个原则 我们就会发现 一个哲学概念或问题是 如何被最早的一位哲学家提出 然后又怎么一点一点的发展 到最后一位哲学家的 在这个理解的过程中 一方面我们是在了解一个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观点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 则是要揭示出 潜藏在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观点背后的东西 那就是哲学概念自身的和逻辑发展过程 就像莎士比亚剧本中所说的那样 不是哈姆雷特在说话 而是有一个东西借助于哈姆雷特在说话 同样 哲学史从根本上看 也不是哲学家们自己在说话 而是哲学概念发展到某一个时候 就必须要选择这么一位哲学家来说话 在历史学上有一种决定论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 18世纪的法博如果没有拿破仑 历史也一定会创造出另一个人 来完成拿破仑的宏伟事业 同样 在哲学史上 我们可以说 如果没有柏拉图 也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 来把柏拉图的那套思想表达出来 因为思想 概念发展到柏拉图的时代 必然会这样表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哲学概念的发展是必然的 不是偶然的 它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非要这样发展不可 所以 我们所讲的哲学史 也不是一大堆零散知识的简单拼凑 而是哲学概念和思想自由的 和逻辑的穿越历史舞台的一场证据 这就是黑格尔多次表述的思想 他把哲学史看作哲学概念 自身生长和发展演化的一个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到了他的哲学那里 最终实现了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 黑格尔甚至认为 整个大千世界 无非就是同一个概念自身发展的结果 只有一个概念 整个世界就是这个概念 如何从抽象到具体 从简单到复杂 从客观性经过主观性 再到主客观 相统一的这么一个过程 简单地说 就是这个概念 不断地通过自否定 而实现自身和认识自身的过程 因此 偌大一个气象万千的世界 说到底 无非就是同一个概念 自身演化的不同阶段和现实结果而已 如果你能够这样看待哲学史 那么你就是真正地理解了哲学 当然 黑格尔的这种表述方式可能有他霸道的地方 他说得太绝对了 但是我认为 一个优秀的哲学家 就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 那就是他所面对的 绝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 而是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一个有机生命体 也就是说 我希望你们不要用机械论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 而要用一种生存 论或者有机论的观点来看待哲学史 哲学概念和思想就如同一个生物一样 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概念是有生命的 哲学思想也是有生命的 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己生长着 而不是一大堆彼此毫不相干的 随便拼凑起来的大杂烩 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它是哲学史的基本方法 上面所讲的这些方法 当然只能靠你们在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 逐渐加以体验 逐渐加以把握 它们需要灵活的把握 而不是机械的背诵 当然也不是仅凭着我这么一讲 你们就全明白了 而是要学会自己来领悟和贯彻这些方法 把握了这些方法 你们就把握了智慧本身 因为智慧就蕴含在方法之中 哲学有什么用 哲学产生的原因 哲学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也是我在上课时学生最爱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 我常说 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真正的哲学 我们很不幸 生活在这么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也很幸运 因为一个没有哲学的时代是一个轻松的时代 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特点不是崇高而是快乐 无论大家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是包还是贬 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 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市场化的时代 一个浮躁的时代 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 人们学习任何东西 首先都要问 它有什么用 比如你们上大学 父母为你们选择专业 都会考虑学习这个专业 将来毕业以后有什么用 正因为如此 所以没有人愿意学哲学 大家都明白 在我们这个时代 哲学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如果有同学要问我 哲学有什么用 我就要反问你 你所说的这个用到底是指什么 如果是指实际的用途 功利意义上的用处 也就是说 哲学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 那么我就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你 哲学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 假如有一位教哲学的老师对你们说 你们学好了哲学 将来就一定会经好商 当好官会在实际工作方面高人一筹 我认为 这位老师如果不是在骗你们 就一定是在骗自己 我从来就不觉得 学好哲学与经好商 当好官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 哲学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可以让你在商场上财运亨通 在官场上飞黄腾达 美国有一个哲学家詹姆士曾经说过 哲学不能烤面包 他的意思是说 哲学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实际利益 这一点 其实早在哲学产生之初就已经注定了 那么哲学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古希腊 就有人考虑了 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 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分析过哲学产生的原因 在《行而上学》这本书中 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哲学产生的前提问题 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会有哲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说 我们研究物理学 是因为我们要了解自然的规律 我们研究逻辑学 是因为我们要合理地进行思考 我们研究语言学和修辞学 是因为我们要把语言变得非常有利 优美 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实际的用处 但是哲学产生的原因却不同 它是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的 那么哲学是怎么产生的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 哲学的产生必须要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精益 另一个则是闲暇 亚里士多德 行而上学 1483年古板书开篇页 精益 就是当我们面对大自然 面对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时 我们往往会对世间的万千气象产生一种惊奇 精益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非常好的素质 动物很少会有精益感 动物只有恐惧 警觉之类的感受 它不会在没事或者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 产生出精益感 只有人才会在面对不解现象时产生精益 才会在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时 提出各种问题 这种由于精益而产生的问题意识 构成了我们哲学思想的开端 由精益中才逐渐产生了哲学 但是亚里士多德又认为 光有精益还是不行的 人还必须有闲暇 我们老是只记得前面一句话 忘了后面一句话 闲暇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就是 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 大家都知道 古希腊社会是奴隶社会 有一批吃饱了饭没事干 衣食无忧的人 这种闲暇使他们可以去胡思乱想 去考虑那些虚无缥缈的问题 因此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你要是没有闲暇 每天为无斗米而忙碌 你肯定不可能有心思去思考哲学 换句话说 这个闲暇就是指 当你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的时候 你才会去思考哲学问题 在西方 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这种观点以来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学习哲学是精神贵族们的事情 这些精神贵族们没有什么事可干 他们也不需要为道良谋 不需要为了维持生活去赚钱 在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选择哲学 因为他们觉得哲学很崇高 是一门纯粹思辨的学问 一门形而上的学问 不沾染丝毫的尘埃 以往的哲学家对待哲学 确实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我们一直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认为哲学产生的原因是精益和闲暇 在古希腊 最早出现的一批哲学家 几乎全部都是自由民 这些自由民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叫做奴隶主 因为古希腊的自由民都有奴隶 而在奴隶中却没有哲学家 因为奴隶们顾不上思考哲学问题 他们要为升级而操劳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当我们要求哲学必须与谋生 求职 经商 神官等活动联系起来时 当我们以为 学习哲学 可以在这些实际的方面有所用处时 我们就已经不配谈论哲学了 如果亚里士多德复活了 他一定会认为 我们对待哲学的这种态度恰恰表明 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奴隶的位置上 而奴隶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的 他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的生计问题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哲学产生的原因时 曾经明确地表示 别的学问都是为了要掌握一门一技之长 用于生活中的某个实用目的 只有哲学本身没有实用目的 哲学是超越实用目的的 是一门没有用的学问 你要问学哲学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亚里士多德会告诉你 学哲学没有实用意义上的目的 他超越了实用目的 因为学习哲学 掌握智慧 这本身就是人生最高的目的 在亚里士多德以前 曾经有一批哲学家 叫做智者 这些智者教人们一套辩论的技巧 以及思考的智慧 大家知道 哲学一词的英文是philosophy 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原意就是爱智慧 philo一词的含义是爱 sophia就是智慧 而智者们认为自己就是掌握和传授智慧的人 因此他们自称为sophist的就是有智慧的人或者智者 从这个称呼可以看出来智者们很狂妄 智者认为智慧是一种可以用来赚钱的东西 我教你们智慧 你们掌握了智慧以后 可以用它来打官司 搞政治辩论等 从而给你们带来实际的好处 因此智者们教人辩论术是要收钱的 后来比智者们稍晚一点的另一位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 他就非常轻视智者 把他们称为批发和灵兽灵魂食粮的人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 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在对待智者的态度上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都看不起智者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智者就是靠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 而这种教人一套诡辩的技巧 并以此来谋生和赚钱的做法 恰恰违背了哲学的本意 所以在古希腊曾经就有过这种观点 如果你把哲学当作可以使人谋生的一技之成 以此教授给别人 并以此来赚钱谋生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卑劣的行为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哲学既然产生于闲暇 当然也有精益 所以哲学从来就没有实用性的目的 他关注的对象 都是超越于实用目的之上的最高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行而上学 或者道 这才是哲学关注的东西 哲学应该关注这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没有什么实用目的 所以在古希腊哲学中 至少是在主流哲学家中 就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 那就是为知识而知识 为学术而学术 也就是说 我学习哲学这门学问 只是为了讨厌我的性情 使我从中体验一种快乐 把握一种智慧 从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 你问我哲学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 是一句废话 因为哲学 智慧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目的 目的本身还会有什么用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 哲学又是无用之大用 当你真正进入哲学思维的境界时 你会感受到一种彻心透骨的豁达和愉悦 当你面对哲学家们所谈论的智慧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种赏心悦目 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就是哲学之大用了 它让你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快乐 如果你要再追问 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又有什么用 那么我只能反问你 听一场贝多芬的音乐有什么用 它能让你填饱肚子吗 能给你带来荣华富贵吗 如果你所理解的用处 仅仅是指物质方面 或者肉体方面的用处 那么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你 哲学没有任何用处 但是 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灵魂 有精神追求的生灵 那么哲学所带来的智慧和知识 本身就足以使精神依然自得 再要追问它有什么用 岂不是贬低它了吗 所以 在西方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 哲学家们 就已经表达了一种 对待哲学的基本态度 那就是学以致之的态度 学习哲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求知 而不是为了致用 学以致之与学以致用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 已经故事的老先生 苗栗田先生 是我国西方哲学界的一位 泰斗籍人物 一辈子研究西方哲学 晚年又参悟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在他80多岁高龄的时候 在西南师范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 他曾做过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苗先生说 我一辈子学习西方哲学 晚年又参悟中国哲学 最后得出了一个比较性的结论 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这两种哲学 我认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重现式 尚是工 学以致用 而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的特点恰恰相反 是重超越 尚思辨 学以致之 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沉溺于纯粹思辨 喜欢追问事物背后的本质 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知识 而不在乎功用 苗先生特别强调说 这是他研究了一辈子中西哲学后得出的结论 我非常赞同和推崇这个观点 我认为 苗先生真可谓是一言以蔽之 精辟地说明了中西哲学乃至文化的根本差别 中国哲学也讲大道 也讲一种内在超越 但是实际上 更多的是注重人生的关怀和现实的沦长 所以 我们中国哲学所强调的很多东西 都与京士致用联系在一起 一门学问如果无利于道德教化 无利于建功立业 那么这门学问是没有用处的 就是所谓的屠龙之术 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预言 说一个人花了千金 学了三年 学会了屠龙 结果却一无所用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龙给你屠 因此 在中国学了没有用的东西 通常就被叫做屠龙之术 根据这种观点 哲学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对于你们以及你们的家长来说 就是屠龙之术 正因为如此 现在高考很少有人第一志愿汇报哲学系 我们哲学系的大多数学生都是由于没有办法 考分不够 不得已从别的专业调剂到哲学系来的 有些学生后来可能慢慢会对哲学感兴趣 有些学生可能一辈子也对哲学产生不了兴趣 这件事也怪不得学生 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讲究实力 讲究公用的时代 所以哲学这种无用之学 就像一个怪物一样令人厌烦 没有几个人会对哲学感兴趣 以致我们这些教哲学的人在外面与别人聊天 别人问起我们是学什么的 我们只能说自己是学哲学的 但是总是要加上一句 不是搞政治的 是学西方哲学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在一般人眼里 一个学哲学的人 就好像是一个很稀奇的怪物一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哲学就是屠龙之术 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由于我们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和氛围中长大的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本来就有精识致用的巨大惯性 再加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特点 所以哲学成了一门冷屁之学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我看来 最可怕的事情还不在于没有人喜欢学哲学 而在于硬要把哲学这种无用之学 派出各种实际的用处来 这样就更糟糕了 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来处理哲学 可能会导致两种正好相反的倾向 一种倾向就是大家今天所看到的 认为哲学没有用 大家都不去学它 还有另一种倾向 在座的同学们没有体验过 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况 那时候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哲学的热潮 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学哲学 种田里有哲学 炼钢里也有哲学 什么都与哲学挂上了沟 哪怕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 也能夸夸其谈的大讲哲学 大家见面谈哲学就像拉家长 报纸上连篇累读的都是工农兵谈哲学的体会 今天反思起来 这种哲学的热潮恰恰是哲学的耻辱 如果把哲学变成一种学了就要用立竿见影式的东西 学了哲学就可以多产出粮食 多炼出钢铁 这难道不是对哲学的一种亵渎吗 这种态度从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在热捧哲学 实际上却是在戕害哲学 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功力之学和势力之学 抽掉了哲学的高贵的精神特质 把它变成了一副包制百病的狗皮膏药 因此哲学的狂热 甚至比哲学的冷漠 更加表现了哲学的悲哀 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大谈哲学 那么这一定是一个疯狂的社会 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阳春白雪的学问 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对哲学感兴趣 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永远都是超越于实用层面的 它不可能学了就要用 所以我刚才说过 一位教哲学的老师如果对你们说 学了哲学就能更好的当官 更多的发财 他一定是在骗你们或者跟你们开玩笑 大家千万不要当真 笑一笑就可以了 改变环境与改变自身 所以我提醒大家 不要指望哲学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哲学确实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同时也要说明一点 所谓用它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实用或者功力意义上的用 就是直接给你带来物质利益的用处 一种是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 比如说你学习法律 学习经济管理 它们能给你带来实际的好处 使你成为一个律师 一个总裁 从而干大事 赚大钱 学习计算机 学习生物工程等专业 情况也是如此 它们可以给你带来实际的好处 你学会了那套知识以后 在日后的工作中再把它转卖给你的老板 你的上司 从而可以换得钱财 地位 名誉等 你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 从而改变你的生活环境 因此 这种意义上的用 说到底就是改变环境之用 人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的 环境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一切实用性的学问或知识 如法学 经济学 计算机等 它们的主要用处就是改善我们的物质条件 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 比如说 你是学会计学的 面对着一套一套会计学理论 实际上你并不爱好他们 你只是把他们当作一种谋生手段 大学毕业以后你去当一个会计师 把所学的这些理论运用在你的工作岗位上 你运用得好 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地位 成为高级会计师 赚到很多的金钱 然后你用金钱来改善你的生活环境 住好房子 买名牌衣服 大家都很羡慕你 于是你在精神上 心理上就会感到非常快乐 非常幸福 你就会说 学会计学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 当你这样感受的时候 你是否意识到 这种快乐感和幸福感是绕了一大圈才实现的 你首先要把学到的知识转变成金钱和地位 然后再用它们来改善你的生活状况 最后 才能从自己的享受和别人的羡慕中 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我们除了要面对环境之外 同样也必须面对自身 我们的快乐感和幸福感 既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实现 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来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 改变自身可能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 因为一个人永远只能活在自己的感觉和思想之中 只能活在自身之中 环境必须通过自身才能被感受到 世界就是你眼中的世界 你有什么样的眼光 你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 因此改变你的眼光 实际上你就改变了世界 在大家看来 这个观点可能有唯心主义之嫌 但是我却要强调 哲学的最大用处 就在于改变你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 如果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改变了 提高了 那么你对世界的看法肯定就和别人不一样 你就会看到更广阔的领域 更深刻的奥秘 这就是用的第二种意义 即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用处 这种用处 可以使你在精神上保持一种高屋建林的姿态 使你不用绕一个大圈子 就能够直接体验到精神上的愉悦 和心理上的快乐 事实上 当我们赚了钱去买好吃的食物 好看的衣服等 然后再用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最终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快乐感和幸福感 这与我们去欣赏一场美妙动听的音乐会 阅读一段优美感人的散文诗 和进行一次启迪智慧的哲学思辨 从而 直接从中体验到心理上的快乐和精神上的愉悦 二者不过是殊途同归罢了 这样看来 哲学的用处恰恰就在于 使我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 直接感受到一种心旷神仪的快乐与幸福 当别人由于环境的限制而苦闹时 你却会因为自身素质的提高 而在精神上感到豁达和愉悦 虽然你并没有改变环境本身 但是你却把自身改变了 从而也就改变了你眼中的环境和世界 世界是什么 一个真实 客观的世界无非就是你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你思想中所思考的世界 离开了你的感觉 你的思维 世界本身的所谓客观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固然不能像18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 那样 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 存在的意义是离不开我们的感受和思维的 世界的存在是客观的 但是它的意义却是主观的 因人而异的 世界的存在只有在你的感受中 在你的思维中才是有意义的 一块石头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对于一个地质学家来说就有意义了 这不是因为石头本身有什么变化 而是因为人不一样了 主体不一样了 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个东西的时候 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 而这种不同的主观感受 可能比那个所谓的客观存在本身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更大 因为我们是活在我们的感受之中 而不是活在纯粹客观的世界之中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正因为它太简单了 乃至于我们都注意不到 我们的眼睛往往看不到离自己最近的东西 同样 一些最深奥的道理 也往往不为人的理性所注意 因为它们其实就是最简单 最朴素的道理 我常常对一些问我哲学 有什么用的学生说 其实你想一想 这个世界说到底不过就是你眼中的世界 如果你的眼光改变了 你眼中的世界当然也就改变了 哲学就是帮助你调理 改善 提高自己的眼光的学问 就是改变你自身 而不是改变你的环境的学问 这样一来 哲学的用处就充分显现出来了 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深刻的反思 你就不会去随波逐流 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你就会像但丁所说的那样 走自己的路 让人们说去吧 这时你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 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快乐与幸福感 只有当你达到了这种精神境界 你才知道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哲学使人学会换为思维 使人学会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 不断地在认识过程中转向 从而摆脱偏执而走向超脱 摆脱流俗而走向明智 此外 哲学还有一种用处 那就是 这种心旷神怡的精神境界 往往有利于延年益寿 大家看一看希腊哲学史 那些睿智的哲学家们大多是长寿的 这或许也是哲学的重要用途之一吧 由此可见 哲学与其他实用性学科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 其他学科的知识都被用来改变环境 哲学的智慧却被用来改变自身 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改变自身比改变环境更加重要 这种观点或许会使你们把我看作一个唯心主义者 其实我既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而是一个怀疑主义者 当然这是一种有教养的怀疑 我老是处在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意识中 唯心主义也好 唯物主义也好 对我来说 都需要进行怀疑和批判 但是我觉得 一个人注重自己的内在修养 注重提高自己的主观素质 比起改变自己的客观环境来 可能更为重要 我平时喜欢讲悲剧 哲学就是一场崇高的悲剧 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悲剧 悲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 一个人要想一辈子不经历悲剧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这个人根本就没有生活过 只要你生活了 你就会遇到悲剧 一种没有经历过悲剧的人生 才是真正悲惨的人生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悲剧 而在于你如何对待悲剧 如果你仅仅把悲剧当作一件悲惨的事情 你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很悲惨的人了 但是如果你有一种哲学的素养 有一种超脱的姿态和深邃的睿智 你把悲剧看作人生中的一些必然的插曲 这些插曲有时候还具有几分崇高的色彩 它们会带给我们一些深刻的启示 那么你就会对人生的悲剧 采取一种浪漫超越的态度 这种态度从贬义上来说 可以叫做阿克精神 但是从包义上来说 就是一种极高的哲学素养 这就是所谓的大智若鱼 这样一种在怀疑和批判的氛围中 生长起来的哲学素养 正是我要通过讲授西方哲学史课程 来为你们培育的 我们这门西方哲学史课程 从古希腊哲学开始 讲到黑格尔哲学为止 在听课过程中 你们会发现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唯新主义的观点是绝对的主流 在西方哲学史上 当一个人被说成是唯新主义者 或者他本人以唯新主义者自居的时候 人们通常都会对他肃然起敬 反之 如果被说成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他就很悲惨了 在西方文化的特定语境中 唯物主义一词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一个人只追求肉体的快乐 只追求物质的利益 而完全忽略了精神的追求 这就叫唯物主义 当然 这和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 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的 但是一直到黑格尔为止 西方哲学史上很多人都自称为唯新主义者 虽然唯新主义和唯物主义作为哲学概念 是从17世纪以后才开始流行的 但是在此之前 西方大多数哲学家的观点都更接近唯新主义 而17世纪以后的绝大多数哲学家 也都喜欢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唯新主义 只有法国18世纪的一批哲学家 他们公开地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 就此而论 他们是非常有勇气的 在唯新主义占主流的文化环境中 公然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 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在思想文化方面 法国人素来是比较有勇气的 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敢为天下先 但是他们的观点往往比较肤浅 在18世纪 法国唯物主义轰轰烈烈地闹腾了一段时间之后 接踵而来的德国古典哲学 又回到了唯新主义传统 比如康德的哲学 就是一种批判的唯新主义 费希特哲学也是唯新主义 主观唯新主义 费希特甚至认为 唯新主义和唯物主义 这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两个不同层次 当你对世界缺乏深入认识的时候 你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是物质的 你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而当你的精神发展到一个高度 哲学认识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 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的物质现象 说到底 只不过是精神 或自我意识本身的一种外化结果 这时你就会成为一个唯新主义者 谢灵也是一个自觉的唯新主义者 他的代表作的名字就叫做鲜艳唯新论体系 而到了黑格尔 就更加狂妄了 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成为绝对唯新主义 他认为自己的哲学既不是主观唯新主义 也不是客观唯新主义 而是绝对唯新主义 绝对唯新主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主观加客观 精神加物质 天上加地下 所有相互对立的东西全都一网打尽 编证地同意起来 这就是绝对唯新主义 这种唯新主义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 无以复加的高度 所以 马克思的伟大功劳 就是把黑格尔哲学整个颠倒过来 马克思公开承认 自己是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跟黑格尔的整个方法是基本一致的 即辩证法 但是马克思跟黑格尔不同的地方在于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投足倒置的 正因为黑格尔是投足倒置的 是投朝下的 所以黑格尔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反过来的 而马克思则要把它重新颠倒过来 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这样就导致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 所以我们说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一种很深刻的思想根源 它是西方哲学发展到一定时代的必然产物 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历史结果 由此看来 不了解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 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然 我们这门课只讲到黑格尔为止 至于马克思的哲学 那是另一门课程的内容 这就是本门课程的第一讲或者导论 下面我们将正式进入西方哲学史 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讲起 第二讲 希腊自然哲学 众所周知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摇篮 它构成了西方哲学智慧的不结源泉 我讲古希腊哲学 准备分成如下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希腊自然哲学 从米利都学派到原子论 这一部分在以往的教材中 通常被称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第二个问题是 希腊形而上学的原端 包括毕达格拉斯学派和爱丽亚学派 希腊形而上学在以往的教材中 通常被称为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 第三个问题是 希腊怀疑论与道德哲学 即智者派和苏格拉底哲学 这些哲学都对早期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 采取了一种怀疑的态度 并且表现了对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深刻体悟 第四个问题是 实在论或形而上学的发展 主要是波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哲学 实在论或形而上学 构成了直到黑格尔为止的西方哲学主流 而它最初就是在希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五个问题是 希腊哲学的衰退 及希腊化时代的哲学 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转化 这个时期的几大学派都摒弃了形而上学 对本源问题不再关心 而把眼光投注到人生意义 快乐与美德的思考 最后从人生哲学转向了神学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即希腊自然哲学 米利都学派与爱菲斯学派 哲学的史前史与哲学之父泰勒斯 现在 在我们进入哲学思维之前 我们首先假定自己是没有任何哲学知识的 我们就像公元前七世纪时的希腊人一样 只是通过神话传说 获得了一些关于天地万物的知识 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所写的西方哲学史 大凡都是从泰勒斯开始 泰勒斯通常被称为哲学之父 对于最初的那一批希腊哲学家 我们不知道他们生于哪一年 死于哪一年 当时的人们只是按照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纪念 来记载一个人的生活时代 奥林匹亚竞技会是从公元前776年开始的 每四年一届 他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早期希腊人对于一些重要的事情 都是根据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借数来记载的 记载一个人的生平情况 通常都是用第几届奥林匹亚竞技会来表示他的鼎盛年 而不是记载他生于哪一年 死于哪一年 鼎盛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一个人40岁左右的时候 今天我们只能根据一个人的鼎盛年 来推算出他大概生于哪一年 泰勒斯 约前626到约前548 据历史资料记载 泰勒斯 的鼎盛年大约是在公元前585年 由此可以推断出他生于公元前七世纪上半叶 我们刚才讲到 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 所写的西方哲学史一般都是从泰勒斯开始 但是20世纪有一位西方哲学史家康福德 FM Cornford 他在他的哲学史里就提出了一个疑问 他抱怨道 我们的哲学史总是从泰勒斯开始 好像泰勒斯突然从天上蹦下来 然后说 万物的本源是谁 于是哲学就开始了 康福德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 他强调我们必须追溯哲学的史前史 那么这个哲学的史前史从哪里开始呢 事实上 关于泰勒斯 我们几乎就没有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 只能通过他以后的哲学家们的间接记载 得知他大概表述过一些什么观点 例如 知道他曾经表述过万物都是从水中产生的 以及万物都有灵魂等观点 关于泰勒斯的思想尚且如此 如果再往前追溯 那就更加无根无据了 我们实在无法寻找到一位在泰勒斯之前的哲学家 只能追溯出一个大体的思想背景 这个思想背景就是希腊的神话传说 康福德认为 哲学的史前史应该从神话开始 这个观点我们大家都很同意 任何一个民族的最原始的文化形态 就是神话 当人们还没有科学 没有哲学 甚至也没有一种系统化的宗教神学时 他们只有一种自然崇拜或自然宗教 那就是神话 就此而言 神话是一个民族最初的教养 所以 哲学的史前史必须追溯到神话中 必须以神话关于开天辟地 万物萌生的故事作为自己思考的开端 在泰勒斯之前 河马的史诗 赫西俄德的神谱 以及一些一名诗人的系统叙事诗 就已经表达了 希腊人关于宇宙起源和自然演化的朴素思想 当泰勒斯说万物产生于水中时 它显然是受了希腊神话传说的影响 泰勒斯是一个希腊人 这里所说的希腊是指一个广义的希腊概念 即泛希腊 它除了今天的希腊本土之外 还包括爱琴海周边地区 以及意大利的南端 通常被称为大希腊和伊比利亚半岛 及西班牙半岛的沿海地区 泰勒斯本人生活在小亚西亚爱奥尼亚地区 一个叫做米利都的城邦 在当时 爱奥尼亚地区的一些城邦都属于希腊文化圈 他们与希腊本土的城邦 有一种文化上的关联性 所以泰勒斯虽然生活在小亚西亚 但是他对希腊神话传说也是非常熟悉的 关于这种非常美丽的希腊神话传说 我在讲西方文化概论的门课程时 会进行详细介绍 在讲西方哲学史时就只能忍痛割爱了 但是当我们追溯泰勒斯的哲学思想根源时 仍然要谈一谈希腊神话传说的影响 在泰勒斯之前 曾经有一位游吟诗人以神话的方式 表达了一种关于宇宙起源和自然演化的思想 这个人就是生活 在公元前八到前七世纪的赫希俄德 他像赫马一样通过吟唱的方式 总结出一套关于希腊诸神来龙去脉的血缘谱系 后人将其编撰成一本名叫神谱的小册子 在神谱里 赫希俄德按照一种生殖原则 把杂乱无章的希腊神痴联系 成为一个彼此相关的系统 赫希俄德从最原始的神卡俄斯 Khias即混沌 开始通过圣旨翻演 使诸神一代又一代地产生出来 从而形成了明晰的神谱 由于希腊神话是一种朴素的自然宗教 每个神痴都象征着某种自然现象 如风雨雷电 日月星辰 山川和流等 而一些新生代的神痴 则象征着某种社会现象 如农业 商业 锻造 文艺 美 正义 战争等 所以 希腊神谱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关于自然万物 以及社会万象 是如何发生和演化的朴素世界观 赫希俄德本人当然不是一个哲学家 他只是一个把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 汇聚起来的游吟诗人 但是在他所总结的这个神谱里面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希腊哲学产生以前 人们是如何看待宇宙发生和世界演化的 在神谱中 赫希俄德首先从卡俄斯开始 卡俄斯就是混沌一体 什么都没有 天地尚未开辟 就如同我们中国神话中 盘古开天辟地之前的世界一样 从卡俄斯及混沌中产生出最早的一批神痴 例如大地母神盖亚 还有爱神 地狱之神 黑暗与黑夜等 这些都是最原始的自然现象 然后按照赫希俄德的说法 大地母神盖亚未经交配 也就是以一种无性繁殖 自我分裂的方式 生下了天神乌拉诺斯 和最古老的海洋之神彭托斯 这种关于神痴原始繁衍方式的神话 天才的反映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生物进化过程 现在的生物科学已经充分证实 生物的有性繁殖方式 最初就是从无性繁殖方式中发展出来的 最原始的生物都是无性繁殖的 可见在希腊神谱中 蕴含着一些非常高明的智慧因素 赫希俄德接着讲道 大地母神盖亚又与自己的儿子乌拉诺斯相结合 这种乱婚状况也是生物进化过程中 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发展阶段 生下了一批巨人神族 这个神族被称为泰坦神族 你们可能看过一个好莱坞大片 名叫泰坦尼克号 那艘沉默的邮轮因为巨大无比 所以就取名叫泰坦尼克 意思是像希腊神话中的泰坦神一样巨大 再往后 泰坦神族中年龄最小 但是却最强有力的神克罗诺斯 又与他的姐姐瑞亚相结合 这种婚姻方式与母子乱婚相比是一种进化了 生了下一代神族 即奥林匹斯神族 也就是以宙斯为首的那个神族 奥林匹斯 神族由宙斯等六位兄弟姊妹 以及宙斯 与其他女神所生的下一代神痴共同构成 在奥林匹斯神族中 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海神波塞东 太阳神阿波罗 商业之神赫尔莫斯 智慧之神雅典娜 美神阿弗洛迪推等 到了奥林匹斯神族 整个自然世界和社会万象都产生出来了 这样 一个以生之原则作为纽带的神话 世界观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种神话世界观 虽然还不属于科学和哲学的体系 但是 它毕竟表达了一种关于宇宙起源 和自然演化的观点 我们可以想象 这种神话世界观 对于泰勒斯这位哲学之父的哲学思维 必定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当泰勒斯说世界产生雨水的时候 他的哲学观点肯定与神话有一定的联系 在赫西俄德的神谱里 以及在河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中 都特别强调海洋之神 河流之神的原始性 古希腊人是一个海洋民族 水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河马史诗中 宙斯的妻子 赫拉就把河神俄克阿诺斯 称为自己的始祖 在伊利亚特中还有这样的语言 请你一手抓住金光闪闪的斯提克斯和 一手抓住风产的大地 向我发一个是 风产的大地就是大地母神盖亚 那当然是最古老的神了 而金光闪闪的斯提克斯和与大地并列 可见同样也是很受尊崇的 后来亚里士多德在解释泰勒斯的观点时指出 古希腊人借以发誓的东西 通常就是他们最尊崇的东西 而他们最尊崇的东西也就是最古老的东西 所以当泰勒斯说万物产生雨水的时候 他可能是从神话中得到了某些启发 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指出 可能是泰勒斯通过观察 发现万物都有其种子 种子都是在湿润的情况下滋生的 而水则是湿润的本源 因此万物是从水中产生的 这个观点当然也有道理 我们经常就喜欢说 水是生命之源 实际上 上述这些观点都是融合在一块的 它们共同导致了泰勒斯关于水 是万物本源的观点 但是无论如何 泰勒斯并不是突兀了就表述出 水是万物本源的思想 在他之前 确实有一个哲学史前史的思想根源 这就是希腊人的神话世界观 由于在希腊诸神中 海神和神的地位很高 他们的辈分也比较古老 而本源或史基 这个概念 即肉息 在希腊语中就是表示开端或者最初的东西 这个概念并不是泰勒斯提出来的 泰勒斯只是认为万物从水中产生 他的学生阿纳克希曼 德才第一次使用本源概念 但是泰勒斯已经表达了关于本源的思想 所以我们通常说 泰勒斯把水作为万物的本源 从这种意义上说 泰勒斯无疑是希腊的第一个自然哲学家 现在我必须简单地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首先要讲希腊的自然哲学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 作为人 我们总是喜欢追问这个世界的根据或者原因 而所谓本源就是世界的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让我们试想一下 在我们还没有哲学知识 也没有科学知识的情况下 当我们在追问世界的根本原因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路径呢 我们发现 有两种不同的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自然哲学的路径 第二种路径则是形而上学的路径 首先我们来看自然哲学的路径 这种路径又可以分为两种追问方式 或者追问 世界到底是从什么东西里产生出来的 或者追问它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 这两种追问方式虽然在表面上不同 但是基本上属于同一个路径 即追问世界的治疗意义上的开端 追问一个事物是从什么东西里产生出来的 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回溯 追问一个事物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 这是一种空间上的分割 二者都是在追问世界的治疗根源 比如说 从时间关系上来看 我们要追问人的本源是什么 就可以从人追溯到猴子 再从猴子进一步追溯到更低级的动物 最后追溯到三叶虫和蓝藻 还可以追溯到无生命物甚至无机物 人就是这样进化而来的 从空间关系上来看 我们要追问人的本源是什么 就可以把人还原为一大堆细胞 碳水化合物 脱氧和糖核酸等 人就是由这样一些基本物质构成的 由此可见 这两种追问方式 一种从时间上来寻找开端 寻找比偏零 另一种从空间上来寻找基本要素 寻找element 说到底都是一种还原论 不是时间上的还原 就是空间上的还原 这种还原论的路径 基本上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路径 它与自然科学的方法非常接近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自然哲学 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 也有一个从时间上的追溯 向空间上的追溯的转化过程 最早的一批自然哲学家 如泰勒斯等人 都是从时间上来追问万物的本源 到了比较晚一点的自然哲学家那里 就开始转向从空间上来追溯万物的本源 几把关注的焦点从万物的原始 开端转向了万物的构成要素 从生成论转向了构造论 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 这种构造论的最高水平 就是德摩克利特的原子 论 因为还原的过程不可能是无限的 否则还原就是没有意义的 万物必须还原到一个最后的单元 或者最小的威力 而这个最后的单位或最小的威力 在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就被叫做原子 原子 atom 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是指不可分的意思 它并不是一个物理学概念 不是我们今天在实验室里 通过科学仪器可以观察到的物理实体 而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概念 即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后单元 就原子是指事物最后的 不可分的单元这个意义来说 原子论确实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还原论路径 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当然它也成为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最后环节 但是 当我们追问世界的本源时 除了自然哲学的还原论路径之外 还有另一条路径 这就是形而上学的路径 它与自然哲学的还原论路径迥然而异 与自然哲学一样 形而上学也是追问世界本源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追问方式 不是通过对世界进行时间上 或者空间上的质量还原 而是采取一种抽象的路径 来直接追问事物的本质 这种形而上学的追问方式 一上来就显示出较高的起点和超越性的特点 如果说 自然哲学的追问方式与自然科学有几分相似 事实上 近代的自然科学 正是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那么 形而上学一开始 就表现出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思辨色彩 这种思辨色彩 或许可以确切地称之为纯粹的哲学品味 形而上学的追问方式 既不是从时间上进行回溯 也不是从空间上进行分割 而是一上来就追问 事物背后的根据是什么 它不是追问事物的开端或元素 而是追问事物的本质或形式 不是追问事物的beginning或element 而是追问事物的principle或form 在古希腊 形式即是只构成事物的本质 说到底 追问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的根据 对于希腊形而上学来说 事物的本源就是它的形式规定性 就是它的本质 比如我们追问人的本源 形而上学既不把人还原为猴子或者三叶虫 也不把人还原为一大堆细胞或者蛋白质 而是追问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性 由于事物的本质是无法直观的 只能通过抽象的思维才能把握 所以形而上学就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还原论的抽象路径 通过抽象的路径 形而上学得出了关于人的本源的另一个答案 即关于人的本质定义 例如我们通常说 人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 可以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理性动物 这就是关于人的一种本质定义 这个答案实际上抓住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 但这种本质规定性绝不是通过时间上的回溯 或者空间上的分割可以得到的 你就是把人分割到再小的单位 也找不到理性这个元素 只有通过抽象思维的方式 对古往今来五湖四海的各种人进行综合概括 消除他们的感性差异性 寻找出他们共同的本质 及他们同样作为人的根本规定性 才能得出这一结论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 如果我们把人仅仅说成是一堆蛋白质 显然是对人的一种贬低甚至侮辱 因为这个定义并没有表达出人的本质 而当我们说人是一个理性动物时 那些虽然也是由同样的蛋白质构成 但是却丧失了理性 包括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 本人 我们通常就称他们为丧尽天良的人面禽兽 也说是说 他们虽然尝着人的面孔 但是却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人性 因此事实上他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 当然 我们对于人之为人的具体规定性 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承认这种规定性 本身对于事物的决定性意义 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基本特点 这样一来 形而上学的追问方式 就深入到现象背后的那个本质了 虽然现代西方哲学 对于这种寻找现象 背后的本质的传统形而上学路径 颇有微词 但是毕竟希腊人是从这种形而上学出发 才真正的开创出一条西方哲学之路的 如果像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 西方哲学自从巴门尼德以来 就走上了一条放弃生生不息的现象 执着于抽象刻板的本质的企图 那么我的回答则是 人类追问事物本质的天性 这正是人不同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特点 以及两千多年来的西方哲学传统恰恰说明 这条所谓的企图或许正是哲学的必由之路和康庄大道 一旦哲学放弃了形而上学的本质追问 哲学也就丧失了其崇高的品质 而堕落为流连于现象世界的泛夫走卒 人也就在无资格自诩为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了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希腊自然哲学之父泰勒斯 他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 万物都是从水中产生的 如果在今天有人这样来解释世界 我们会觉得他非常幼稚 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 这种观点却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思想革命 正如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 W.C. 丹皮尔在科学史里面所评价的 泰勒斯第一次从自然事物之中来寻找自然的本源 而不再是借助于神话的原则来解释世界 他第一次把神抛开了 当然我们可以嘲笑他 我们会觉得把水当作万物的本源 这种观点漏洞百出 因为有很多东西的确不是从水中产生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泰勒斯摆脱神话的影响 直接面对自然界本身 从自然事物来说明万物的本源 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个伟大的飞跃 而且他之所以把水当作万物的本源 也是因为他通过经验的观察 当然也有神话的影响 发现水比别的东西更有资格成为万物之本 所以泰勒斯是很伟大的 他所迈出的这一步 看起来是一小步 其实是人类思维进化的一大步 他第一次实现了从神话到哲学的革命 泰勒斯除了提出万物从水中来这个观点之外 还主张万物都有灵魂 当然 他所说的灵魂不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东西 而是一种类似于虚气的非常稀薄的物质 那个时代的希腊人很难理解 完全脱离物质形态的纯粹精神 在他们眼里 灵魂与肉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灵魂独立于肉体而存在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 因此 泰勒斯所说的灵魂 只是指一种与物质相联系的功能罢了 阿纳克西曼德与阿派郎 泰勒斯有一位学生 名叫阿纳克西曼德 Anaxamander 他的鼎盛年在约公元前570年 泰勒斯和阿纳克西曼德都属于米利都学派 这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最早的一个学派 我们在讲古希腊哲学的时候 最初的流派有四派 其中有两派都在小亚西亚 最早的一派叫做米利都学派 出了三位著名的哲学家 泰勒斯 他的学生阿纳克西曼德 以及阿纳克西曼德的学生阿纳克西美尼 然后在不远的另一个城邦 叫埃菲斯 也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以及一些思想追随者 赫拉克利特是古代辩证法的创始人 他基本上也属于自然哲学这条线 米利都学派和埃菲斯学派 是希腊自然哲学的两大重镇 他们为后来较高水平的自然哲学 如此跟说原子论等奠定了思想基础 另外还有两派都在南意大利地区 极大希腊 那就是毕达格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 这两派都是希腊最早的形而上学流派 不属于自然哲学 我们下一次课再讲 现在我们还是转向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们 阿纳克西曼德在他老实思想的基础上 发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刚才说到 虽然泰勒斯说 万物从水中来 是一个伟大的飞跃 但是这种说法毕竟经不起仔细推敲 会出现很多漏洞 因为确实有许多东西很难用水来解释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找出一种笔水 更加具有解释力度的万物本源呢 这种寻找当然也是从时间上来进行的 即寻找一种笔水更加原始的开端 寻找真正的begining 阿纳克西曼德显然对于泰勒斯 把水当作万物的开端 很不满意 他认为水还不是最初的东西 因为水是有形之物 而有形之物 就不可能作为最初的和最原始的东西 如果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资格成为本源 那么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无形的东西 只有这样它才有资格成为万物的本源 因为有形之物都是从无形之物中产生出来的 于是阿纳克西曼德就提出了一个无限或无定型 派伊普希隆约塔肉奥密克戎纽 因译为阿派朗 作为万物的本源 阿纳克西曼德约前610到约前546 图片来源 拉菲尔雅典学院 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一个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 那就是关于无限和有限的问题 它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 而且是自然科学问题 所谓有形之物 就是有着某种规定性或者限定的东西 也叫做有限的或者有定型的东西 有形之物必定具有某种规定性 这是毋庸置疑的 无论这种规定性是从外言而言 还是从内含而言 而一旦具有了某种规定性 一个事物就成为它自身 就不可能再是其他的事物了 因此从一个有形之物 或有规定性的事物 如何转变成为另一个有形之物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虽然有很多东西可以从水里面产生 但是水毕竟也是有定型的 那么一个有定型的东西 怎么能够成为万物的本源呢 这就是阿纳克西曼德的思考 这种思考是非常深刻的 它涉及事物的规定性问题 关于无限和有限的问题 在这里要稍稍发挥一下 黑格尔在讲哲学史的开端时 认为我们应该从开始的地方开始 那么开始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有或存在本身 即纯粹的to be 我们只能从有本身开始 但是有什么呢 由于这个纯粹的有 本身缺乏任何具体的规定性 因此它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无 这样就从有过渡到了它的对立面无 当我们说有某物的时候 一定得说出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是和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块的 而什么就是一个事物的规定性 如果你对别人说 有 别人就会问你 有什么 当你回答说有人有杯子有灯等时 别人才知道你在说什么 反之 如果你仅仅只是说有 而不告诉别人有什么 那么你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因此 这个有必须要和什么 极具体的规定性联系在一起 这种表述才有意义 而一个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有就是无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反过来说 一旦一个东西是什么了 一旦它具有了某种规定性 它就不再是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 任何具体事物 用阿纳克希曼德的观点来看 都是有限的或者有定型的 而任何一个有定型的东西 就不可能再是别的东西了 所以不能用有限之物来解释有限之物 只能用无限之物来解释有限之物 任何有限之物 固然因为有了某种规定性 而成为它自身 但是这种规定性或限定性同时 也就成为一种否定 即对它物的否定 这个观点 后来被17世纪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 明确地加以表述 即任何限定都是否定 所以只要当你说出一个事物是什么 它就已经不再是它之外的任何东西了 任何限定同时就是一个否定 这样一来 你就不可能从一个有限定的事物中 产生出另一个有限定的东西来 因此只有一个没有任何限定性的东西 才有资格成为各种有限定之物的本源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阿纳克希曼德认为 万物的本源是阿派朗 这个思想很高明啊 你们想一想 如果你们是泰勒斯的学生 你们能够想到这一点吗 后来 有些哲学家在评价阿纳克希曼德的思想时 认为他比他的老师泰勒斯 以及他的学生阿纳克希美尼高出了很多 他似乎一下子从自然哲学 跳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 但是 阿纳克希曼德的阿派朗 仍然还是某种自然之物 只不过是一个说不出任何规定性的东西罢了 阿纳克希曼德 之所以要把这个没有任何规定性的阿派朗 作为万物的本源 只是为了从中引出整个有形之物的世界 就此而言 可以说阿派朗只是一个哲学概念 就相当于万物的原始开端 或者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混沌 卡俄斯 那种混沌状态的世界究竟是什么 谁也说不清楚 当然 阿纳克希曼德 仅仅是从否定的方面来理解万物本源的 在他看来任何具有规定性的东西都不足以成为万物本源 因此只能设立一个无限制 无规定的东西 阿派朗 作为万物本源 至于这个阿派朗到底是什么 阿纳克希曼德自己也说不清楚 而且正因为他说不清 道不明 所以才能够成为万物的本源 这就是所谓道可道 非常道的奥妙所在 在这里 阿纳克希曼德需要做的事情 只是用阿派朗来说明有限定的万物 而不是探究阿派朗本身到底是什么 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个鼻水更加原始 并且能够从中引出水来的东西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个东西之所以鼻水以及万物都更加原始 就是因为它具有与万物全然不同的特点 及万物都是有限定的 而唯独它是无限定的 至于这个无限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那是另一个问题 在这里 阿纳克希曼德开创了一种新的生灭观 所谓产生就是万物从阿派朗中分离出来 获得某种规定性 成为某物 所谓消灭就是重新去掉规定性 回到阿派朗即无限定的状态 这样一种生灭观 不是简单的说水变成了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又变成了别的东西 而是表达了一种本质性的生灭观念 生就是从无限到有限 灭就是从有限重新回归无限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观念的突破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思想 你们可能会追问 这个阿派朗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知道 它不是一个有限的 有定型的东西 我们仍然对它一无所知 对于阿派朗 我们不能老是持一种否定的姿势 吉老师强调阿派朗不是什么 重要的是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如果阿纳克希曼德说阿派朗是万物的本源 然而它却对阿派朗本身一无所知 这显然是一个矛盾 但是事实上 这样一个阿派朗 这样一个终极性的无限者 其本身或许是永远说不清 倒不明的 它恰恰构成了哲学 或者神学的 永远无法言说的终极奥秘 自从阿纳克希曼德以来 阿派朗就成为西方哲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们永远追问的东西 比如说 在中世纪 这阿派朗就成为基督教的上帝 上帝究竟是什么 我们能说得清楚吗 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 有一派叫做否定神学 这一派认为 对于上帝 我们只能说他不是什么 而不能说他是什么 因为一旦说上帝是什么 我们就把上帝限制了 而基督教神学通常说 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 是无限的和绝对的 这些终极性的概念 实际上是缺乏具体内涵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推敲 这些概念都是一些 没有确定内容的空概念 什么叫全能 全能这个概念 单纯从词意上解释就是无所不能 但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东西 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矛盾体 中世纪神学中就有关于上帝 能不能创造一块 连他自己也举不起来的大石头的悖论 这个悖论发生的前提就是上帝是全能的 什么叫无限 无限就是没有任何限定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 一个没有任何限定的东西就什么也不是 但是在神学中 同样也在哲学中 人们总是要设定一个终极性的东西 设定一个最高的概念 以此作为其他事物的最后根据 这个终极性的东西往往就被表述为无限的 绝对的 至高无上的 等等 当我们把上帝说成是无限的 绝对的 全知全能全善的 我们就把上帝当做了最后的东西 当做了一切有限之物的最后根据 这就是哲学思维的特点 他总是要设定一些不可言说的东西 同时又总是忘了这些东西是不可言说的 经不住想要把它说清楚 到明白 当神秘主义者和否定神学家强调 我们对于终极 实在或者上帝 只能说不 不能说是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 某些终极性的东西 是远远超出了我们语言 所能表述的范围之外的 或许可以这样说 正是因为他说不清 道不明 才被当做了终极性的本源 否则 他的本源性意义 就会被别的更加玄傲的东西所取代 从这一点来看 神秘主义和否定神学 往往是最明智的 但是神秘主义和否定神学 在哲学史和神学史上 永远都处于弱势地位 更多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 总是躊躇满志地相信自己 可以认识终极实在或上帝的本质 于是 他们就一代接一代地述说着 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 而这种说不可说的哲学传统 就开始于阿纳克西曼德的阿派郎 就此而言 阿派郎 是西方哲学史上帝 一个真正的哲学概念 阿纳克西曼德的另一个伟大贡献 就是把泰勒斯的意韵含混的灵魂发展 成为决定阿派郎 与万物之间相互转化的重要契机 冷热干湿 他认为 阿派郎自身包含着两对相互对立的力量 即冷与热 干与湿 由于它们的不同结合方式 万物从阿派郎中分离出来 例如 冷与干相结合就产生了土 冷与湿相结合就产生了水 热与干相结合就产生了火 热与湿相结合就产生了气 他强调 万物从阿派郎中产生 以及复归于阿派郎 这乃是命运规定的 这种神秘的命运观 与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主题 无依据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而且对后来毕达格拉斯的树 赫拉克利特的 罗格斯 等形而上学的实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阿纳克西美尼与自然哲学的合体 如果说 泰勒斯以肯定的方式表述了万物的本源是谁 阿纳克西曼德 以否定的方式 表述了万物的本源 是阿派郎 那么 米利都学派的第三位哲学家阿纳克西美尼 就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方式 表述了万物的本源 是一种虽然无定型 但是却有内涵的东西 气 刚才我们已经表示过对阿纳克西曼德的不满 因为我们不满足于 仅仅停留在对阿派郎的否定性理解之中 我们希望知道 这个作为万物本源的阿派郎到底是什么 阿纳克西曼德的学生阿纳克西美尼告诉我们 这个神秘的阿派郎其实就是气 阿纳克西美尼 阿纳西米斯 的鼎盛年大约在公元前546年 从表面上看 当阿纳克西美尼说万物的本源是气时 他好像比他的老师退步了 他似乎又退回到有限的物质形态中 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 就会发现阿纳克西美尼 实际上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因为他的老师阿纳克西曼德 固然有一个伟大的发现 即任何有定型之物 都没有资格作为万物的本源 只有无定型的东西才能成为万物的本源 但是 阿纳克西曼德并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阿派郎究竟是什么东西 他只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表述了这个概念 而阿纳克西美尼却明确地表示 万物的本源是气 这实际上是对阿纳克西曼德的阿派郎的一种肯定性 说明 阿派郎就是那看不见 摸不着 飘忽不定 谎兮呼吸 鼻水更加无定型 同时却有着内在规定性的自然物质 气 因此 从这种意义上说 阿纳克西美尼关于气是万物本源的思想 正是对前面两位思想家观点的一种综合 气既是一个表面上无定型的东西 同时又有着内在的规定性 它既可以否定的加以表述 又可以肯定的加以表述 因此 我认为阿纳克西美尼的气 构成了希腊早期 自然哲学发展的否定 知否定环节 或者一个合体 阿纳克西美尼 约前586到约前526 所谓合体 这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概念 即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把证 凡两个方面的观点都包含于自身之中 在阿纳克西美尼之前 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源是肯定性的水 阿纳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源是否定性的阿派朗 二者分别构成了早期希腊自然哲学 关于本源问题的正题和反题 而阿纳克西美尼的气 则把它们辩证地结合在一起了 气固然是一种自然之物 但是比起水来 气显然也是无定型的 所以 气本源说 是对水本源说和阿派朗理论的一个发展 从常识的角度来看 自然界中充满了气 但是我们谁也看不见 摸不着它 一方面 我们承认气的确是一种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却无法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古希腊 人们不可能在科学实验室里来研究起 因此 气对于希腊人 就只能是一种既存在又无形的东西 而这个特点恰恰就是阿派朗 在谈到作为万物本源的气与万物之间 相互转化的动力时 阿纳克西美尼 在他的老师阿纳克西曼德冷热干湿的基础上 提出了吸散与凝聚这两种运动 阿纳克西美尼把干湿去掉了 只谈冷热 他认为 气是万物的本源 而气本身就具有冷和热这两种性质 冷和热的不同作用 就使得气转变为万事万物 又使万事万物复归于气 具体的说 当冷发生作用时 气就开始凝聚 形成了风和云 再进一步凝聚 就变成了水 水再凝聚 就变成了土和石 反过来 当热发生作用时 土就吸散为水 水吸散为气 气则吸散为火 这样 他就把水 火 土 气这几个最基本的元素 通过冷热聚散的方式而联系起来 这一套描述是比较高明的 在它里面蕴含着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这两个意义中 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出后来的哲学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 希腊哲学的发展在逻辑上是一环扣一环的 我们这门课的基本宗旨 就是要讲出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这两个重要意义 一个从刚才的变化图谱上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气受热和吸散之后就变成了火 那么 这是否就意味着 火乃是一种比气更加稀薄的东西呢 而越稀薄的东西 就应该越具有无定型的特点 因此 从这种意义上说 我们觉得 希腊自然哲学发展的下一个逻辑环节 必定会把火作为万物的本源 果然 稍晚出现的爱 菲斯学派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就明确地提出 火是万物的本源 既然希腊自然哲学 要寻找一个最无定型的东西 作为万物的本源 而越稀散的东西就越无定型 那么 当然就只能由最稀薄的那个东西 集火来作为万物的本源了 这种思路的发展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凝聚与吸散理论所包含的另一个重要意义 具有更加发人深省的启示作用 那就是在气与万物的转化过程中 凝聚 浓厚和吸散 吸薄的程度决定了事物的性质 用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话来说 极量的规定性决定了事物的性质 从火到气 再到水和土 以及相反路线的转化 是由冷热或者聚散的程度所决定的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 那就是在表面上相互转化的事物背后 有一个不出场的东西在起作用 这个不出场的东西决定着那些出场的东西 在这里 水 火 土 气实际上都成了演员 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是那个没有出场的导演 即冷热聚散的程度或数量 那个导演才真正决定了整个剧情的发展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 那个背后的东西 那种数量关系 才是真正的万物本源 它决定了万物之间的聚散离合和相互转化 这样就蕴含了另外一种关于本源的思维路径 即寻找现象背后的形式或本质的路径 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路径 而希腊形而上学的创始者毕达格拉斯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出现的 毕达格拉斯与阿纳克西美尼是同时代人 据说他也曾经求学于阿纳克西曼德 但是 他却走了一条与阿纳克西美尼完全不同的哲学道路 不过 在毕达格拉斯 关于数十万物本源的思想 与阿纳克西美尼的冷热聚散理论之间 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某些暗和之处的 关于毕达格拉斯的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 我们下次刻再讲 今天还是接着往下讲希腊的自然哲学 赫拉克利特与哲学的附线 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学派 是希腊的第一个自然哲学流派 在爱奥尼亚 还有另外一个哲学学派 即爱菲斯学派 爱菲斯学派基本上也可以归于自然哲学之列 虽然他第一次引出了哲学的附线 即现象与本质 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并存的两条线索 关于爱菲斯学派 我们只介绍一位主要的哲学家 他就是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 约前535到约前475 图片来源 拉菲尔 雅典学院 赫拉克利特 Hiraclitus 被鼎盛年大约在公元前495年 他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而且他的思想非常神秘和晦涩 晦涩到什么程度呢 就连西方哲学史上最晦涩的哲学家黑格尔 都把赫拉克利特称为晦涩的哲学家 由此可见他的思想有多晦涩 赫拉克利特这个人的生平也很有意思 他出身于艾菲斯城邦的王族 本来是可以继承王位的 但是他却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 他毕生感兴趣的事情就是进行哲学思考 所以他把王位让给了弟弟 自己远离凡尘 来到乡村隐居 过着一种贫困的生活 直到患水肿病死去 而且他平时也不喜欢和人打交道 因为他觉得艾菲斯城邦是一个堕落的城邦 尤其是当这个城邦的人们 吊死了他的一位好朋友以后 他就认为 这个城邦所有的成年人都应该被绞死 只有儿童除外 他平时喜欢和儿童一起置头子 玩各种游戏 当别人嘲笑他的时候 他则反唇相机 说道 你们还不如这些儿童 儿童是真正了解世界的 而你们却自以为很聪明 他的言行表现出一种大智若愚的特点 他经常就像德尔菲阿波罗神庙里的 女祭司一样 用一种极其晦涩的语言 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 这些具有双关含义的语言 一般人都听不懂 所以大家就觉得他很晦涩 而且赫拉克利特具有非常强烈的精英主义意识 他的愤世嫉俗和离群所居 使他的思想很难为一般民众所理解 赫拉克利特的基本观点 构成了两条相互交织的副线 其一为火本源说 其二为罗格斯理论 首先来看火本源说 按照阿纳克西美尼的事物转化图谱 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 火乃是比气更加稀薄 更加无定型 因此也就更加具有本源性的东西 埃菲斯与米利都 都是小亚西亚爱奥尼亚地区的城邦 赫拉克利特 必定是了解米利都派思想家的观点的 而且他对以前的思想家都抱着一种轻蔑之情 认为联合马 毕达格拉斯这些人都不能算是有智慧的 因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真正的世界本源 赫拉克利特明确地提出 火是万物的本源 整个世界就是一团不断燃烧 不断熄灭的永恒的火火 由于火的熄灭和燃烧 就产生了两条路线 火熄灭了 就变成了万事万物 这是一条下降的路线 而万事万物燃烧了 就富贵为火 这是一条上升的路线 通过火的不断熄灭和燃烧 一个又一个的世界 就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和毁灭掉 在他看来 火转化为一切 一切又转化为火 就犹如黄金换成货物 货物又换成黄金一样 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火本源说 但是赫拉克利特 在这种属于 自然哲学范畴内的火本源说之外 又从毕达格拉斯的数本源说 关于数本源说我们下次刻再讲 终发展出一套关于罗格斯的精深理论 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精英主义者 赫拉克利特已经明显地意识到 感觉本身的不可靠 并且运用思想的抽象能力 极力去捕捉现象背后的东西 或与万物之间的转化是属于 现象世界的事情 但是赫拉克利特却敏锐地意识到 这种转化之所以发生 一定是有着某种背后的根据 他把这种背后引而不露的根据叫做罗格斯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 火作为万物本源是一种不定型的东西 它与万物之间的转化更是变换不定的 但是在这不定型的本源和现象背后 还有一种定型的东西 正是他决定了火与万物之间的转化 这就像希腊悲剧中所渲染的命运一样 正是他决定了悲剧主人公的悲欢离合 和生死太佛 这种背后的定型之物 不同于感觉世界中的定型之物 它只能通过抽象的思想才能被把握 或者说 它只是在思想中才是定型的 而在感觉中你根本就无法找到它 这样一来 赫拉克利特就在生灭变化的 货物定型的万物本源 火 背后 又找到了一个不变不动 不生不灭的定型的思想范畴 罗格斯 兰布达 伽玛奥密克戎 关于罗格斯的思想 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赫拉克利特一方面说 万物的本源是火 整个世界是一团不断燃烧 不断熄灭的永恒的火火 但是它同时又加上了另一句话 那就是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 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 也就是说 火的燃烧和熄灭要按照一定的分寸或尺度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遵循一定的规律来进行 因此 火虽然是万物的本源 但是火之所以产生出万物 万物之所以复归于火 这一切都是由背后的分寸和尺度 也就是罗格斯所决定的 这样一来 在赫拉克利特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哲学的副线 即两条平行的线索 表面上的一条线是火与气 水 土等万事万物之间的转化过程 这个过程充满了生涅变化 是我们的感觉可以把握到的 背后的一条线则是罗格斯的神秘规定 这些规定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只有通过思维的抽象作用才能认识 而且这两条线之间具有一种平行的关系 也就是说 背后的那条线决定着表面的那条线 水、火、土、气之间的相互转化 就是因为这个罗格斯在起作用 水、火、土、气处于生涅变化之中 具有分云杂多的特点 而罗格斯却是不变不动 不生不灭 独一无二的 所以这两条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那个不变不动 不生不灭 唯一无二的罗格斯却制约着生涅变化 分云杂多的水、火、土、气和万事万物 因此二者之间又具有一种平行关系 这种以不变不动的思想抽象物或定型物 来说明运动变化的感性世界的做法 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特点 所以赫拉克利特的火本源说 虽然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 他的罗格斯理论却明显地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 就此而言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 可以看作对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 和毕达格拉斯学派的形而上学 圆端进行综合的一种最初尝试 正因为如此 赫拉克利特还没有像后来的巴门尼德那样 完全否定感觉对象的意义 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因为罗格斯理论而放弃火本源说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 罗格斯与火构成了一种复现关系 二者都是真实的 都具有真理性 只是相比而言 罗格斯更加实在和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已 而且赫拉克利特还进一步认为 这个罗格斯不仅仅是火与万物相互转化 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 而且是我们思维和言说的法则 他明确说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罗格斯 但是我们却往往对它充耳不闻 视而不见 由此可见 罗格斯不仅是万物遵循的客观规律 而且是思维应该遵循的主观法则 这样一来 主观的罗格斯与客观的罗格斯就统一起来了 也就是说 客观事物的规律或本质 与我们思维和言说的逻辑之间 具有同一性 罗格斯这个词 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意就是话语 也就是 罗格斯是离不开言说的 然而 这个罗格斯又不是一般的话语 而是概念性的话语 抽象的话语 是只有通过思想才能理解的东西 这就如同德尔菲阿波罗神庙中的女祭司的衬言一样 只有具有神灵一般智慧的人 才能弄懂其中的真正含义 在这里 赫拉克利特实际上已经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了 因此不久以后 巴门尼德才会明确地把这一思想表述出来 赫拉克利特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 他是古代辩证法的创始人 当然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 还没有辩证法这个词 辩证法 这个词 是稍晚一些时候 被智者和苏格拉底表述出来的 主要是指一种通过对话 来揭露对方的逻辑矛盾的方法 赫拉克利特所表达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不同于智者和苏格拉底的那种对话的辩证法 而是一种独白形式的辩证法 它倒是有些像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辩证法 即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和相互转化 对立面的统一等 所以 列宁才把赫拉克利特说 成是古代辩证法的创始人 赫拉克利特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可以概括为如下极点 第一 万物皆变 无物常驻 当然罗格斯除外 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也就是说 河水是不断变化的 转瞬之间就是另外一种情景了 第二 万物变化的根据是由于内在固有的矛盾 尽管他没有使用矛盾 对立统一这一类的概念 但他表述的思想内容却是这样的 比如他说 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块 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 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 在我们身上 生与死 行与梦 少与老都是同一个东西 后者变化了 就成为前者 前者再变化 又成为后者 这些说法 实际上表述了关于矛盾和对立统一的思想 第三 强调事物的相对性 例如 他说 最美的猴子与人相比也是丑陋的 这里虽然包含着辩证法 但是稍稍不慎就会流入诡辩论 万事万物处于不同的状态 因此他们的评价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事物的相对性 就会走向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赫拉克利特的这个观点 使我想起了庄子奇物论里面的一个典故 叫做陈于洛艳 这个词在今天是一个包一词 我们形容一个女子长得漂亮 常常说她有陈于洛艳之美 碧月修花之貌 但是在庄子那里 最初不是这样理解的 庄子的原意是说 世人都觉得稀释很美 但是于看见她却赶快躲到水底下去了 大雁看见她吓得都快掉下来了 这就叫陈于洛艳 也就是说在人看来是很美的东西 非情走兽未必会喜欢 这是强调事物的相对性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推向极端 由此认为没有任何真理是可靠的和确定的 一切都是相对的 这样就会走向相对主义和诡辩论了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以后讲智者时还要进一步涉及 辩证法在赫拉克利特这里 只是以一种朴素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而且在赫拉克利特的学派中 辩证法与诡辩论也经常纠缠在一起 从思想根源上来说 辩证法与神秘主义是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在联系的 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中世纪基督教背景下 辩证法都与神秘主义有着不解之源 这个问题很深邃 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我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黑格尔 宗教哲学中的辩证法与神秘主义的关系的 实际上 像赫拉克利特这样离群所居和孤方自赏的人 他成为古代辩证法的创始人 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即辩证法 往往是在一种神秘诡异的状态下 才能领悟到的 辩证法的确是很高明的东西 但是他同时也很神秘 对于常识而言 而且辩证法特别强调一个度 一旦超出了这个度 他就可能走向反面 走向诡辩论 这种情况在古希腊非常普遍 举个例子 赫拉克利特有一个学生叫克拉迪鲁 他把他的老实观于人 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观点推向极端 从而得出了人一次 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结论 为什么呢 克拉迪鲁诡辩道 当你走进这条河流的那一瞬间 河水本身也在流动 因此它已不是同一条河流了 所以 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这种诡辩论的要害就在于 他把运动推向了极端 只强调运动的绝对性 而否认了静止的相对性 所以 我们在学辩证法的时候 要注意把运动的绝对性 与静止的相对性统一起来 只承认一方 而不承认另一方 就会导致克拉迪鲁这样的诡辩 当然 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另外一种相反的诡辩 即执诺的诡辩 执诺就只承认静止的相对性 而否认了运动的绝对性 从而得出了飞溅不动的荒谬结论 从四根说到原子论 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 发展到赫拉克利特开始面临着一个转折 我们看到 米利都学派和爱菲斯学派的那些哲学家们 已经把自然界的基本元素基本都触及了 水 气 火分别被人当作万物的本源 当然 还有人提出过土 只是影响不大罢了 例如 希腊的一些游吟诗人 就表述过土是万物本源的思想 因此 水 火 土 气 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提出来了 再寻着这条路线就很难有什么进展了 在科学不发达的古希腊 如果要想找一个具体的自然物 作为万物的本源 那么可能没有什么东西比水 火 土 气更基本的了 从泰勒斯开始 到赫拉克利特 已经把这几种基本的自然物找了个遍 但是人们却发现 用哪一种来说明其他事物的产生和消灭 都存在着困难 都带有牵强的色彩 所以再往下发展 从思路上可能需要进行一种调整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再停留 再仅仅用一种自然物 来解释万物的旧思维模式中 不要纠缠于最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而是把这种生成论的视角 转换为一种构造论的视角 把时间上的追问 转换为一种空间上的追问 其追问万物到底是有什么构成的 这样一种新的追问方式 就导致了从四根说到原子论的产生 从而把希腊自然哲学推向了高峰 我在前面曾经讲到 古代的希腊是一个很广泛的地理概念 其地域范围包括爱琴海周边地区和南意大利 大希腊 希腊早期的四大学派 米利都学派 爱菲斯学派 毕达格拉斯学派和爱丽亚学派 都分布在爱奥尼亚和南意大利地区 没有一个在今天的希腊本土 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 希腊文化的中心也不在希腊本土 而在东方 小亚西亚 但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 雅典城邦在文化上迅速崛起 成为希腊世界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希腊城邦文化也因此而进入鼎盛时期 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 几乎所有的希腊哲学家都与雅典有关系 一些哲学家来到雅典之后名声大噪 如阿纳克萨格拉 普罗泰格拉 另一些哲学家 如苏格拉底 柏拉图 本身就是雅典公民 雅典无可争议地成为了哲学的家园 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希腊文化 鼎盛时期的第一位 自然哲学家却似乎与雅典没有什么联系 这个人就是生活在西西里岛 南部阿克拉嘎城邦的恩培多克勒 由于地理方面的联系 西西里岛与南意大利地区相毗邻 恩培多克勒 非常了解 毕达格拉斯学派和巴门尼德的观点 毕达格拉斯学派关于不同数量比例 造成不同事物的观点 以及巴门尼德的宇宙论 对于恩培多克勒创立四根说都有所避意 但是 恩培多克勒 显然是更多地继承了米利都学派 和爱 菲斯学派的自然哲学思想 恩培多克勒 大约生活 在公元前494 到前434年 他是一个很有造诣的科学家 医术非常高明 据说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因此当地的人们把他当作神一样崇拜 他的哲学可以说是对早期自然哲学的一种综合 而且第一次把探究本源的眼光 从时间维度转向了空间维度 从生成论转向了构造论 恩培多克勒 约前494到约前434 图片来源 Dominico Cooligo 1785 恩培多克勒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了所谓的四根说 他认为 世间万物都是由四个最基本的元素集水 火 土 气构成的 这四种元素不存在 谁产生谁的问题 它们都是最基本的东西 是本源 它们按照不同的比例构成了万事万物 比如说 我们的肌肉是由等量的四种元素混合而成 我们的神经是由一分土 一分火和二分水构成的 我们的骨骼是由二分水 二分土和四分火构成的 这种说法当然很可笑 但是他却表现了一种试图用数量关系 来说明事物的差别的观点 这个观点实际上在阿纳克西美尼那里就有了 也就是说 数量关系决定了事物的性质 但是与阿纳克西美尼不同的是 恩培多克勒提出了四种本源 而不是单一的气 在恩培多克勒看来 事物的产生就是水 火 土 气按照不同比例相结合 而事物的消灭就是这种结合体的分解 又重新复归于水 活 土 气 因此 生灭变化并非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 而是四根构成万物 万物又复归于四根 可以说 恩培多克勒的这一套思想 没有什么太高明的地方 无非是对以往自然哲学的一种顺理成章的综合而已 但是 对于恩培多克勒的观点 有一点是应该加以强调的 那就是 从他的四根说开始 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 不再从时间上来追溯万事万物的原始开端 而是转向从空间上 来探寻构成万事万物的基本元素 在这一点上 四根说 与希腊自然哲学的最高成就 原子论是一脉相承的 或者说 它开创了希腊自然哲学的元素 论或构造论的圆端 追问万物 最初是从水里还是从火里产生出来的 这是一个发生学或生成论问题 而追问万物是由哪些基本元素组成的 这是一个构造论问题 前者是时间上的还原 后者则是空间上的还原 尽管都是还原论 但是后者的水平明显要高于前者 因为时间上的追溯 是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 在缺乏高科技手段的古代希腊 人们在推论世界产生之初的情景时 只能根据神话和幻想 因此一段的成分非常明显 但是空间上的还原在当时却是可以做到的 虽然它的精确性 可以不断地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而提高 从常识上来说 把万物说成是有一些最小的威力 无论这些威力被叫做水 火 土 气 还是被叫做种子 原子 构成 要比说万物最初是从某种单一的物质中产生 更令人信服 这样 希腊自然哲学就从最初追溯万物的begining 转向了寻找万物的element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它不仅对于自然哲学 而且对于后来的自然科学发展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 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 基本上都不关心世界的时间开端 这开端通常被简单地归结为上帝的创造 而是致力于探究世界的空间结构 在西方思想史上 关于世界的时间开端 长期以来被看作一个神学问题 而世界的空间结构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直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 把发生学问题引入宇宙论之后 现代的科学家们才开始考虑宇宙的起源问题 温培多克勒在哲学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 他在水 火 土 气等四根之外 又提出了两种特殊的元素 即爱和恨 爱和恨是什么意思呢 在古希腊就是只有好和争吵的意思 这两个概念当然具有朴素性 温培多克勒用它们 无非是要表述一种始四根 彼此结合或相互分离的力量 他说 爱神用爱的钉子把万物定在了一起 然后仇恨则使得事物灭亡 也就是说 爱的力量使水 火 土 气按照不同的比例结合成为万物 恨的力量则使万物分解而富归于水 火 土 气 如果借助于后来亚里士多德的术语 那么水 火 土 气构成了事物的质量因 而爱和恨则成为事物的动力因 从动力因的角度来说 恩培多克勒的爱 和恨 可以看作于泰勒斯的灵魂 阿纳克西曼德的冷热干尸 阿纳克西美尼的冷热聚散 以及赫拉克利特的罗格斯一脉相承的 爱和恨在恩培多克勒那里 并不是指两种精神性的东西 而是指两种很稀薄的物质 比水 火 土 气更加稀薄 他们与其说 是像后世维新主义者们所说的精神实体 不如说是更像米利都学派所说的 冷热聚散之类的性质 明确地提出一种精神性力量 作为万物生灭变化动力的 是与恩培多克勒同时代的另一位自然哲学家 阿纳克萨格拉 但是恩培多克勒的功劳却在于 他已经明确地把事物的治疗 因与动力 因区分开来 虽然二者之间只具有量 细部程度 的区别 而不是质 物质与精神 的差异 但是 恩培多克勒的爱和恨 与米利都学派的冷热聚散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们是外在于治疗因的 在阿纳克西曼德等人那里 冷热等性质是阿派朗和其本身固有的性质 也就是说 动力因是内在于治疗因的 但是恩培多克勒却把爱和恨置于水 活 土 气之外 作为从外部推动 似根与万物相互转化的两种独立因素 这样一来就培养了一种思想倾向 这种思想倾向可以说一直影响到近代 这就是机械论的倾向 几种用外在动力来解释事物运动的理论 按照机械论的观点 物质本身是惰性的 是无法自己运动的 必须借助于一个外来的推动力才能运动 如果一个物质的运动是由另一个物质推动的 而另一个物质本身又需要第三个物质来推动 以此类推 最后必然会推出一个精神性的实体 如上帝 这个精神性的实体成为整个物质世界的终极动力 因 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在西方哲学史上 一直是一种主流观点 正因为如此 一直到18世纪 西方的唯物主义者往往都是机械唯物主义者 他们通常都无法避开上帝 来说明世界最初的动力问题 大家从小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熏陶 所以习惯于认为物质是自己运动的 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上一上来就写道 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运动的 所以在我们看来物质自己运动 这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物质是运动的呢 我们的这种观点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仅仅依靠经验观察 我们会发现有些物质是自己运动的 但是有些物质必须通过外物的推动才能运动 所以我们无法得出统一的结论 说物质都是自己运动的 或者都是被推动的 可见 当我们斩钉截铁地宣称物质是运动的时 这种观点无非是一种教养的结果 同样 西方人在极限论和宗教信仰的双重影响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与我们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 物质是不可能自己运动的 它的终极动因 只能来自某种超越的和能动性的精神实体 这同样也是一种教养的结果 你们想一想 牛顿在他的宇宙观中 为什么要搬出一个上帝来 除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之外 还有机械论方面的原因 大家知道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 万是万物受引力作用而处于运动之中 但是万物最初是怎么动起来的呢 一个运动者的世界固然受万有引力的支配 但是这个世界最初是怎么动起来的 这却是另一个问题 在今天的我们眼里 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假问题 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世界一开始就是运动的 因此 根本就不存在世界是怎么动起来的这种问题 但是 在牛顿的时代 人们却不是这样看问题的 自安培多克勒以来 动力就是与治疗相分离的 因此 一个物质世界的运动 只能从它之外去寻找原因 如果没有这个外在的动力 物质世界是不可能运动起来的 所以 牛顿就不得不让上帝在最初推了世界一把 然后世界才能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运动起来 上帝作为世界的第一推动者 保证了世界运动的恒长性和有序性 安培多克勒在对前人思想进行综合的基础上 用四根取代了单一的本源来说明万物的原因 这种从一到四的发展固然是一个进步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 这似乎又意味着某种倒退 因为希腊自然哲学的基本宗旨 就是要为世界万物寻找某种终极性的本源 就是要把杂多还原为单一 从泰勒斯一直到赫拉克利特 都是图用某种单一的本源来说明世界 但是 安培多克勒却从一个本源走向了四个本源 四是有限多 用有限多来解释无限多 这种做法与用一来解释无限多的做法 在性质上已经不同了 从逻辑上来说 如果安培多克勒可以用四个本源来解释万物 那么下一个哲学家 就可以用更多的本源来解释万物 岂有多少东西就寻找多少个本源 这样岂不是更全面吗 而这样一种思路 就导致了下一个哲学家 即阿纳克萨格拉的种子说 阿纳克萨格拉的种子说 阿纳克萨格拉 阿纳克萨格拉 生活的时期 是在约公元前500到约前428年 他出生于小亚西亚的一个希腊殖民城邦 但是从20岁左右起就一直居住在雅典 在他生命的后半段 雅典民主制达到了极胜状态 而雅典民主政治的杰出领袖 伯里克利 就是阿纳克萨格拉的学生 但是在伯里克利执政的晚年 阿纳克萨格拉关于太阳是一团燃烧的物质 月亮上有山谷也有人居住等观点 被当时保守的雅典人指责为无神论 因为当时的希腊人相信太阳和月亮都是神 雅典人本来要以无神论者的罪名处死他 多亏伯里克利从中斡旋 他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但是却被驱逐处雅典城邦 最后克死他乡 阿纳克萨格拉在哲学上的建树 是提出了种子说 根据我们刚才的思路 种子说应该是对恩培多克勒斯根说的一个发展 虽然阿纳克萨格拉比恩培多克勒还要年长几岁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听说过后者的斯根说 但是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 与其用四个本源来解释万物 还不如用更多的本源来解释万物 早期的自然哲学家用一来解释万物 阿纳克萨格拉对此表示不满 在他看来 一怎么能解释多呢 非肉怎么能解释肉呢 非骨头怎么能解释骨头呢 同样 四又怎么能解释多呢 因此只有多才能解释多 世间有多少种事物 就应该有多少种本源 他通过对万物进行一种空间上的海 原来寻找着无限多的本源 即把万物还原为最小的同类部分 比如说 骨头是由很多骨头的威力组成的 头发则是由很多头发的威力组成的 万事万物 就是由它们最微小的同类部分组成的 阿纳克萨格拉把这些最小的威力叫做种子 或者同类的部分 这无数多的种子就是万物的本源 阿纳克萨格拉 约前500到约前428 图片来源 Edward Levidesky 约以888 种子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从量上来看 世界上的事物是无限的 所以种子的种类也是无限的 有多少种事物 就有多少种种子 其次 从质上来看 世界上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差别 所以种子与种子之间也是有差别的 种子是一致的 讲到这里 我们就会发现问题了 如果我们用不同质的种子解释不同的事物 用多来解释多 这似乎又退到哲学产生以前的水平了 因为希腊自然哲学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在一中求同 在多中找一 就这一点而言 如果我们说每一种东西都是由它的最小威力构成的 那么这种解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在这种貌似退步的种子说里 其实蕴含着一种隐性的进步 因为每一种种子固然彼此不同 但是它们却都是种子 在这种现象的差异性中 已经暗含着某种抽象的同一性 在稍后的原子论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作为万物最后单元的原子 已经扬起了种子的抑制性 这样就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一 从这种意义上说 阿纳克萨哥拉的种子说 与安培多克勒的四根说一样 都成为从早期自然哲学的具象形态的一 水 气 活等 像原子论的抽象形态的一 原子 过度的中介 我们再来看阿纳克萨哥拉的世界模型 他认为世界最初是一团混沌 所有的种子都混杂在一块 后来发生了一次类似宇宙大爆炸的运动 于是混沌状态就分开了 同类的种子与同类的种子结合在一起 这样就形成了世间万物 由于最初的种子都是混杂在一块的 所以分裂之后 同类的东西里或多或少都包含了一点异类的东西 它们不可能是完全纯粹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了面包之后 在我们身上长出来的却是肉和头发 而没有长出面包来 因为面包里也包含着肉的种子 头发的种子 骨头的种子 以及一切的种子 所以 阿纳克萨哥拉就提出了 一切包含着一切的观点 这种观点 无疑是为了说明不同种类的事物 为什么会彼此转化 我们吃了面包 为什么会长出肉和骨头来 但是阿纳克萨哥拉的解释显然是非常可笑的 我们完全可以反驳它 即使面包里包含着肉和骨头的种子 但是毕竟是以面包的种子为主呀 否则它就不是面包而是肉或骨头了 那么 为什么为主的种子没有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 而杂带的那些微量元素 却在我们身上长出来了呢 所以 这种 一切包含着一切的观点 是很难蒙混过关的 在这里 我们又回到了一语多的问题 如果像阿纳克萨哥拉所说的那样 每一种种子都是抑制的 那么 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就是无法解释的 这个困难只有当原子论 把抑制的种子转变为同质的原子时 才能得到解决 阿纳克萨哥拉在哲学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就是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精神性的实体 吉努斯 Nuse 我们通常把它意味心灵或者灵魂 阿纳克萨哥拉认为 万事万物都有种子组成 种子是数量无限 性质相依的 但是不同的种子 之所以能从最初的混沌状态中分离出来 聚合成万物 以及万物最后又分裂和消散 富贵于种子 都是由于在它们之外 还有另一种精神性的本源 这就是努斯 正是由于努斯的作用 造成了万事万物的聚散离合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万物都在混沌中 然后由心灵出 对万物加以安排 如此看来 努斯与安培多克勒的爱和恨一样 都是治疗因 四根或种子 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动力因 而且努斯与种子是完全对立的 种子是多 努斯是一 种子是抑制的 努斯始终同一 最重要的是 种子是物质性的 努斯却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 这样 巴纳克萨哥拉就在西方哲学史上 第一次把精神性的东西 当作了物质运动的原因 努斯不仅仅是世界的动力因 而且暗含着目的因的异韵 努斯既然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 精神性的东西都是有理智的 因此当他对万事万物进行安排时 显然是有所意图或者目的的 这样一来 目的因就呼之欲出了 当然 阿纳克萨哥拉并没有直接涉及目的因问题 但是稍晚于他的苏格拉底却在他的影响之下 明确地提出了目的论 并且通过目的论 把哲学的兴趣从自然哲学转向了道德哲学和神学 这个问题 等我们讲到苏格拉底哲学是在说 总之 努斯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 如果我们说 赫拉克利特提出的罗格斯概念 后来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么 阿纳克萨哥拉的努斯概念 至少具有与罗格斯同样重要的地位 罗格斯所指的是事物固有的命运 规律或者逻辑 是一种客观规定性 而努斯所指的则是一种能动性的东西 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 如果我们说 罗格斯是一套客观规范的话 那么 努斯恰恰就是不断突破这规范和要求 重建新规范的一种动力 罗格斯代表着一种理性精神 而努斯则代表着一种非理性的或神秘的力量 二者之间的张力 成为推动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 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位自然哲学家 也就是希腊自然哲学的极大成者德摩克利特 他和苏格拉底 柏拉图师徒是同时代的人 而且在思想上与柏拉图是死敌 两人分别代表着希腊自然哲学 和形而上学的两座最高峰 再往后 就是整个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了 亚里士多德哲学 可以看作德摩克利特哲学 与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合体 至于亚里士多德以后 希腊哲学就开始日益衰退 因此 德摩克利特哲学与柏拉图哲学 亚里士多德哲学一样 反映了希腊哲学全盛时期的精神内涵 德摩克利特 Democrates 生活在约公元前460到约前370年 活了90岁 他出生在瑟雷斯地区的阿布德拉城邦 与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格拉是同乡 他早年曾经广泛地游历了埃及 波斯 巴比伦 印度等地 也曾到过亚点 并且听说过苏格拉底的大名 但是后者却不认识他 据说原子论最初并不是德摩克利特提出来的 而是由他的老师刘基波创立的 但是德摩克利特 却把他发展成为一套系统化的自然哲学世界观 这套世界观对于后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原子论的思想并不复杂 德摩克利特认为 万事万物的本源是原子和虚空 这个观点 显然是循着恩培多克勒 和阿纳克萨格拉的基本思想向前发展的 原子是什么东西呢 Atom 这个词在今天的物理学中 是指物质结构的某个层次 在原子上面有分子 在原子下面有电子和原子核 以及更小的质子 中子等 但是在古希腊 原子并不是一个物理学概念 而是一个哲学概念 它是构成万物的最后的单元 这个单元不是在物理实验室里发现的 而是通过抽象的思想得出的 按照古代自然哲学的还原论思路 我们可以在空间上把事物一步一步地分割 还原到最后的某个东西 即一个不能再分割的东西 我们一般习惯于认为 世界是无限可分的 根本不存在什么最后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还可以进一步分割 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一种教养的结果 在思想中 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分割的 但是对于古希腊人来说 世界是不可能无限地分割下去的 它一定要有一个终点 虽然这个终点或最后的单元 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 但是通过思想的抽象能力 人们却可以得出一个不可分之物的概念 在古希腊语中 原子 泡奥密克荣牛奥密克荣牛 这个词的原意就是指不可分割的东西 德摩克利特 约前460到约前370 图片来源 Thomas Stanley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655 如果就原子这个词的原意来说 今天物理学中的原子已经不是原子了 因为它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原子核和电子 在德摩克利特那里 原子就是指世界的最后单元 它更多的具有抽象性而不是具象性 原子在虚空中构成世界万物 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 而不是以一种物理学的方式进行的 但是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尤其是在近代唯物主义者那里 原子越来越被当作了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 作为哲学范畴的原子 日益与作为物理学层次的原子相混淆 因此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当物理学领域发生了一场重要革命 原子在物理实验室里 被分裂为原子核和电子时 唯物主义就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 因为它的最后堡垒 原子被分裂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列宁写了一本书 名叫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它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物质定义 就是你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里 学过的那个物质定义 这个定义不再把物质等同于原子 或者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 因为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 都可能被分裂 而是把它说成一个 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物质只是一个哲学范畴 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这个哲学范畴只有抽象的思想 才能真正把握 凡是客观实在的东西 都可以叫做物质 正如在德摩克利特那里 只有不可分割的东西 才能叫做原子一样 这样一来 物质又重新由一个物理学概念 变回到一个哲学概念了 事实上 当德摩克利特把某种不可分的东西 即原子 作为整个世界的最后单元时 它同样也是把一个思想的抽象物 哲学范畴 而非某种具象的东西 如水 火 土 气或种子等 当作最后的东西 与阿纳克萨哥拉的种子相比 原子虽然在数量上也是无限的 但是它们却是同质的 原子作为世界的最后单元 没有性质上的差异 只有形态 次序和位置方面的差别 那么 同质的原子 是如何构成千差百亿的万事万物的呢 你们在中学时都学过物理学 大家都知道物理世界越往微观方向分解 事物的性质就越简单 在宏观世界里 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太大了 正如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的 我们甚至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但是如果深入到微观世界 我们就会发现 千差百亿的物质世界 说到底不过是由一百多种基本元素组成的 这还只是原子水平 如果继续深入到原子以下的水平 世界就更简单了 事物的差异 无非贵解 为几个电子 分成几层围绕着原子核转动的问题 可见 大千世界 如果还原到微观层面 实际上就是由很少几个基本物质 中子 质子 电子等 按照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构成的 今天物理学的研究成果 已经充分证实了德摩克利特原子论的一个基本思想 那就是宏观世界中万事万物的质的差异 是由那些基本元素的不同排列组合方式决定的 这种由数量关系决定事物性质的思想 实际上早在阿纳克西美尼和毕达格拉斯等人那里 就已经萌芽了 在原子论中 同质的原子按照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 构成了不同的事物 德摩克利特比喻说 性质相同 形状有益的原子构成 事物就如同字母构成单词一样 例如N和O这两个形状不同的字母 排列方式不同 就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单词NO和N 这样一来 原子论就最终解决了一和多的问题 从而把希腊自然哲学推向了顶峰 原子的一个基本特点 就是它的充实性或不可入性 也就是说它内部是没有空间的 所以它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这些充实的原子 必须要以空虚的空间作为运动的场所 没有虚空 原子就无法运动 从而也就不能存在 因此 德摩克利特认为 虚空和原子一样 构成了万物的本源 德摩克利特原用巴门尼德的概念 把原子叫做存在 把虚空叫做非存在 因为虚空空无一物 但是它却认为 存在存在 非存在也存在 这个观点显然是与巴门尼德针锋相对的 德摩克利特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原子 在虚空中运动的具体图景 无数多的原子在虚空中做直线运动 发生碰撞后产生漩涡 最终构成了万事万物 这幅图景 颇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宇宙学 所描述的宇宙大爆炸景象 德摩克利特不同于安培多克勒和阿纳克萨格拉的另一个地方在于 它取消了原子之外的任何动力因 而把运动说成是原子自身固有的功能 这样它就把治疗因与动力因统一起来了 而且德摩克利特还认为 连灵魂也是由一种更稀薄的原子构成的 这样它就说明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同一性 精神最后被归结为物质 精神也是一种物质 这种思想影响了近代的许多唯物主义者 德摩克利特也反对目的论 因为原子既然可以自己运动 那么就不需要原子之外的超越的心灵来安排这个世界了 而如果没有一个超越的心灵来安排这个世界 也就不存在任何目的了 与苏格拉底的目的论观点相反 德摩克利特明确地表示 这个世界不存在任何外在的目的 它只遵循严格的必然性 必然性是由原子或物质的本性决定的 因此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 与这种内在必然性的思想相对 苏格拉底开创的目的论 则强调事物之外的智慧设计 每一事物都是由他所趋向的某种特殊目的所决定的 德摩克利特由于过分强调必然性 从而在认识论上导致了一种唯理论 在他看来 事物都是受内在必然性制约的 这必然性就是原子与虚空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仅仅凭着感觉经验来认识事物 他就会看到世界上的事物充满了偶然性 这只能说明他的认识尚未深入到世界的本质 即原子与虚空的关系中 反之 如果他运用自己的理性 深入到原子和虚空这两种本源的关系中 他就会发现 万事万物都是受着严格的必然性支配的 因此 德摩克利特在认识论上重视理性而轻视感觉 认为感觉执着于现象 只会产生一种暗昧的认识 只有理性才能把握原子与虚空的关系 产生一种真理性的认识 强调理性而贬义感觉 这一点似乎是大多数希腊哲学家共同的特点 不仅作为德摩克利特的思想先驱的赫拉克利特 是如此 而且 作为德摩克利特的理论 斯迪的柏拉图也是如此 这一共性 恰恰说明了希腊哲学家们对于抽象思想的重视 说明了他们或多或少都具有一种眼见为虚 思想为实的形而上学倾向 据一种传闻所言 德摩克利特在晚年 为了使自己免受感觉的愚弄 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以便专心致志地沉浅于思想之中 当然 这只是一种传闻罢了 关于希腊的自然哲学 我就讲到这里 下次课我们讲希腊形而上学的圆端 当然 古希腊人不可能这样精确地来定义人 他们的定义要简单得多 比如 认为人是两足而无羽毛的动物 或者像亚里士多德 那样把人定义为社会动物的 但是 这些定义都是一种抽象 而不是一种还原 第三讲 希腊形而上学的圆端 再上一次课 我们讲了希腊自然哲学的发展梗概 到了德摩克利特以后 希腊文化的鼎盛时期也就差不多过去了 再往后 进入亚里山大开创的希腊化时代 也出现过一些原子论者 如伊比丘卢等 但那都是希腊哲学的末流 哲学的重心已经不再探讨世界的本源问题了 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 我会在后面讲到 这堂课我要给大家讲的 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开端 这里主要涉及两位思想家 一位是毕达格拉斯 另一位是巴门尼德 他们分属于南意大利地区的两个哲学学派 讲了这个开端 以后 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讲希腊的形而上学 和实在论 也就是波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我们这堂课只是就形而上学问题开个头 所以这一讲的题目叫希腊形而上学的原端 毕达格拉斯学派 数本员说 我在前一讲中说过 自然哲学这条线更多的带有科学主义的味道 他们的哲学观点 后来与近代自然科学相融合了 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曾经抱怨说 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 比他以前或以后的任何学说 都更接近于现代科学的观点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 他在古希腊和中世纪 却被波拉图主义给压抑了 在古希腊时代 哲学与科学往往是不分家的 所以很多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 这种情况在小亚细亚的哲学流派中尤其普遍 但是在相对落后和闭塞的南意大利地区 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些哲学家 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 一上来就与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们不同 他们不是从时间上来追溯万物的原始 而是致力于探寻事物的内在规定性 借诸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 他们注重的不是事物的治疗因 而是形式因 即事物的本质 这是一种与自然哲学迥然而异的形而上学倾向 与自然哲学最初从具体的自然物出发的做法不同 这种倾向更加侧重于思想的抽象物 这种形而上学倾向的第一个奠基者 就是与阿纳克西美尼 差不多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 皮特哥拉斯的鼎盛年大约在公元前530年 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既是一个天才的数学家 也是一个神秘主义宗教团体的创始人 他的追随者们甚至认为 他是介乎于神与人之间的一种生物 毕达哥拉斯早年也生活在小亚西亚的一个城邦 据说他在年轻时 曾经求学于泰勒斯和阿纳克西曼德 后来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 而逃亡到南意大利地区的克罗顿城邦居住 并在那里创立了一个学派 即毕达哥拉斯学派 我们刚才说到希腊自然哲学 表现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密切关联 那么 希腊形而上学这条线 则使我们意识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 实际上 在古希腊 哲学 科学 宗教这三者是很难严格区分开来的 哲学与宗教 甚至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毕达哥拉斯这一派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 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哲学派别 他们既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 也具有极高的造诣 同时奉行许多奇怪的宗教禁忌 坚信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 比如说 这个派别严禁吃豆子 不许卖过门栓 不许把面包掰着吃 不许吃动物的心 不许杀生等 尤其是豆子 被他们视为圣物 据说有一次 毕达哥拉斯阻止人们打一条狗 因为他从这条狗的叫声中 听到了他过去的一位朋友的声音 他相信这位朋友的灵魂就附着于这条狗身上 还有一次 毕达哥拉斯在与学生聚会时 被他的仇敌所包围 在学生的帮助下 他本来已经逃出了包围圈 但是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片豆子地 由于豆子是神圣不能亵渎的 所以他宁愿被人抓住 也不愿践踏豆子地 他就是这样被仇人抓住并处死的 毕达哥拉斯 约前570到约前495 图片来源 拉菲尔 雅典学院 毕达哥拉斯精通音律 在谐音学方面颇有造诣 据说他发明了单弦琴 这种用一根弦和可以移动的琴马来演奏的乐器 使毕达哥拉斯发现了音程 他注意到 琴马之间的比率关系决定了谐音的差异 他把这种比率关系运用到天文学中 从而发现不同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 与作为谐音之根据的比率是相同的 这种运用最后使他体物倒数 比例 与万事万物甚至道德之间的关系 从而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哲学命题 即数是万物的本源 数是万物的本源 这个命题 与希腊自然哲学关于本源的所有命题 都相去甚远 无论是水 气或火 都是某种自然的物质形态 虽然被认为 具有无定型的特点 但是毕竟是具体的感性事物 但是树是什么呢 你无论把万物从空间上还原 还是从时间上还原 都无法找到一个叫做树的东西 然而你又不能否认 世上任何事物都具有树的规定性 都受到数量关系的制约 因此 就这一点而言 树与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 要远远超过水、火、土、气这类原始物质 与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 万事万物都与树相关 树就如同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一样 制约着每一个事物的性质 事实上 命运就是一种树 即通常所说的定数 然而 树又不是可以通过还原的方式 寻找到的一个有形之物 而是只能通过思想的抽象能力 才能把握到的事物现象背后的一种规定性 极量的规定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 当毕达哥拉斯提出树是万物的本源时 他一下子就把哲学提高了很多 把眼光投向了现象背后的本质或形式 尽管这种本质还不是一种质的规定性 而是一种量的规定性 但是它毕竟已经深入到本质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现象的层面 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 把树作为万物的本源 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米利都学派 从直观意义上来寻找万物本源的做法 而是付诸于抽象的思想 通过抽象而把握事物的本质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飞跃 你们可能要问 什么叫做抽象 抽象就是把事物千差百亿的感性现象抽掉 而去把握事物背后的规定性和共同本质 事物的现象是我们感觉的对象 但是事物背后潜藏的本质 却只有通过抽象的思想才能把握 而这本质通常被认为是决定事物存在与否的根本所在 比如我们说人是理性动物 理性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 但是理性本身却是任何感官都无法直观到的 只能通过对人的言行进行综合 归难而抽象出来 同样 当毕达格拉斯认为数十万物的本源时 他实际上已经用抽象的方法 来取代自然哲学的还原方法了 他已经开创了一条运用抽象思维 来把握事物本质的哲学道路 当然 这种抽象思维在毕达格拉斯那里 还远远没有达到纯粹的程度 数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形 还与几何学联系在一起 因此 毕达格拉斯 只是开出了希腊形而上学的一个圆端 在他的数本原说中 数与形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中 一方面 毕达格拉斯在解释数是如何构成万物时 仍然受自然哲学的影响 把数据像化与形相联系 他认为数是万物本源 一则是数的本源 在毕达格拉斯那里 已被神秘化了 它既不是奇数也不是偶数 但是它加一个奇数就构成了偶数 加一个偶数就构成了奇数 所以一是数的本源 而一以及由一构成了二 三 四等数都具有空间意义 一是一个点 二是一条线 三是一个面 四是一个体 从一产生出其他数 以及从数产生出万物的过程 被它描述为从点到线 从线到面 从面到体 然后由体按照不同排列方式构成水 活 土 气这四种最基本的自然物质 最后再由水 活 土 气构成万事万物 由此可见 在这里 毕达格拉斯 实际上是把作为万物本源的数 理解为具有几何形状的东西 或者物理学意义上的数 极具有广延性 占有空间位置 的物质威力 就此而言 毕达格拉斯的数本源说 与后来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也相差无几了 但是另一方面 毕达格拉斯又把数神秘化了 把数说成是在事物背后起作用 决定着事物性质的某种抽象物 在这种意义上 数 就成为万事万物背后的比例关系和抽象原则 就像希腊悲剧 终在英雄 背后起作用的命运一样 按照希腊悲剧的思想 英雄 甚至神 一生的凶吉太佛 最终 都是由钱藏 在他背后的那个神秘命运决定的 同样在毕达格拉斯这里 任何事物的性质 都是由他背后的数量关系决定的 比如 一象征着理智 因为它是最基本的数 二象征着意见 因为他摇摆不定 四和九象征着正义 因为它们分别是第一个 偶数二和第一个基数三的平方 五象征着婚姻 因为它是第一个偶数与第一个基数之和 八象征着爱情与友谊 因为八度因是谐音 十则象征着完满 因为它是一 二 三 四之和 这样的一些说法 固然有抽象的意味 表明了数量关系与事物性质之间的联系 但是 同时也明显地具有一种巫术式的神秘色彩 可见 在最初的抽象思维过程中 哲学与宗教是水乳交融地搅和在一起的 循着这条带有神秘色彩的抽象路径 毕达格拉斯进一步把事物的属性归纳为实 对相互对立的范畴 在这十对范畴中 最基本的一对范畴就是基数和偶数 然后 根据这一对基本范畴引申出另外九对范畴 即有定型与无定型 有限与无限 一与多 有与左 阳与阴 静与动 直与区 明与暗 善与恶 正方与长方 在这十对范畴中 前者都要优于后者 例如基数优于偶数 有定型优于无定型 等等 至于毕达格拉斯为什么会偏爱基数 而且这与他把事看作完满的观点相矛盾 我们也只能诉诸某种神秘的原因了 在有定型和无定型的问题上 毕达格拉斯虽然曾经求学于阿纳可西曼德 但是他的观点却与其是相反 阿纳可西曼德把无定型 阿派朗 当作万物的本源 毕达格拉斯对此深表不满 在他看来 无定型的东西怎么能够成为万物的本源呢 因为一个无定型的东西 什么也不是 而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东西 怎么可能成其所事呢 换一句通俗的话来说 无定型的东西就是无 无中怎么能生有呢 所以万物的本源一定必须是有定型的东西 但是毕达格拉斯所说的定型之物 与自然哲学的那些定型之物完全不同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有形之物 而是一个抽象的定型之物 那就是鼠 鼠是有定型的 但它只是在抽象的思想中才有定型 在感性世界中你却看不见 摸不着 所以这种抽象的有定型从现象的意义上说 即是无定型 这样一来 毕达格拉斯就把有定型和无定型统一起来了 当阿纳克西米尼用气来取代阿纳克西曼德的阿派朗时 他显然认为气技具有无定型的特点 同时又是一个可以肯定表述的自然之物 不像阿派朗那样只能否定的加以表述 但是气毕竟只是某种去向性的自然物 它不可能圆满地解释 有定型与无定型之间的辩证关系 与气相比 术就完全不同了 术并非一个具象的自然物 但它却是决定着一切自然物生命变化的 横长 命运 或定数 因此是一种无定型 现象意义上 本有定型之物 本质意义上 有定型与无定型之间的这种辩证统一 不是通过阿纳克西美尼那样 寻找某种虚无缥缈的自然物 气 的方式完成的 而是通过一种形而上学的路径实现的 即从变动不拘的现象背后 抽象出某种常驻不变的本质 数学与形而上学 20世纪 西方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 罗素在谈到毕达格拉斯哲学时 特别提到了数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他认为 数学与形而上学 乃至于神学之间 都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 罗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下面我们结合毕达格拉斯的观点做一点分析 大家知道 数学与实验性的自然科学相比 具有抽象的特点 它往往被人们称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 数学并非自然科学 就像哲学并非社会科学一样 但是 他们都分别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提供了无可或缺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 但是另一方面 正是由于数学所具有的抽象性特点 它难免会与形而上学和神学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非常容易助长某种形而上学或者神秘主义的倾向 在西方哲学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神秘主义者往往也是伟大的数学家 比如古代的毕达格拉斯和近代的帕斯卡 毕达格拉斯在数学上有一个伟大的成就 那就是发现了毕达格拉斯定理及勾股定理 根据这个定理 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之平方 等于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 实际上 埃及人在很早以前 处于丈量土地的需要 就已经创立了较高水平的几何学 希腊人在数学上最初是受了埃及人的启发 毕达格拉斯早年曾经到过埃及游学 他一定非常熟悉埃及人的几何学 埃及人早就知道 如果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是三 或者三的倍数 另一条直角边是四 或者四的倍数 那么这个三角形的斜边就一定是五 或者五的倍数 但是 埃及人却缺乏希腊人那样的抽象思维能力 他们没有把这种几何关系 表述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代数方程式 也就是说 埃及人已经知道 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之间存在着三 四 五这样的比例关系 但是他们却不能把它进一步表述为 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之平方 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 GA2加B2等于C2 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代数方程式 毕达格拉斯学派做到了这一点 并且他们从中得出了一种神学结论 认为这种严密的逻辑完美性 恰恰体现了神的智慧 但是我们从这个进步中所看到的 却是抽象思维的重要作用 它使得鼠第一次脱离了形而得到独立的表述 从而使代数作为一门科学成为可能 但是 毕达格拉斯定理的发现 很快就引起了数学史上的一场大危机 即不可同约数的危机 这场危机的数学意义我们姑且不论 但是 它在哲学上的重要后果 就是进一步加深了数与形的分离 导致了数的神秘化 使数学与形而上学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地讲一讲这场危机 假设我们面前有一个直角等腰三角形 它的两条直角边分别为一 那么它的斜边是多少呢 大家会回答说是 但是古希腊人不知道 是什么 他们对无理数还一无所知 在希腊人看来 如果我们不能用一个整数来表示这条斜边 至少可以用一个分数来表示它吧 根据毕达格拉斯定理 这个分数的平方等于2 因此这个分数的值应该大于1且小于2 于是 人们就在1和2之间通过归纳 来寻找这个分数 它到底是多少呢 2分之3不行 因为它的平方大于2 4分之5也不行 因为它的平方小于2 8分之11的平方还是小于2 16分之23的平方又大于2了 如此不断地推下去 人们越来越逼近目标 但是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分数 它的平方不多不少正好等于2 这样一来 希腊人就傻眼了 他们明明可以画出这样一个直角三角形 明明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斜边 但是却找不到表示这条边的那个树 也就是说 这条斜边与另外两个直角边不可通约 这种尴尬的状况 使得希腊人 对形与树之间的对应 性产生了怀疑 从而将树神秘化了 上面这个不可通约树的危机 是由毕达格拉斯学派 一个名叫希帕索 Hi Eppersos的人发现的 他的结论 极大的动摇了毕达格拉斯学派追求的逻辑完美性 据说他被驱逐出学派并被投入大海 但是 不可通约树的危机 却撕裂了毕达格拉斯学派 在树与形之间所建立的同一性 导致了二者的分离 从而造成了一种把树神秘化的倾向 形式感觉的对象 树则只有通过抽象的思想才能把握 云云众生都具有感觉能力 但是只有哲学家才能进行抽象思维 由于这种精英主义意识的影响 在许多西方哲学家看来 如果形与树发生了矛盾 那么应该受到怀疑的一定是形 而不是树 这种思想倾向导致了西方形而上学和维新主义的产生 也为逻辑和神学的智商性奠定了基础 所以罗素总结说 我相信 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 也是信仰 有一个超感的可知的世界的主要根源 人们根据数学变设想思想是高于感官的 直觉是高于观察的 如果感官世界与数学不符 那么感官世界就更糟糕了 结果所得的种种启示 就成了形而上学与知识论中许多错误的根源 罗素的总结非常深刻 思想对象与感性事物之间的这种对立 使得西方哲学总是喜欢追问背后的东西 追问感官无法把握的抽象实体和真理 这种思想路线通常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唯心主义 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叫做形而上学 正是这样一条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 构成了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根基和主脉 这条形而上学路线的源端 最初就是由毕达格拉斯学派的树本源说开启的 埃利亚学派 形而上学的最初发展 毕达格拉斯学派 开创了一条注重事物背后抽象实体的形而上学路径 这是与希腊自然哲学的还原论路径完全不同的 它更加具有哲学味道 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寻求万物的本源 在这个基本目标的指引下 自然哲学侧重于说明一语多的关系 形而上学则更加注重探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自然哲学在德摩克利特的原子论中 最终实现了一语多的统一 而希腊形而上学在其开端处 毕达格拉斯学派 就明确地把一本身作为万物的本源 不过这个一已经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 而是抽象的数 不如说是一种不生不灭 不变不动 始终如意的本质 在这种意义上 它实际上就是万事万物 都必须遵循的命运 霍罗格斯 这样 从毕达格拉斯的比例和数 就自然而然地进展到了 赫拉克利特的分寸 尺度霍罗格斯 赫拉克利特显然是了解 毕达格拉斯学派的思想的 他曾经明确表示 毕达格拉斯与河马一样 都称不上是有智慧的人 上堂课 我跟大家讲到了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出现的哲学复现 赫拉克利特一方面说世界在过去 现在和未来都是一团不断燃烧 不断熄灭的火火 另一方面 又强调 火与万物之间的转化是受罗格斯制约的 这样就展现了变动不拘的 杂多的自然之物与不变不动的 单一的罗格斯之间的平行线索 显然 赫拉克利特把罗格斯 作为万物背后的不出场的导演 这是深受毕达格拉斯的术本源说影响的 火与罗格斯之间的关系 和具体事物与术之间的关系 具有同构性 但是另一方面 赫拉克利特又深受米利都学派的影响 自然哲学的那一套东西他也不能舍弃 所以在他那里 火本源说 和罗格斯主义 这两条线是并行不备的 呈现为一种复现关系 虽然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意识 使他更加强调罗格斯的作用 但是他仍然承认 火与万物之间的转化是真实的 而非虚幻的 但是 同样 受毕达格拉斯影响的另一位哲学家巴门尼德 对于这两条线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 在他看来 只有背后的东西 罗格斯 才是真实的存在 而处于生命变化中的万事万物 则是一种虚幻的非存在 这样一来 巴门尼德就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中介 把毕达格拉斯所开创的形而上学圆端 与柏拉图的理念实在乱联系起来 巴门尼德是早期希腊四大哲学学派之一 埃利亚学派的重要代表 埃利亚学派与毕达格拉斯学派一样 也处于南意大利地区 我们发现在小亚西亚爱奥尼亚地区的两个哲学派别 米利都学派和埃菲斯学派都注重自然哲学 而南意大利地区的毕达格拉斯学派和埃利亚学派 却与形而上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人认为 这是因为埃奥尼亚地区航海业和商业都比较发达 人们的眼界开阔 科学技术水平也比较高 所以更多的关注自然现象 而南意大利地区较为落后 闭塞并且流行一些神秘主义的宗教 如厄刘西斯崇拜 奥尔福斯神秘记等 所以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方面的问题 从而培养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 科塞诺芬尼 约前570到约前478 图片来源 Thomas Stanley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655 埃利亚学派的第一位哲学家名叫 科塞诺芬尼 他是巴门尼德的老师 其鼎盛年大约在公元前530年 关于这位科塞诺芬尼的哲学思想 我不准备多讲 因为第一 我们对他的思想置之甚少 而且由于他活了很大的岁数 有人说有百岁之长 所以他与更加年轻的毕达格拉斯 甚至晚他一辈的赫拉克利特之间 很难说清水对水的影响更大 第二 他的思想还处于从神话向哲学的转化过程中 还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 科塞诺芬尼在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他对当时希腊城邦中流行的多神论 进行了怀疑和批判 在他看来 希腊人崇拜的那些与人同行同性的神 不过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度转出来的 所以希腊人的神就长得像希腊人 而埃塞俄比亚的神就是黑皮肤的 他嘲讽到 如果狮子和马也能进行创作的话 他们也会创造出狮子形和马形的神来 这个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 他颠覆了神创造人的传统观点 而主张神反而是被人创造出来的 这已经接近无神论的观点了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出无神论的结论 而是认为在这些人形的诸神背后 有一个不生不灭 唯一无二 不变不动的神 我们只能通过思想才能认识到这个神 他把这个神叫做一 这种观点与毕达格拉斯学派的思想如出一辙 这个作为一的神没有形体 不是我们感官的对象 他是通过思想的力量来推动一切事物的 显然 这个作为一的神 不过是一个尚未分化的抽象概念而已 他的逻辑结果就是 毕达格拉斯学派的数学 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一 毕达格拉斯略晚于克塞诺芬尼 克塞诺芬尼的另一个功绩 是他第一次运用闺谬的方法来进行论证 这种闺谬法 后来被埃利亚学派以及智者派运用的炉火纯青 他对赫拉克利特 克拉迪鲁 苏格拉迪等人的辩证法也多有影响 克塞诺芬尼为了论证那个作为一的神 是永恒的 他首先假定他是被生成的 那么他是从哪里生成的呢 他也把这个神称为存在 认为他或者是从同类的东西中生成的 或者是从不同类的东西中生成 但是他显然不能是从同类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 因为这样就等于说存在是从存在中产生的 他也不能从不同类的东西中产生出来 因为那样就等于说存在从不存在中产生出来 也就是无中生有 因此存在祸神既然既不能从同类的东西中产生 也不能从不同类的东西中产生 那么他就只能是永恒的了 显然在这套闺谬论证中充满了粗糙和鬼电的色彩 但是他毕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因此也就无可厚非了 巴门尼德的存在论 现在我们转向爱丽亚学派的主要代表巴门尼德 他的鼎盛年是在约公元前475年 巴门尼德出身于爱丽亚的一个富有的家庭 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从克塞诺芬尼 但是真正引导他走向沉思生活的 却是一位毕达格拉斯学派的哲学家阿美尼亚 巴门尼德曾经用六部运的诗题 写过一部哲学著作 他在这部著作中描述了 自己如何遇到了一位驾着四马高车的女神 他把她领进一座智慧之堂 使她认识了真理性的东西 同时也使她意识到 其他哲学家对于本源的看法 都不过是一些意见罢了 这种真理性的认识 在巴门尼德那里 是通过这样一对基本概念来表述的 存在者存在 非存在者不存在 或 是者是 不是者不是 巴门尼德 约前515到约5世纪中叶后 图片来源 拉菲尔 雅典学院 巴门尼德在克塞诺芬尼的影响下 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 即存在和非存在 存在这个词在西方语言里 是有事相通的 即必 或者用动词不定式来表示即to be 这个概念 在巴门尼德哲学中到底应该以为存在 还是以为是或有 学术界正说纷纭 这个问题涉及对古希腊语言学的理解 我们在这里不予讨论 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译法 即存在 那么 巴门尼德的存在到底是指什么呢 他本人并没有明确说出 但是我们寻着早期希腊哲学的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有一条明显的思想脉络 那就是从克塞诺芬尼的唯一无二的神 和毕达格拉斯的数 到赫拉克利特的罗格斯 再到巴门尼德的存在之间的逻辑联系 由此可以推论 巴门尼德所谓的存在 实际上就是只有行诸神背后的一 克塞诺芬尼的思想之神 现象世界背后的树 或者杂多事物背后的罗格斯 一句话 即指事物的本质 而所谓非存在就是指那个分云杂多 生灭变化的现象世界 存在者存在 非存在者不存在 对于这句话 大家可能听得有点糊涂 他听起来不是一种同于反复吗 那么 让我们来看看巴门尼德 是如何说明存在的特点的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了 巴门尼德认为 存在具有下面这些特性 第一 存在既不产生 也不消灭 他原用 克塞诺芬尼的那个规谬论证 来说明这一点 第二 存在是唯一无二的 它没有部分 不可分割 第三 存在是不变不动的 永远在同一个地方 即在自身之内 第四 存在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 在空间上却不是无边无气的或无定型的 它被强大的必然性包围着 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滚圆的球形 在存在的这几个特点中 前面三个 我们已经在克塞诺芬尼的思想之神那里看到了 因此 巴门尼德的存在 不过就是对克塞诺芬尼的 神的一种哲学表述而已 在克塞诺芬尼那里 不生不灭 唯一无二 不变不动的思想之神是与分云杂多 变化不已的希腊诸神相对立的 同样在巴门尼德这里 不生不灭 唯一无二 不变不动的存在 则是与处于生命变化之中的现象世界 即非存在 相对立的 而且 存在的这些特点 也完全适合于毕达格拉斯的 数核赫拉克利特的罗格斯 但是 为什么巴门尼德会认为 存在是有定型的 像一个球形呢 我认为 这显然也是受了毕达格拉斯思想的影响 在毕达格拉斯的十对范畴中 有定型是优于无定型的 而且我在前面也谈到过 毕达格拉斯对阿纳克希曼德把无定型 阿派朗 作为万物本源的不满 毕达格拉斯用思想中的定型之物 数 来取代阿纳克希曼德的无定型 而我们马上就要看到 巴门尼德的存在 恰恰也是一种思想中的定型之物 至于说存在像一个球形 那是由于在毕达格拉斯学派看来 球形是最完满的形状 因为在一个球形中 从球心到球面的任何一点都距离相等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 就会在存在的这些特点之间 发现一个明显的矛盾 那就是时间上的无限 不生不灭 与空间上的有限 有定型或有边际之间的矛盾 后来 巴门尼德的一个弟子麦里索 就发现了这个矛盾 他认为一个在时间上永恒的东西 存在 在空间上也应该是无限的 因此他就把存在修改成无定型或无限的了 通过对存在的上述特点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巴门尼德并没有明确说出存在 究竟是什么 但是这个概念在内涵上 显然与克塞诺芬尼的神 毕达格拉斯的数 和拉克利特的罗格斯是基本相同的 都是指称事物背后的本质 或者形而上学的实体 这个概念到了柏拉图那里 就被明确表述为理念 即idea 巴门尼德虽然还没有达到柏拉图那样的理论高度 但是它的存在显然已经不是指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了 而是指思想中的概念 所以他才强调只有思想才能把握存在 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说出存在 到底是什么的原因 因为存在实际上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 而所有具体的东西在他那里都被纳入了 非存在之力 由此可见 巴门尼德的存在 构成了从毕达格拉斯的 数到柏拉图的理念之间的一个必要终界 巴门尼德也因此成为希腊形而上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接力手 真理与意见 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是同时代人 他们两人在思想上具有一种复杂的关系 以往国内学者所写的西方哲学史 往往都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 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同意 实际上 巴门尼德的主要对立面是米利都学派 而赫拉克利特由于采取了一种复现的立场 所以 他恰恰构成了米利都学派 与巴门尼德之间的一个居间人 在某些方面 如火本源说 他是与米利都学派一脉相承的 在另一些方面 如罗格斯主义 他却与巴门尼德更加接近 如果我们采用巴门尼德的术语 把罗格斯叫做存在 把水 火 土 气等具体事物叫做非存在 那么巴门尼德的立场可以表述为 存在者存在 非存在者不存在 米利都学派的立场可以表述为 存在者不存在 非存在者存在 而赫拉克利特的立场则可以表述为 存在者存在 非存在者也存在 这也是德摩克利特后来明确表示的立场 可见 与巴门尼德针锋相对的是米利都学派 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 巴门尼德明确地宣称 有两条截然对立的道路 一条是真理之路 另一条是意见之路 前者主张存在者存在 非存在者不存在 后者则主张存在者不存在 非存在者存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巴门尼德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米利都学派的观点的 在他看来 那种执着于生命变化的自然物质 水 火 土 气 并且将其作为万物本源的做法 乃是一种粗鄙的意见 此外 像赫拉克利特那样主张存在 罗格斯 与非存在 火 可以并存并且相互转换的观点 同样也是一种意见 只有一种观点才是真理 那就是坚持存在者存在 非存在者不存在 巴门尼德关于真理与意见的观点 表明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 本体论上的分歧就导致了认识论上的分歧 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一样 有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 赫拉克利特认为 一般老百姓和他这样的哲学家之间的差别何在呢 就在于云云众生通常都对罗格斯充尔不闻 视而不见 同样 在巴门尼德看来 一般人 甚至某些哲学家 也仅仅留恋于转瞬即逝的非存在 看不到真正的存在 可见在认识论上 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也具有一致性 他们都强调背后的东西 虽然他们对于呈现在感官之中的东西的评价 是完全不同的 从巴门尼德那里 还可以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那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时候 脚马哲的老师一上来就会强调 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思维与存在和哲为第一性的问题 由此决定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分歧 其二是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思维能否正确地反应存在 由此导致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分歧 而这个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最初就是由巴门尼德明确地提出的 巴门尼德在区分真理之路 与意见之路时明确表示 非存在是我们无法认识和言说的 而存在者只能存在于思想和语言中 能够被表述 被思想的必定是存在 巴门尼德已经认识到 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能通过感觉来捕捉的 它只能通过抽象的思想才能把握 因此 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乃是同意的 当然 我们在第一讲中 曾经以一种怀疑论的眼光 考察过所谓的本质问题 本质到底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 还是我们人类思维投射到事物之上的一种结果 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解答的形而上学问题 但是 如果我们承认事物确实是有其本质的 那么这些本质 无论它被叫做树 罗格斯 存在还是理念 就只能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存在 就只能是思维的对象 而不能是感觉的对象 所以 只有具备抽象思维能力的人才追问本质问题 才通过概念思维来对本质进行规范 而动物从来都只执着于现象 动物不关注形而上学 存在不仅是可以被思维的 而且是可以被语言所表述的 因此在存在 思维与言说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在巴门尼德看来 一个东西如果既不能被思维又不能被言说 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 这个思想其实与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迪鲁的观点 具有相反相成的关系 克拉迪鲁认为万物无时无刻不处于流变之中 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对它们进行言说 因为当我们说一个事物是什么时 它已经发生变化而不再是什么了 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 如果处于生灭变化之中的现象 非存在 无法用语词来言说 那么反过来不是正好说明能够被概念所言说 和思维 的东西就一定不是现象 而是本质 存在 这样克拉迪鲁的观点就反正了存在与语言之间的同一性 当然 巴曼尼德是否了解克拉迪鲁的观点 我们无法确定 因为克拉迪鲁可能更年轻一些 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之间 却有着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语言是存在的家 这是海德格尔的著名观点 哲学问题追溯到最后 就回到语言那里去了 因为哲学是用概念来进行思维的 而所有的概念都离不开语言 所以存在 思维与语言这三者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 就拿我在这里讲课为例 我讲了一个多小时 讲的都是抽象的概念 没有拿出任何具体的实物来给大家看 但是你们却听懂了我讲的是什么意思 大家听懂的不仅仅是一些单词 而是这些单词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这不正是说明概念 语言和它所要表达的内容之间具有同一性吗 同学们能够进行抽象思维 所以能听懂我讲的东西 如果我对一只狗说 我要给你一根骨头 它能听懂吗 但是如果我拿出一根骨头给它看 它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所以狗只能进行形象思维 人却可以进行抽象思维 可以用语言来交流和传递信息 语言在表达存在时 虽然丧失了许多感性的成分 但是它却更加精面地表达了世界的本质 巴门尼德在存在 思维和语言之间建立了同一性 这种思想是非常高明的 但是 这种同一性很快就遭到了智者派的结构 这个问题我们下次课再讲 在结束巴门尼德哲学之前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 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 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存在是很不相同的 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它的存在不是指具体的存在物 而是指思想的抽象物 因此 它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看起来不过是思维与思维自身的同一性罢了 到了柏拉图那里 存在就被叫做理念了 人们通常认为 柏拉图的理念是摔成碎片的存在 而理念当然不能脱离思维 虽然柏拉图强调理念是一种客观精神 极一种可以独立于我们头脑而存在的概念 但是毕竟它只能在思维中才能被把握 才具有现实性 这样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就变成思维与理念的同一性了 而理念虽然不是感性的存在事物 但却是对感性事物的一种本质抽象 因此 巴门尼德 柏拉图意义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其实就是指思维与本质之间的同一性 极为有思维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才能对分云杂多的大千世界产生真理性的认识 这种观点 固然与我们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通常理解不同 但是它却非常深刻 它告诉我们 只有当思维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时 思维才能真正的反应存在 反之 如果我们仅仅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理解为头脑对感性现象的一种反应 那么我们就把哲学庸素化了 这样一来 连狗也会成为哲学家了 芝诺的诡辩论 埃利亚学派的第三位哲学家 名叫芝诺 他的贡献主要 是为巴门尼德的形而上学存在 论提供了大量的逻辑论证 但是另一方面 他的那些论证 也极大的助长了一种诡辩论的思想风气 这种思想风气 最后竟然在智者派那里 演化出一种吊诡的结果 发展成为一种解构形而上学的怀疑论 芝诺 芝诺 芝诺的鼎盛年大约是在公元前468年 他是巴门尼德的学生 也是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诡辩思想家 而且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辩证法的奠基者 据说芝诺身材伟岸 相貌堂堂 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 而且积极地参与城邦政治 由于密谋反对埃利亚城邦的建筑而身陷牢狱 最后因拒绝招供同谋者 而被建筑用酷刑折磨致死 芝诺 约前495到约前430 图片来源 Bernard Packardt 1699 芝诺本人在哲学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 他所做的工作 就是通过一套辩证法 或者诡辩论 来论证他老师巴门尼德的思想 尤其是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基本特点的思想 即存在是不生不灭的 唯一无二的和不变不动的 不生不灭与不变不动可以合并为一点 即不动 芝诺的论证方法与克塞诺分离大致相同 即通过闺谬和反正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巴门尼德的存在既然是不动的和单一的 而不动的对立面是运动 亦的对立面是多 所以芝诺就反过来证明运动和多都是虚假的 从而得出不动和一是真实的结论 我们已经讲过 自然 哲学家们所说的本源 大凡都是生命变化和数量咋多的 而形而上学这条线的哲学家们提出的本源 却往往具有不变不动和唯一无二的特点 到了巴门尼德那里 更是明确地把运动和杂多的事物称为非存在 而认为存在是不动的和单一的 芝诺的论证 就是要从逻辑上 来支持和巩固巴门尼德的这个观点 芝诺的论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运动的否定 二是对多的否定 我们先来看看对运动的否定 这一类的论证包括 二分法 阿卡留斯追乌龟 飞舰不动 运动场 等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讲其中的三个 第一个论证叫二分法 芝诺论证说 当一个运动的事物要从A点到达B点 他首先要走完整个路程的二分之一 而他要到达这个二分之一的地方 又得先走完这二分之一路程的二分之一 如此推下去 他永远也不可能到达B点 第二个论证叫阿卡留斯追乌龟 阿卡留斯是希腊传说中的大英雄 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赛跑冠军 跑得很快 但是芝诺却证明 阿卡留斯追不上乌龟 他是这样证明的 阿卡留斯在乌龟身后一段距离 然后开始追赶乌龟 他要想追上乌龟 首先必须到达乌龟刚才出发的地方 而当他到达那个地方时 乌龟已经向前爬了一小段 于是 阿卡留斯又必须首先到达乌龟 现在所在的那个地方 而在这一段时间里 乌龟又往前爬了一点 以此类推 阿卡留斯只能无限地接近乌龟 却永远也追不上乌龟 第三个论证叫做飞剑不动 一只剑从A点飞到B点 要经过A点与B点之间的所在点 在每一瞬间 它都处在某一点上 在这一瞬间 它在这个点上是不动的 否则我们就不能说它在这一点上 从A到B的距离 是由其间的每一点集合而成的 飞剑在每一瞬间 在每一点上都是不动的 不动加不动仍然等于不动 所以飞剑不动 乍一听到这些论证 你们一定会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 大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这些论证是有问题的 是一种诡辩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你们能说清楚吗 其实 这些论证的共同特点就在于 把空间距离 以及所用时间 无限地往小分割 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是在现实中却是不可能的 这个问题在数学上涉及极限理论 在哲学上 则涉及运动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关系 知诺论证的要害就在于 只强调运动的间断性 而否认了运动的连续性 虽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 把运动分割为无数个间断的片段 但是在现实中运动却是连续的 不间断的 因此 知诺的论证确实是一种诡辩 但是问题在于 对于当时希腊人的理论水平来说 知诺的论证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 大家生活在21世纪 受过大学教育 蒙一听到这些论证都还有些糊涂 至少一时说不清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就更不用说2000多年前的希腊人了 那个时候 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极限理论 也不了解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关系 知诺的这些论证一下子就让他们晕头转向 不知所措了 你们可能会说 这些论证的结论是与常识相违背的 对 确实如此 知诺恰恰就是要通过这些论证来说明 常识是不可靠的 感觉总是在欺骗我们 你们不是分明看见阿卡留斯 一下子就追上乌龟了吗 但是知诺却告诉你们 阿卡留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 这是证明的结果 逻辑是比感官有利的多的证据 你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假象 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假象 因为证明告诉我们 运动只能导致荒谬的结果 阿卡留斯追不上乌龟 飞舰不动等 这就是知诺论证的意义 它就是要颠覆感觉 颠覆常识 颠覆眼见为识的传统 培养一种运用纯粹的逻辑推理 来认识世界的思维习惯 用思想中的真实来否定 和取代感觉中的真实 它的这些论证的结论就是 运动是虚假的 荒谬的 真实的世界 存在 是不动的 知诺的论证 无疑带有诡辩的色彩 但是它同样也蕴含着辩证法的萌芽 我们在前面讲到 赫拉克利特的学生 克拉迪鲁 由于把运动绝对化 片面的强调运动的连续性 而得出了人一次 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结论 而知诺却与他正好相反 他把禁止绝对化 片面强调运动的间断性 而得出了飞舰不动等结论 而辩证法 恰恰是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统一 例如对于飞舰的问题 辩证法的回答是 它在每一瞬间记在某一点上 也不在某一点上 这种记在又不在的辩证关系 恰恰说明了运动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 当然 运用辩证法是很难把握度的 一旦超出了度 辩证法就会流于诡辩论 但是 正是由于克拉迪鲁和芝诺等人 分别发展了诡辩论的两个相反的方面 后来的思想家们才可能使变证法逐渐完善 芝诺的第二类论证是对多的否定 这方面的论证也有许多 例如大小的论证 鼓励的论证地点的论证等 这些论证比较枯燥 而且带有强词夺理的色彩 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小的论证 旨在反对存在是多的观点 因为只要事物有大小 它就不可能是单一的 芝诺论证道 如果一个事物有大小 那么它就会有各个部分 而如果它有各个部分 它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 而是一个聚合体了 而且它只要有部分 那么部分还可以有部分 如此推下去 事物将由无限多的部分组成 如果每个部分都有体积 那么无限多的部分加起来 就会是无限大的 如果每个部分都没有体积 那么无限多的部分加起来 还是等于零 所以 无论这些部分是有体积的 还是无体积的 其结果都是荒谬的 因此芝诺得出结论 存在不可能有部分和有大小 它只能是单一的 古力的论证就比较简单了 芝诺询问智者普罗泰格拉 一粒骨子落到地上会不会发出声音 后者回答说不会 芝诺接着说 一斗骨子落到地上却会发出声音 一斗骨子是由一粒一粒的骨子集合而成的 一粒骨子落地无声 一斗骨子落地为什么会有声音呢 芝诺由此得出结论 多会导致矛盾 因此是虚假的 这个论证看起来是很荒谬的 但是它却涉及一个模糊学问题 而且后来演变出古堆论变 多少粒骨子才能组成古堆 秃头论变 把多少根头发才能成为秃子 等一系列问题 芝诺的这些带有诡辩色彩的论证 无非是要说明 存在是不变不动和唯一无二的 它是通过规谬法和反正法而得出这个结论的 虽然芝诺不是第一个进行逻辑论证的人 但是他的论证却非常有系统性 而且确实把当时的希腊人弄糊涂了 使得人们对感觉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芝诺的这些论证 是不能用感觉的证据来加以反驳的 因为他们被提出来 本来就是为了反对感觉的证据 这些论证虽然充满了诡辩的色彩 但是 他们毕竟培养了一种重视逻辑推理 而轻视感觉经验的倾向 这种倾向对于推动西方哲学 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我们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 可以反对这种倾向 但是 我们却不能不承认 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巴门尼德还有一个弟子叫麦里索 麦里索 鼎盛年约在公元前441年 关于它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 麦里索的主要贡献 就是把巴门尼德的存在 从一个有限 或有边际的球体 变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东西 在麦里索看来 一个有限的东西就不可能是唯一无二的 因为说它有限就是指它被另一个东西所限制 而且存在作为一个在时间上永恒的东西 在空间上也必须是无限的 否则二者之间就会出现矛盾 麦里索的功劳 就是从时间上的永恒 推出了空间上的无限 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正是这种做法为反对爱丽亚学派的智者 高尔吉亚 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据 第四讲 希腊怀疑论与道德哲学 在这一讲 我要讲的问题是希腊的怀疑论与道德哲学 也就是智者派与苏格拉底哲学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 这一讲所讲的怀疑论 主要是指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严格地说应该叫做早期怀疑论 因为到了希腊化时代 又出现了一个更加出名的怀疑论 那就是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论 这两个怀疑论之间有着密切的思想联系 希腊化时代的怀疑论 可以看作对智者派思想的一种逻辑发展 我们这一讲涉及的只是早期怀疑论 及智者派的观点 无论是智者派还是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 都表现出了一种对早期希腊自然哲学 和形而上学的怀疑态度 他们把探究的眼光从天上转向了地上 从自然转向了人生 从而把早期四大学派关心的本源问题 暂时搁置在一边 但是 虽然智者派和苏格拉底 都具有强烈的怀疑意识 他们的终极目标却是迥然而异的 智者派通过对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解构 走向了一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是彻底的摒弃了本源问题 而在苏格拉底那里 怀疑却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论原则 他要通过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怀疑 在道德哲学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种形而上学 这个任务后来在他的弟子波拉图 以及波拉图的弟子 亚里士多德纳里圆满地完成了 智者派 不断论与怀疑论 上一讲讲到埃利亚学派的执诺时 我们就已经涉及诡辩论和辩证法了 在执诺那里 辩证法还是以一种独白的方式来表述的 到了稍后的智者派和苏格拉底那里 就出现了一种对话的辩证法 辩证法主要就表现在彼此的对话之中 事实上 辩证法 Dialactic 这个词的最初意思就是指对话 辩证法就是在对话双方相互劫难对方的观点 揭露对方的逻辑矛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所以 辩证法的真正发展 是在辩论术成为一门显学的情况下 才成为可能的 在公元前五世纪 随着城邦文化的兴盛和民主政治的崛起 辩论术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城邦公民来说 无论是参与政治还是进行法律诉讼 都需要具备良好的口才 在这种情况下 就出现了一门教人辩论技巧的学问 即辩证法 而那些以此为生的专业人士 就自称为智者 Sophist 据说普罗泰格拉是第一个自称为智者的人 极有智慧的人 我们再上一讲 把知诺的诡辩论放在希腊形而上学 这部分来讲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知诺的这一套诡辩 就是为了支持 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思想的 他运用一种诡辩的方法来论证形而上学 但是诡辩论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 运用诡辩论来论证形而上学 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对爱丽亚学派的智者们 马上就学会了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他们运用诡辩论来解构形而上学 从而走向了一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从古希腊时代开始 怀疑主义就与形而上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从此以后 怀疑主义一直就是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理论 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死对头和最棘手的敌人 你们平时所了解的一些哲学对立 其实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对立 对立双方的根基都是扎在同一块土壤里的 比如 我们一些教科书里 大力渲染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 其实二者都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 这里的形而上学一词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的 即指一种超经验的实体主义或实在论观点 而不是指那种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僵化方法 都是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一种独断论的基础之上 而怀疑主义则是从根本上反对独断论的 它的基本宗旨就是 对一切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根据进行解构 就这一点来说 怀疑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对立 才是一种根本的对立 所以 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 都对怀疑主义深恶痛绝 这一点 我们从智者派对希腊自然哲学 它通常被我们叫做唯物主义 和形而上学 它通常被我们叫做唯心主义 一视同仁的解构中就可见一斑 形而上学独断论表现了一种宏大的叙事主题 充满了悲情主义的崇高意识 它使人的灵性深受感染 从而充分显示出哲学的超越维度 但是 人不能老是面对这种崇高的独断论 独断论就像被多分的命运交响曲 充满了神圣而崇高的旋律 但是如果让你天天都听它 你就会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疲惫 这是一种审美疲劳 即使是再美的东西 看久了也会使人生卷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精神就需要小气片刻 调剂一下 听一点轻松的流行音乐 而怀疑论就是这样的流行音乐 它不像独断论那样充满了气势磅礴的情怀 具有复杂而系统的理论构架 但是却体现了一种阴柔鲜巧的智慧 它的目的不在于建构 而在于解构 在于有利而准确的攻击型而上学独断论的 阿卡留斯之种 所以我们可以把智者派的出现 看多对早期希腊哲学崇高庄严的读断 论观点的一种轻松而睿智的调剂 事实上 智者派正好构成了从早期希腊形而上学圆端 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 实在论过度的一个否定性的中介 而苏格拉底则构成了这种过度的一个肯定性的中介 智者们生活的时代稍晚于芝诺的时代 据柏拉图记载 芝诺与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都有过对话 普罗泰格拉比芝诺年轻近十岁 苏格拉底则是在芝诺的鼎盛年前后出生的 他们都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 那个时候的希腊城邦社会 就像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样 邦国伶俐 思想自由 尤其是雅典 由于其民主政治兴盛和文化繁荣 而成为思想家的热土 在当时的城邦生活中 辩论风气极盛 一个城邦公民智慧的标志 就表现在他的口才上 智者们由于以教人辩论数为职业 浪迹四方 游说天下 所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苏格拉底 波拉图 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却对智者颇为不屑 苏格拉底挖裤智者只是教人如何说话 但是重要的不是如何说 而是说什么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与智者的差异 智者注重的只是形式或者辩论技巧 而苏格拉底却对形式背后的内容更加关注 他要通过辩论揭示出背后的实质内容 亚里士多德则把智者们贬义为 靠一种似是而非的智慧 赚钱的人 苏格拉底尤其对智者这个称为深微反感 他认为智慧 Sophia 这种东西绝不是我们人类可以妄称拥有的 所以针对智者Sophist这个狂妄的称谓 苏格拉底就谦虚地自称为哲学家 Philosopher 及爱智者 而Sophist这个词后来就逐渐演变为一个贬义词 即诡辩家 尽管遭到希腊主流哲学家们的贬义 但是智者们确实都是一批绝顶聪明的人 在他们的诡辩中闪烁着许多智慧之光 而且他们对古代辩证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位最著名的智者 一位是普罗泰格拉 另一位是高尔吉亚 普罗泰格拉与一切皆真的相对主义 普罗泰格拉 Propagoras 约前490到约前420 出生在瑟雷斯地区的阿布德拉城邦 曾经两次来到雅典 而且与年轻的苏格拉底有过一次辩论 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思想家西塞罗 在评价苏格拉底时 曾说苏格拉底第一次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人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苏格拉底开始把哲学研究的重心 从自然界转向了人的世界 但是实际上 在苏格拉底之前 普罗泰格拉就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 普罗泰格拉是古希腊第一个把眼光从课体 自然界转向主体人生的哲学家 普罗泰格拉的思想锋芒 是直接针对爱丽亚学派的 爱丽亚学派把唯一无二和不变不动的存在 当作世界的本源 而普罗泰格拉以及高尔吉亚 恰恰要说明 这个所谓的唯一无二和不变不动的本源 本身就是假的 他们使用的方法非常类似于之诺的诡辩数 但是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爱丽亚学派所强调的那个客观的单一的存在 相对立 普罗泰格拉提出了他的著名命题 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图片 普罗泰格拉 约前490到约前420 图片来源 1637 尺度是什么意思 我们曾经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接触过 尺度或分寸这个概念 它就是指事物的规定性 准则霍罗格斯 过去 这个尺度 霍罗格斯 总是被当作唯一的和客观的 这种观点典型的表现在巴门尼德的存在上 但是普罗泰格拉却认为 人是万物的尺度 存在与非存在是因人而异的 这样就第一次把尺度由客观的准则变成了主观的准则 而且由于人是个体性的 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尺度 因此尺度又由于变成了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 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个命题 就是对单一的和客观的存在或罗格斯的结构 普罗泰格拉明确地说道 事物对于你就是他向你呈现的样子 对于我就是他向我呈现的样子 他举例说 刮风时有人会感觉冷 有人却并不觉得冷 因此我们不能说风本身是冷的或不冷的 我们只能说风对于那个觉得他冷的人是冷的 对于那个觉得他不冷的人就是不冷的 这样一来普罗泰格拉就把埃利亚学派的形而上学 独断论推向了一种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就是以每一个个体作为世界的参照系和准则 世界是什么样的 那就要看他在你眼里如何呈现 因此我们就不能再说这个事情本来是什么样的 而只能说他对我是什么样的 因为一切都是因人而异的 普罗泰格拉感叹道 问题是晦涩的 人生是短暂的 甚至连神 我们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像什么东西 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固然只是道听途说 即使是克塞诺芬尼的那个唯一无二的神 也不过是无稽之谈 事实上 我们只知道我们对神一无所知 神是如此 存在和罗格斯也是如此 单一的存在和罗格斯已经分裂成无数的碎片 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知识和感觉 我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知识和感觉来认识世界 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格拉表达了一种非常高明的思想 具有大彻大悟的特点 当哲学家们都在各知己见地争论着到底什么是万物的本源时 普罗泰格拉却告诉人们 万物的本源就是你眼中所看到的那个东西 就是你思想中所推论的那个东西 简言之 万物的本源无非就是你自己的感觉 你自己的认识罢了 这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预言故事 一副盾 一面是金色的 另一面是银色的 站在两面的人激烈的争论着 有人说盾是金色的 有人说盾是银色的 只有那个脉盾的人心里明白 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着面盾 它就是什么颜色的 而普罗泰格拉就是这个麦顿的人 他堪称古希腊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者 当大家都在就某个问题 本源问题 激烈的争论时 他却冷言冷语地告诉大家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他把问题本身解够了 你们说他高明不高明 普罗泰格拉说的其实一点也不错 他只是客观地揭示了一个真实的情况 即每个哲学家都只能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 只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世界 大家仔细想一想 在普罗泰格拉以前的哲学家 有的说万物的本源是水 有的说万物的本源是火 有的说万物的本源是树 有的说万物的本源是存在 众说纷纭 这恰恰不是说明万物的本源因人而异 人是万物的尺度吗 被米利都学派当作存在的东西 在巴门尼格看来就是非存在 反之也是如此 这不正是说明存在与否的尺度在于个人吗 由此可见 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个观点把古希腊哲学滋滋以求的意愿和客观本质 彻底打碎了 使之变成了主观的多 每个人都有一个尺度 每个人用这个尺度所衡量的世界都是正确的 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罗格斯 于是 这种相对主义就导致了一种一切皆真的结论 即每个人从自己角度出发 所认识的世界都是真实的 普罗泰戈拉的第二个著名命题是 一切理论都有其相反的说法 这个观点也非常有意思 它是对相对主义立场的一种表述 但却可能导致颠覆相对主义的结果 从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 一切理论当然都有其相反或对立的说法 而且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 一切皆真 从实践上看 古希腊哲学的一些理论确实是互相对立的 而且每一方都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 所以 普罗泰戈拉的这个命题 倒是客观地反映了一个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命题确实自身陷入了悖论 因为一切理论都有其相反的说法 这个命题本身有没有相反的说法呢 这个命题也是一个理论 属于一切理论之列 因此它也应该有相反的说法 于是 我们就引出了一个与这个命题正好相反的命题 即并非一切理论都有其相反的说法 这样就颠覆了这个相对主义的命题 换言之 由于普罗泰戈拉把相对主义绝对化 从而就走向了相对主义的反面 即否定了相对主义 当然这个问题涉及悖论 那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理论深渊 我们只能就此打住 有一个关于普罗泰戈拉的著名故事 与这个问题相关 普罗泰戈拉教人辩论术时有一条规矩 学生先交一半的学费 等学成以后 打赢第一场官司再交其剩下的一半 有一个学生学成之后 辞职不交剩下的一半学费 理由是他还没有打赢第一场官司 为了崔海所欠学费 普罗泰戈拉不得不把学生告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 普罗泰戈拉对这位学生说 这场官司无论我打赢了还是打输了 你都得把这笔钱交给我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胜诉 法庭就会判决你还钱给我 如果你胜诉 那么按照我们当初所定的协议 你打赢第一场官司后就要交其剩下的学费 所以你仍然应该把钱交给我 没想到这个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用同样的理由论证 无论他胜诉还是败诉 他都不应该把这笔钱交给普罗泰戈拉 因为如果他胜诉了 按照法庭判决 他当然就不应该把钱交给普罗泰戈拉 如果他败诉了 那么按照当初的协议 他只有打赢了第一场官司才交钱 所以他仍然也不应该把钱交给普罗泰戈拉 这个故事 恰恰揭示了相对主义的一种吊诡的尴尬 正如柏拉图所指出的 普罗泰戈拉的这个相对主义的命题 既摧毁了其他理论 又摧毁了他自身 普罗泰戈拉 解构了埃利亚学派的形而上学 独断论 走向了一切皆真的相对主义 但是从逻辑上来说 如果一切彼此差异 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都是真的 那么也就没有任何观点是真的了 因此 从普罗泰戈拉的一切皆真的相对主义 欲然就会转向高尔吉亚的 一切皆假的怀疑主义 高尔吉亚与一切皆假的怀疑主义 高尔吉亚 Gorgeous 前483到前375 是一位长寿的哲学家 活了100多岁 他出生于西西里岛的一个城邦 曾经师从之诺和安培多克勒 擅长诡辩论 如果说 之诺曾经用诡辩论来论证 其实巴门尼德的观点 那么 高尔吉亚则用诡辩论颠覆了 其师之诺的论证 高尔吉亚 实际上是把普罗泰戈拉的理论 进一步往前推进了 他把普罗泰戈拉的 一切皆真的相对主义 推到了极端 从而得出了一切皆假的怀疑主义结论 高尔吉亚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命题 即无物 存在 即使有物存在 也无法认识 即使认识了 也无法告诉别人 这三个命题分别 是针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 思维与存在是同意的 以及存在与思维的同意 能够被表述等三个基本观点的 图片 高尔吉亚 前483到前375 高尔吉亚是知诺的学生 他像其实一样运用反正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知诺已经证明了 作为多核运动的非存在是虚假的 因此 高尔吉亚只要证明作为意和不动的存在 也是虚假的 那么就可以得出一切结假 无物存在的结论了 大家必须注意 在这里 高尔吉亚与知诺一样 只考虑逻辑的推理 不考虑经验的事实 这是一种纯粹的思想游戏 所以 哪怕这种推理得出的结论 是与事实完全背逆的 大家也不必见怪 第一个证明是这样的 为了证明 无物存在 高尔吉亚首先假定有物存在 有什么物呢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非存在者存在 第二种情况是 存在者存在 第三种情况是 非存在者和存在者都存在 如果有物存在 那么就只有这三种情况 不可能有第四种情况 下面 高尔吉亚就对这三种情况 逐一进行了反驳 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即非存在者存在 高尔吉亚认为 这个命题根本就不用反驳 因为非存在者 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不存在的东西 当然不存在了 而且 如果非存在者存在 那么存在者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种说法 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种情况即存在者存在 对这个命题的反驳比较麻烦 高尔吉亚 首先进一步把存在者 分为三种可能的情况 A 它是永恒的 B 它是派生的 C 它既是永恒的又是派生的 如果有存在者的话 它当然只能是这三种情况之一 现在我们先来看A 即存在者是永恒的 永恒是指时间上的无限 根据爱丽亚学派麦里索的观点 时间上永恒的东西 在空间上也应该是无限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问 这个空间上无限的存在者在哪里存在呢 或者说它与它所存在的场所是什么关系呢 这样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A 它小于存在的场所 B 它等于存在的场所 C 它大于存在的场所 首先 如果它小于存在的场所 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无限的 因为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无限的东西更大 所以 这个无限的存在者 不可能小于它所在的场所 这样就把A否定了 其次 如果它等于所在的场所 那么这就意味着 它既是一个东西 又是这个东西所在的场所 这乃是一种自相矛盾 所以B也被否定了 最后 如果它大于所在的场所 那就表示它无处存在 一个无处存在的东西当然就是不存在了 因此C也被否定了 这三者都被否定了 所以存在者就不可能是无限的 而它如果不是无限的 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永恒的 麦里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 A就被证伪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B 即存在者是派生的 这种情况不用反驳 为什么呢 因为克塞诺芬尼已经驳倒了唯一无二的神 是派生的这种观点 阿玛尼德也进一步论证了 存在者不可能是派生的 所以高尔吉亚只需把他们的论证拿过来就行了 因此现在就只剩下C 即存在者既是永恒的又是派生的 这个观点一看就是自相矛盾的 一个东西怎么可能既是永恒的又是派生的呢 派生与永恒是直接对立的 二者不可能同时为真 B有一甲 所以C也是不可能的 A B C都被证伪了 因此存在者存在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第三种情况 即非存在者和存在者都存在 高尔吉亚认为 这种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存在者存在 非存在者就不能存在 如果非存在者存在 存在者就不能存在 不可能出现二者都存在的情况 当把上面三种情况都证伪后 高尔吉亚就理所当然的得出了结论 无误存在 实际上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 第一种非存在者 存在和第三种 存在者与非存在者都存在 在埃利亚学派的几位思想家那里 就已经被证伪了 高尔吉亚完全借用了他们的结论 他自己所要做的只是证伪第二种情况 即存在者存在 从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 无误存在的结论了 高尔吉亚的这个论证或者诡辩 比之诺的那些诡辩还要厉害得多 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 哪怕是一个三岁的孩子 都不会否认世界上有东西存在 但是高尔吉亚却偏偏要从理论上证明 无误存在 正如之诺告诉你 你看到有东西在运动 那只是一种假象 高尔吉亚遵循其实的论证方法 最后竟然得出世界上没有东西存在的结论 如果说之诺否定了多核运动 目的是为了论证 只有一核不动 才是真实的存在 那么高尔吉亚则把之诺的论证继续往前推进 最后告诉人们 甚至连一核不动也是假的 一切皆假 无误存在 当然 高尔吉亚在这里 只是把他老师之诺的诡辩论推向了极端 从而像世人显示 诡辩论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可以刺向论敌 也可以伤害自己 至于高尔吉亚本人 他是绝不会否认 世界上 有东西存在这个基本事实的 否则他不可能活到一百多岁 作为一位智者 一位哲学家 他可以关起门来 通过诡辩的方式得出怀疑主义的结论 但是作为一个人 他每天都要吃饭 穿衣 与世界上的事物发生互动 他必须遵循习惯而生活 所以 后来十八世纪的怀疑论者修摩就明确地表示 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 也就是说 无论你在理论上得出什么害人听闻的结论 你在实践中仍然只能遵循习惯而行 高尔吉亚的第二个命题和第三个命题就比较简单了 他接着论证说 现在假定有物存在 但是我们仍然无法认识他 为什么呢 高尔吉亚指出 刚才我们已经穷尽了思维 仍然不能发现有物存在 所以如果有物存在的话 他也一定不能被我们所思维 巴门尼德曾经认为 凡是能被思维的东西就必定存在 思维与存在是同意的 但是高尔吉亚却反驳道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天上飞 或者一辆马车在海上行驶 但是事实上这些情况并不存在 所以能被思维者不一定就是存在者 反过来 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反倒可以被我们所思维 比如三头六臂的妖怪等 由此可见 可以被思维的东西不一定存在 不存在的东西却可以被思维 因此思维与存在之间并非同意的 最后 即使我们认识了存在 也无法告诉别人 这个命题实际上涉及语言本身的效用问题 高尔吉亚精辟地指出 我们在实践中所经验到的一个事物 与我们用语词所表述出来的那个事物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在美术馆里看到了毕加索的一幅油画 从美术馆出来以后 无论我用什么样的语词向你描述这幅画 你能够像我亲眼看到它是那样 真切地感受到这幅画的艺术魅力吗 因此 在思想与语言之间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思维不仅与存在不同意 而且与语言也不是同意的 高尔吉亚的这三个命题一个比一个消极 他们都是针对巴门尼德的观点提出的 你巴门尼德说存在者存在 我偏偏要向你证明 我误存在 你说思维与存在是同意的 我偏偏要告诉你 思维根本无法认识存在 你说思维与存在的同意可以被语言所表述 我偏偏要表明 语言与思维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 可见 高尔吉亚与普罗泰格拉一样 都是与爱丽亚学派针锋相对的 而且他使用的方法 正是其师之诺善用的诡辩术 高尔吉亚是用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智者派擅长诡辩 故弄玄虚的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 智者派纯粹是为了辩论而辩论 他们注重的只是辩论技巧 全人不管内容 这一点 与苏格拉底滋滋不倦的探寻真理的做法 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 智者的怀疑主义 也只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怀疑主义 与后来皮浪等人落实到实践中的怀疑主义 也不尽相同 智者派的这种只注重辩论的技巧或形式 不在乎辩论的思想内容的做法 为形式逻辑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同时也推动了古代辩证法的发展 从芝诺到高尔吉亚 辩证法已经表现出从相互对立的方面 或者从矛盾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一种意识 芝诺证为了非存在 高尔吉亚则反过来证为了存在 双方正好构成了一个对立面 这样一种相互反对的诡辩论 距离辩证法只有一步之遥了 下面我们就会看到 正是通过芝诺和智者们的中介 苏格拉底才从诡辩论中 发展出一种对话的辩证法 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 向死而生的思想殉道者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希腊的诡辩论 到了高尔吉亚等智者派那里 诡辩论与辩论法之间就只有一步之隔了 辩证法这个概念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因为大家都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法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辩证法源于古希腊哲学 虽然它的萌芽在一些早期哲学家 如赫拉克利特 执诺 智者派等 的思想里就已经出现 但是 辩证法这个概念 却是到了苏格拉底那里 才真正被提出来 而且苏格拉底把以往那种不白的辩证法 无宁说是一种诡辩论 转变为一种对话的辩证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 称为古希腊辩证法的创始人 现在 我把苏格拉底放在怀疑 论与道德哲学 这一部分来讲 是因为它与智者派一样 构成了从早期希腊哲学 包括自然哲学核心而上学 像成熟时期的实在论哲学 转化的过渡环节 而它的弟子柏拉图 以及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 则是这种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代表 因此 我把它们两人的哲学放在下一讲 极希腊实在论哲学中在进行探讨 图片 苏格拉底 前469到前399 图片来源 亚克路易斯大卫 苏格拉底之死 1787 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 是一个典范性的圣贤人物 其地位可以与中国的孔子相媲美 当然 在西方文化中 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人物 那就是耶稣 但是耶稣毕竟是一个宗教性人物 而且他所创立的基督教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吸收了苏格拉底 柏拉图的许多思想成分 有些思想甚至构成了基督教神学的核心理论 此外 苏格拉底为了追求真理而死的势力 也被一些基督徒 如希腊教复查士丁 看作历史上仅次于耶稣殉道的伟大事件 苏格拉底 Socrates 前469到前399 出生于雅典 他的父亲是一个雕刻匠 母亲是一个诸产妇 他的年轻时代恰逢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时期 而他的晚年却见证了雅典文化的衰落 从公元前431年开始 希腊的两大城邦 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爆发了波罗奔尼撒战争 结果雅典战败 雅典民主制被推翻 建立了斯巴达式的寡头政治 不久以后 雅典人又恢复了民主制 而苏格拉底 就是被重新建立了民主制的雅典人 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名义处死的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成为全希腊的中心 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都来到雅典 展现自己的才华 当时的雅典就像17、18世纪的巴黎一样 成为最有文化的地方 那时候的大多数思想家 都是赞美和拥护雅典民主政治的 然而苏格拉底却成为雅典民主制的牺牲品 当然在苏格拉底之前 还有另一位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 也遭到了奉行民主政治的雅典人的迫害 他的弟子 他的弟子 柏拉图等人也在苏格拉底死后 不得不流亡他乡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 以往国内的一些教科书往往都把苏格拉底 柏拉图当作两个反面例子 除了因为他们的思想具有违心主义色彩之外 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由于他们是雅典民主制的敌人 其实 公元前五世纪末叶恢复的雅典民主制 已经是一种回光返照的闹剧了 失去了往昔所有的严肃性和崇高性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具有民主制的外表 就认为它一定是一个好东西 如果它已经丧失了民主制的内涵 那么它还不如一个王国更加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事实上 不久以后 在希腊出现的亚历山大帝国 恰恰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正因为如此 作为苏格拉底在传弟子的亚历士多德才对 菲利二世和亚历山大父子 建立帝国的统一运动 采取了一种认同的态度 苏格拉底一辈子恕而不作 他的思想 都是被他的弟子柏拉图和克塞诺芬尼 物与埃利亚学派的克塞诺芬尼相混淆 两个人记载下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很难说哪些思想是苏格拉底的 哪些思想是柏拉图的 但是一般说来 柏拉图早年所写的著作 都比较忠实地转述了苏格拉底的思想 当时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苏格拉底与别人辩论的时候 柏拉图老是跟在他身边 记载下他的思想 但是到了晚年 柏拉图就把自己的一些思想 借着苏格拉底的嘴说出来 柏拉图一生写了三十多篇对话录 这些对话录基本上都是以苏格拉底为一方 以其他人为另一方的 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辩证法从独白走向了对话 这种对话的辩证法 就是在苏格拉底 不断地与人对话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苏格拉底少时曾经跟随他的父亲学习雕刻 据说雅典未成的雕像中 就有苏格拉底亲手雕塑的艺术品 在年轻的时候 他曾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 而且参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 也因此得到过嘉奖 后来他开始远离政治活动 一心沉浅于他的哲学思考 据说苏格拉底长相丑陋 性格怪异 经常披着一件破旧的大厂 光的角战在空旷之地仰头向天 沉思冥想 他也喜欢在公共场所与人辩论 据说有一次他和一位朋友一起去别人家赴宴 走着走着这位朋友就发现他不见了 等这位朋友在别人家吃完饭回来时 在路上看见苏格拉底正站在一个屋檐下沉思 他已经在那里站了好几个时辰了 还有一次 苏格拉底又像以往一样站在广场上仰头沉思 当夜幕降临时 他仍然一动也不动 一些好奇的雅典青年就搬来入子 躺在一边守着他 看他到底要站多久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 苏格拉底向太阳弯腰 锯了一躬 然后才转身回家 他就是这样一位行为怪僻的人 年轻的苏格拉底 曾经与比他年龄大二十多的著名智者普罗泰格拉 进行过辩论 苏格拉底很瞧不起智者 他把智者说 成是一些批发和灵兽灵魂食粮的人 苏格拉底在雅典也招收门徒 一些贵族青年追随在他身旁 但是他从来不收学费 尽管他一贫如洗 为了与智者们划清界限 苏格拉底自称为爱智者 也就是哲学家 所以 哲学家这个词 也是在苏格拉底那里最先使用的 虽然哲学及爱智慧 Philosophy 这个词早在毕达格拉斯那里就有了 由于苏格拉底行为怪癖 而且喜欢与人辩论 他在雅典得罪了一些人 公元前399年 一批反对他的人以两个罪名告发了他 其一是他喜欢探究天上和地上的各种事情 并且以此来蛊惑青年 其二是他不信传统的神而企图引进心神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他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探寻知识 并且承认正是一个灵异 这个灵异非常类似于克塞诺芬妮的那个思想 之神的声音指导他这样去做的 关于雅典人告发他的两个罪名 他予以默认 但是他却认为这不仅不是罪过 反而是对雅典的一种贡献 他在法庭上指责 雅典这匹两种麻 已经在财富和虚荣的腐蚀下 变得臃肿不堪 而他本人就像是一个麻蒙 受灵异得指示而不断地叮咬这匹两种麻 提醒他注意德行 不要继续沉溺在物欲的享乐和虚荣之中 由于他在法庭上据不认罪 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于雅典人民 所以最后被激怒的法庭判处死刑 在牢狱中等待行刑的那段时间里 苏格拉底拒绝了朋友们帮助他越狱的建议 他的理由是自己本来是无罪的 判处他死刑只能说明雅典人有问题 但是如果他越狱逃跑 那就是有意犯罪了 因为越狱显然是对法律的践踏 是一种罪行 而且当自己已经是封竹残年的时候 还要到外乡去流浪 受人嘲笑 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苏格拉底明确地表示 人应该追求好的生活更甚于生活本身 他所说的好的生活 就是指肉体死后的灵性生活 那时候 他就可以无忧无虑地 与那些死去的希腊先贤们讨论各种问题 再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别人的指责和诬陷了 因此 他认为那些以死为苦境的人们都想错了 死亡并非一种痛苦 反倒是一种超脱 苏格拉底对判处他死刑的雅典人说道 我去死而你们活着 谁的去路好 唯有神知道 这种以死为乐的思想 开启了西方唯灵主义的源流 为后来的基督教信仰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础 在苏格拉底身上 表现出一种对死亡的超然态度 这种超然态度 与通常所说的不怕死还不完全一样 他是以死为乐 向死而生 我们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的那些路灵好汉们 也都不怕死 比如水浒传中的李逵 鲁志生 武松等人 砍头对他们来说不过完口大个八 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但是 苏格拉底眼里的死亡 并非一个简单轮回的终点 而是一个全新生活的开端 这已经不只是对死亡的无畏 而是对死亡的超然和重新认识 死亡被看作真正的生活 而生活恰恰是为死亡做准备的 这样一种观点 后来发展成为基督教的核心观点 生即是死 死才是生 灵性的生命只有当肉体死亡之后才真正开始 所以 我们此世的生活 不过是未来是做准备的一个预修学堂 唯有灵性生活才是崇高的生活 这种观点就叫做唯灵主义 正是这种唯灵主义的信念 使得苏格拉底最后当着朋友和学生的面 平静地喝下了行刑守地来的毒酒 坦然赴死 成为先于耶稣四百年殉道的西方道德圣贤 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 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探究天上地下的各种知识 甚至为此用尽一生的经历 以至到了晚年仍然一贫如洗 他说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的一位名叫凯勒风的朋友 曾到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去向神询问 在希腊有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 神通过女祭司告诉凯勒风 世上再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 苏格拉底得知这个神域之后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智慧 只知甚少 但是神域肯定有他的道理 于是 他为了验证这条神域是错误的 就游历了很多地方 变访了各个领域中的一些名人 包括政治家 工匠 诗人等 试图发现他们比他自己更有智慧 但是他没走访一个人 就为这条神域增加了一个佐证 因为他发现那些人其实和他一样 并没有什么智慧 但是他们却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 在这一点上 他似乎比他们更强 他至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而那些人却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由此他终于明白了 原来这个神域的意思是说 像苏格拉底这样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这就是智慧了 智慧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崇高的字眼 人是配不上它的 只有神才配得上 因此自知其无知的人 就算是最有智慧的了 在这里 苏格拉底显然表现出对智者的不满 因为智者 这个称呼 本身就表明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反而已有智慧而自居 而苏格拉底却表示自己只是爱智慧 绝不敢说是有智慧 苏格拉底也提到了德尔菲阿波罗神庙门前 一块黑色巨石上的那句名言 人啊 要认识你自己 他认为这句古代匿名诗人的名言 有人说是希腊七贤之义索伦的名言 正是促使他终生孜孜不倦的探求知识的巨大动力 由于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人不配成有的 因此 他认为 以前的哲学家们探寻自然本源的努力 都是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做法 自然的本源只有神才能把握 人根本就没有能力认识他 那么 我们人能做什么呢 苏格拉底明确地表示 人的职责就在于认识他自己 然后通过对自身的认识来达到对神的认识 从这种意义上说 苏格拉底把探索的眼光 从自然界转向了人自身 认为认识你自己才是哲学的意义所在 所以后来西塞罗才说 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 那么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苏格拉底认为首先就是道德问题 道德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因此 美德问题就成为苏格拉底哲学的基本内容 苏格拉底改变了希腊哲学的研究方向 在西方哲学史上 人们一般把泰勒斯称作自然哲学的创始人 把毕达格拉斯称作形而上学的创始人 而把苏格拉底称作道德哲学的创始人 不过 苏格拉底的这个转向 与普罗泰格拉等智者派也有一定的关系 在苏格拉底所强调的认识你自己 这句真言与普罗泰格拉所提出的人 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之间 有着某种微妙的思想联系 虽然苏格拉底对智者派颇有微词 但是他们双方在把哲学的主题回归到人这一点上 却是不谋而合的 当然他们之间也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人是万物的尺度把人看作一个个孤独的个体 因此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 这样就走向了一种相对主义 从而解构了客观真理甚至真理本身 从一切皆真到一切皆假 智者派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要反对爱丽亚学派的独断 论和形而上学 因此他们致力于解构背后的东西 即存在 将其说成是因人而异的现象 从根本上消除了本质和真理 但是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就不一样了 他要通过每个人对自己道德特性的认识 而达到一种普遍性的东西 也就是要重新建立起一种本质 只不过这种本质不再是自然世界的本质 而是道德世界的本质 人的本质 所以认识你自己所探讨的美德问题 就不像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感觉现象那样 只是一种过瘾烟云 转瞬即逝 美德之为美德 是有着一些基本的规定性的 而认识你自己就是要去认识这些基本规定 这些基本规定就是关于美德的定义 及它的普遍本质 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说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 探寻万物的本源或本质 经过普罗泰格拉等智者 对于本质的否定性中解 再到苏格拉底重建本质 这恰恰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虽然苏格拉底重建的本质 主要是指人的道德世界的本质 但是到了柏拉图那里 这种道德本质又被泛化 为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 善的理念成为所有理念和感性事物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动力 从而使行而上学 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建立起来 神学目的论 认识你自己 这个命题除了只在建立一种道德哲学之外 还有另一层意义 那就是通过对人自身的认识 而实现对神的认识 由此就引出了目的论的问题 苏格拉底承认 自己早年曾经深受阿纳克萨格拉的影响 他认为 阿纳克萨格拉的哲学 比起其他自然哲学来要高明得多 苏格拉底主要是欣赏阿纳克萨格拉关于努斯的思想 但是他认为非常可惜的是 阿纳克萨格拉没有把这一思想观彻到底 在苏格拉底看来 阿纳克萨格拉只说了努斯对万物进行安排 却没有说明他是如何安排万物的 也就是说 他只看到了努斯是万物的动力 没有看到他同时也是万物的目的 苏格拉底把阿纳克萨格拉的努斯 提高到他所说的灵异之神 认为整个世界 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都是神安排的 因此通过认识自己就可以达到对神的认识 在苏格拉底看来 神是最高的智慧存在者 他按照一定的目的安排了万物 在我们小小的身体里充满了奥秘 他恰恰体现了一种神意的高明和伟大 苏格拉底的弟子克萨诺芬尼在回忆录中 记载了苏格拉底在牢里与一个犯人的谈话 这个犯人不相信神 苏格拉底就对他宣扬了一番目的论的思想 苏格拉底对这位犯人说 你看看我们的身体结构 在我们的脸上 眼睛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器官 于是就有眼皮来保护他 有睫毛为他遮挡风沙 上面还有两道眉毛可以挡住雨水和汗水 使他们不至于滚落到眼睛里面 这些设计都是多么精俏啊 你再看看我们的耳朵 他刚好长得既能够接受声音 又不会被堵塞 还有我们的牙齿 前面是门牙 两边是旧齿 门牙用于撕咬 旧齿用于咀嚼 如果我们只有门牙而没有旧齿 或者只有旧齿而没有门牙 吃起东西来将会是多么不方便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我们身上还有理性或灵魂 这是我们身上最高贵的东西 它使我们的言谈举止显得那样优美雅致 那么 这些身体结构都说明了什么呢 难道它们都是偶然的吗 偶然的东西怎么可能如此和谐 从这种和谐有序的身体结构中 我们怎能不推出一个智慧神灵的存在呢 怎能不相信我们如此和谐的身体 正是它按照某种特殊目的而创造的 结果呢 这一番话使得那位犯人深受启发 开始相信神灵的存在了 当然 我们今天会说 这种和谐有序性是长期进化的结果 但是苏格拉底的时代还没有达尔文 人们对进化论一无所知 那个时候的人从来没有想到 自己的祖先是从一种比较低级的动物 从猴子进化而来的 根据经验 我们知道自己的父母长得与我们差不多 父母的父母长得与我们也差不多 如此推下去 最初的人类也应该大体相似 那么 那个最初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是神创造的 所以他的器官结构才会长得这样和谐 这里不是充分体现了神的目的吗 我们人类制造任何东西都有目的 比如种装甲是为了填饱肚子 做衣服是为了预寒和遮体 既然我们的作品都有目的性 那么 比我们更加高明的神所创造的事物 就更是充满了目的性 我们在前面讨论本源问题时 曾经涉及三个因素 即治疗因 动力因 这两者主要是由自然哲学提出的 和形式因 这是由形而上学提出的 现在 在苏格拉底的神学目的论中 我们又看到了第四个因素 即目的因 在以前的哲学家那里 我们看到第一类因素 水 火 土 气也好 种子也好 原子也好 它们都是构成事物的最初原端或最小单元 都是治疗意义上的本源 第二类因素 如树 罗格斯 存在等抽象的东西 构成了现象背后的本质 原则或根据 这些都是形式意义上的本源 在古希腊哲学中形式就是治本质 第三类因素 如冷热干尸 凝聚与稀散 爱与恨 努斯等 这些都是动力意义上的本源 事实上 在阿纳克萨格拉的精神性的努斯里 就已经蕴含着一种目的的因素 精神性的活动必定是有目的的 但是阿纳克萨格拉却没有把这一点明确地说出来 真正把目的因明确提出来的是苏格拉底 他所说的那个灵异之神 构成了目的意义上的本源 正是神的某种特殊目的 使得万物成为可能 这样一来 古希腊哲学关于本源问题的各种观点 就可以概括为一种 四因论 即关于治疗因 形式因 动力因 目的因等四种因素 是如何构成万事万物的理论 而这种四因论 恰恰就是古希腊哲学极大成者 亚历士多德提出来的本源理论 目的论思想自从苏格拉底创立以后 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影响非常大 尤其是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按照基督教神学的观点 世界是上帝的作品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体现了上帝的特殊意志和目的 甚至连一只麻雀从屋顶上掉下来 都是上帝在创世时就已经预先安排好了的 目的论就是为了突出上帝的全知与全能 从而把整个世界说 成是上帝按照一定目的创造出来的 一个有条不紊的大机器 一切事物都严格地遵循上帝 事先规定好了的轨迹运行 甚至在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之后 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神学代表的自然神论 仍然强调目的 论思想 把世界看作上帝精心设计的一个精巧的钟表 即使到了今天 西方仍然有一些具有神学背景的科学家 坚持用目的论 来说明宇宙大爆炸和生物学大爆炸的原因 说明生物进化的方向性问题 认为这种科学事实恰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由此可见 苏格拉底创立的目的论思想 对于后世产生了多么深厌的影响 美德及知识 虽然神学目的论是苏格拉底的一大创建 但是它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创立了道德哲学 在苏格拉底看来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心灵 对自己的道德状况进行研究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苏格拉底通常被称为道德哲学的创始人 他以研究美德和善而著称 那么什么是美德呢 美德这个概念在苏格拉底的对话里随处可见 概括而言 苏格拉底认为 美德及知识 说得更具体一点 美德就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 苏格拉底认为 美德并不是一种行为 或者说美德主要不是一种行为 而是一种知识 即对于善这个概念的知识 这是一种很新奇的观点 通过这种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 苏格拉底 是在为道德行为 寻找一种普遍性的根据 如果我们只是指出某种行为是善行或美德 这只是一种经验性的美举 并没有说明美德之为美德的根据 苏格拉底强调 任何一种具体行为的道德含义都是相对的 例如欺骗朋友固然是一种恶行 欺骗敌人却是一种善行 但是善本身 即善的概念 却是超越于每一种具体的善行的 它不会因为后者的相对性 而丧失它的普遍的和绝对的意义 由于只有善本身是真正善的 所以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这个概念 获得了关于善的知识 我们的行为才因此而成为善的 我们才具有了美德 因此 美德 即知识 这个命题把美德从一种经验性的行为 提高到了一种普遍性的知识 通过对善的概念的认识和分由 美德获得了客观的规定性 而不再是个人的任意活动 这样一来 苏格拉底就把善与真联系起来了 美德即知识这个观点简单地说 就是指一种行为是否为善 关键在于行为者是否对善本身有所认识 当然 你们可能会问这个善本身又是什么 那么我只能告诉大家 它在苏格拉底那里就是关于善的一般定义 在柏拉图那里就叫做善的理念 一种行为之所以是善的 只是由于它分有了善的定义或理念 如果你不知道何者为善 那么你的任何一种行为都称不上善行 因此 美德是与认知联系在一起的 美德不是糊里糊涂干出来的一种行为 而是一种自觉的 合乎善之规定的活动 是对善的概念的一种分有 当然 这种分有的说法是柏拉图理念论的观点 由于苏格拉底的思想主要是由柏拉图转述的 所以 我们不妨借用这种说法来说明美德 即知识这个命题的意思 总之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 一种行为是不是善行 不在于这种行为本身 而在于这种行为是不是出于对善的正确认知 苏格拉底又进一步指出 善恶与人们的利益是直接相关的 一切善的东西都是有益的 而恶的东西都是有害的 那么 既然恶的东西对人有害 为什么会有人作恶呢 苏格拉底认为 这恰恰说明了他对善恶的无知 他不知道为善是有益的事情 也不知道作恶是有害的事情 否则他是不会去作恶的 由此 苏格拉底得出一个结论 即无人有益作恶 作恶都是出于无知 这样 他就从美德即知识中推出了一个逆命题 知识即美德 无知即罪恶 这种把美德与知识完全等同起来的观点 开创了西方伦理学上的一种为智主义理论 它对于后世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在十七 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 这种观点被大多数西欧知识分子所推崇 他们认为 理性的启蒙和知识的增长 将会极大的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 从而消除社会上的各种罪恶 但是 这种将美德与知识相等同的观点 在西方思想史上也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 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片面 只看到了道德的理智因素 而没有考虑到情感 性格状况等方面的因素 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 基本上也是反对这种观点的 基督教最初是在罗马帝国没有知识的弱势群体中传播 它把希腊的哲学和知识论看作信仰的死敌 哲学导致异端理性妨碍信仰 这种看法在早期基督教会中非常流行 基督教强调的三大美德极信 妄 爱 没有一个与知识相关 一个基督徒即使没有任何知识 只要具有虔诚的信仰 坚定的希望和热忱的爱心 他就可以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 到了近代 在知识的进步必将导致道德的完善 这种主流思想之外 仍然回想着一些反对的声音 例如 卢梭就认为 知识的增长往往导致道德的堕落 知识越多人可能变得越邪恶 倒是原始状态中的人们更加淳朴 道德状况更加完善一些 康德则认为 实践理性及道德与理论 理性及知识 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他们是彼此独立 井水不犯河水的 由此可见 在西方思想史上 这两种道德观点形成了长期的对立 他们之间的张力 构成了西方伦理学的重要内容 与美德及知识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关于善的知识的来源问题 美德就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 但是这种知识从哪来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 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知识悖论 他在与一个叫做美诺的人 讨论美德问题时表示 人不可能学习他已知的东西 也不可能学习他不知道的东西 因为已知的东西你就没有必要去学了 而你不知道的东西又如何去学呢 那么我们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苏格拉底认为 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 恰恰是介乎于已知和未知之间的 它既不是完全已知的 也不是完全未知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 中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个知识悖论的内容 按照回忆说的观点 关于善的理念的知识 本来是潜在于人的灵魂之中的 但是当灵魂进入肉体时 也就是当人出生的时候 灵魂却由于肉体的障碍而把这种知识忘掉了 后来通过感觉的刺激 又慢慢地把它回忆起来了 所以这种知识不正是介乎于已知和未知之间吗 所谓的学习 不就是把灵魂本来潜在的具有 后来却遗忘掉了的知识重新回忆起来吗 因此学习及回忆 这就是柏拉图回忆说的基本思想 他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苏格拉底的那个知识悖论 对于这种介乎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知识 论观点 我们以后在德国近代哲学家 莱布尼茨的有文录的大理石 理论中还会再次看到 精神接生术与辩证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苏格拉底的方法 即辩证法 我们刚才说到 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格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苏格拉底不是把眼光停留在经验性的现象上 而是要探寻道德活动背后的共同本质 即某种一般性或普遍性的东西 如善的概念等 苏格拉底在与人讨论问题时 总是采取一种很谦虚的姿态 他自己从来不正面表述观点 而是不断地请教别人 不断地提问 通过提问来揭露对方的矛盾 从而引导对方不断地修改意见 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 这种方法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 也被称为辩证法 苏格拉底说 他的这种方法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 他母亲是一个助产妇 为人接生 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也是在为人接生 只不过他接生的是精神性的东西 即事物的概念和一般定义 因此他又把这种方法叫做精神接生术 下面我们来举个例子 在柏拉图的美诺篇里 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美德问题 苏格拉底一上来就请教美诺什么是美德 美诺就说男人的美德就是精于国物 女人的美德就是勤于家物 苏格拉底反驳道 我问你什么是美德 你却给我端出了一堆美德 那么什么是这些美德的共同性质呢 美诺回答说 这就是统治人的能力 苏格拉底马上反驳说 儿童和奴隶不能统治人 他们就没有美德了吗 于是美诺又进一步地把美德说成是正义 勇敢 节制 智慧 尊严等 但苏格拉底却表示 你说的都只是一种美德 而不是美德本身 这就好像我问你什么是图形 你却拿出来了一些三角形 圆形 长方形 正方形等 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图形 这样就使美诺陷入了一种困境中 他在苏格拉底的启发下 逐渐从具体的美德现象 走向了美德的一般定义 最终得出了美德及知识的结论 在讨论其他问题时 苏格拉底也是这样不断地揭露对方的矛盾 进而逼近真理的 然而 我们发现 在大多数情况下 苏格拉底所探讨的问题并没有最终的结论 可见 辩证法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结果 而在于它的过程 其不断地通过对话来揭露对方的矛盾 启发对方走出矛盾而接近真理 它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远远重要于它所得出的最后的结论 我们大家所了解的辩证法 是一种独白的辩证法 它在近代 主要是在黑格尔那里 以一种独断的方式表述出来的 马克思继承和发挥了这种辩证法 然而 辩证法最初在苏格拉底那里 却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的 是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地发挥作用的 而且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总是采取一种谦虚的姿态 总是不断地提问而不是回答 它的形象总是一个求知者 一个爱知者 而不是像智者那样老是在教别人怎样说话 辩证法在苏格拉底那里是启发性的 而不是规范性的 它比我们所了解的辩证法 更加具有智慧的魅力 所以 当代著名的解释学大师加达默尔就认为 苏格拉底式的 对话的辩证法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而像黑格尔的那种独白的辩证法 其实是一种很霸道的东西 就好像他那个店里专卖辩证法 独此一家 别无分号 对于加达默尔的这种观点 当然也是见仁见智的 黑格尔式的独白的辩证法 也有它的思想魅力和了不起的地方 我们在前面讲到 当时的希腊城邦社会民主政治兴盛 诉讼之风盛行 辩论在公民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正是这种辩论的风气孕育培养了辩证法 希腊人热爱真理 他们总是通过一种辩论的方法来探求知识 所以 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方法 及辩证法 在当时的希腊社会中很流行 即便这种方法 并不总是能够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它仍然对于热爱智慧的希腊人 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对于有些问题 也许我们永远地不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但是 这并不妨碍我们非常认真严肃地去探讨他们 苏格拉底与人讨论问题时 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始终喜欢追问事物现象背后的东西 即事物本身或者一般定义 事实上 当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性质和状态有所言说之前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这个事物的一般定义 用通俗的话来说 当我们在说一个事物是什么样的之前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这个事物是什么 比如说 当我们说花是红的这句话时 我们当然应该知道花是什么 倘若我们连花本身是什么东西都弄不清楚 那么说花是红的 岂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这种思想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 就很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大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 是什么 的问题在逻辑上总是优先于 是什么样的问题 因此弄清楚 实体 是什么 这乃是我们一切哲学的开端 而一个事物是什么的问题 说到底就是这个事物的一般定义的问题 例如苏格拉底对于美德的定义 美德就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 只有首先知道了关于美德的一般定义 知道了美德是什么 然后我们才能说某一种行为是不是美德 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 有两件事情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 那就是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 苏格拉底正式运用辩证法不断地归纳和归纽 让对方的观点不断地陷入自相矛盾 不断地修改和调整 最后达到关于事物的普遍定义或一般定义的 这种普遍定义到了柏拉图那里就叫做理念 理念与感性事物相比是普遍性的东西 桌子的理念就比任何一张桌子都更是桌子 因为它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桌子 而我们也正是通过对各种理念的认识 而超出了感性现象 走向了事物的本质 面对着智者派解构本质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苏格拉底坚持不懈地要从现象背后去寻求本质 重构本质 而辩证法则是他完成这一崇高使命的基本方法 在重构本质和重建型而上学的道路上 苏格拉底铺下了一层坚实的基石 而系统化的工作则是由柏拉图来承担的 小苏格拉底学派 在介绍柏拉图的实在论哲学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地讲一讲小苏格拉底学派 苏格拉底死后 他的一些学生和追随者也在雅典城邦 受到了迫害 他们纷纷逃出雅典 来到其他一些城邦 创建了自己的独立学派 这些学派由于与苏格拉底 多少有一些渊源关系 所以被通称为小苏格拉底学派 这些学派的观点互不相同 有的注重发展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有的注重发展苏格拉底的伦理学 但是 他们都把苏格拉底的思想推向了某种极端 走向了诡辩论和虚无主义 在这些学派中 有的实际上继承和发扬了智者派的一些思想倾向 如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 有的成为了后来希腊化时代那些末流哲学的先生 如犬如主义 由于时间关系 在这里我只讲其中的两派 一派是麦加拉学派 另一派是悉尼克学派 麦加拉学派的创始人名叫欧吉里德 Euclid S 约前435到前365 物与后来建立几何学体系的欧吉里德相混淆 他在麦加拉城邦建立了自己的学派 这位欧吉里德有一位学生叫欧布里德 Eubu L.Aiz 公元前410级 生足年不祥 他特别擅长诡辩论 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的一个劲敌 在苏格拉底那里 辩证法采取了对话的形式 而且苏格拉底在揭露对方的矛盾时 很少会有诡辩的色彩 他是实事求是的 讲道理的 但是麦加拉学派 却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又推向了诡辩论 尤其是欧布里德 他在把辩论术推向深入的过程中 提出了 说谎者论辩 蒙面人论辩 古堆论辩 有缴人论辩 等一系列论辩问题 这些问题 有的是非常深刻的逻辑悖论 或者语言悖论 有些则是明显的诡辩 比如说谎者论辩 他是这样表述的 说谎者说 我在说谎 那么这句话是真话还是谎话呢 你说他是真话 他就是谎话 你说他是谎话 他就是真话 这个论辩就涉及了悖论 悖论在逻辑学上是一个死角 没有办法解决 悖论虽然貌似诡辩 但他并不是诡辩 他往往反映了逻辑本身的困境 古堆论辩是这样的 放一颗鼓粒在地上不叫鼓堆 放两颗鼓粒在地上也不叫鼓堆 那么放多少颗鼓粒在地上才叫鼓堆 我们曾经在芝诺那里就遭到过类似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集合论和模糊数学的问题 它也不是纯粹的诡辩 而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有角人论辩就是明显的诡辩了 它实际上是滥用了形式逻辑 这一点后来被亚里士多德揭露出来 这个论辩是通过一个三段式来展开的 凡是我没有失去的东西都是我所有的 大前提 我没有失去角 小前提 所以我有角 结论 这个三段式推理是由于大前提本身有问题 不完备 他应该修正为 凡是我所有而未失去的东西都是我所有的 而不能笼统地说 凡是我没有失去的东西都是我所有的 可见欧布里德在这里纯粹是诡辩 玩弄逻辑技巧 但是 这一类的诡辩在当时是很能迷惑人的 只有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逻辑学家 才能够发现其中的问题 不过麦加拉学派诡辩的动机倒是与之诺相似 他们是想通过这些似是而非的悖论或者诡辩 应该像狗一样随心所欲的生活而得名 这个犬儒学派 在言行风格上 有点像赫拉克利特 主张看穿世事 回归自然 我行我素 随国主流 表现了一种大车大物的思想境界 可以说 该派的主要特点在于 把苏格拉底的伦理学 与智者派的相对主义 结合起来 把美德推进到一种蔑视 一切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的极端地步 以自然本性来反对人为较势 并且把这种观点落实到实践行为中 该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叫迪欧根尼 DiGenis 约前412到前323 他出身于贵族 但是却放弃了财产 荣誉 婚姻和家庭 每天就住在一个破桶里面 据说他一身无常物 只有一个喝水用的波子 有一天当他用这个波子在河边咬水喝的时候 看到一个木童用两只手举起水来喝 于是他发现这个波子也是多余的 就把它扔掉了 亚历山大在东征的时候 路过迪欧根尼居住的地方 亚历山大非常仰慕这位行为怪癖的哲学家 专程去拜访他 询问他有什么要求 但是迪欧根尼却回答说 请你不要挡住我的太阳光 这就是迪欧根尼的要求 以后我们把现实生活中那种放荡形骸 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就称为犬儒主义 现在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于犬儒主义者的人 他们不修蝙蝠 拉里拉搭 这样的人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被称为吸体士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 只是在形式上模仿犬儒主义者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内涵 其实犬儒主义者们在思想方面还是很深刻的 尤其是在伦理学方面 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这些见解 后来对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五讲 希腊实在论哲学 在这一讲 我给大家讲希腊的实在论哲学 也就是讲伯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 他们的哲学可以说是达到了希腊哲学的顶峰 源于毕达格拉斯的希腊 形而上学经过智者的否定性 中介和苏格拉底的重振 到了伯拉图那里日真完善 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模式 而亚里士多德更是把希腊自然 哲学和形而上学这两个传统结合起来 在伯拉图理念 论与德摩克利特原子论的对立 之中寻求统一 最终建立起一个内容广播而调理严谨的哲学体系 这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 后来被他的弟子们在编撰他的著作时 灌之以形而上学一名 伯拉图哲学 理念论的基本内涵 下面我先给大家讲伯拉图哲学 伯拉图 前427到前347 出身于雅典的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 其家族中既有雅典民主制的政治家 也有雅典寡头政治的参与者 伯拉图既是苏格拉底的嫡传弟子 也是亚里士多德的授业老师 苏格拉底 伯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师徒三人 通常被称为希腊哲学三姐 无可争议地代表着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 伯拉图 前427到前347 在苏格拉底生前 伯拉图一直形影不离地追随着他 当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处以死刑之后 伯拉图也像苏格拉底的其他追随者一样 受到了雅典政权的迫害 不得不逃亡到外邦 他曾经周游了许多地方 曾先后三次来到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王国 试图在这里实现他的理想国的政治蓝图 但是很不幸 叙拉古王国的统治者 对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 尤其是须拉古的老国王 不仅没有接受他的哲学思想 还把他卖到奴隶市场 幸亏一位朋友在奴隶市场认出了他 用重金把他赎了回来 要不然这个世界上就会多了一个奴隶 少了一位杰出的哲学家 老国王死后 柏拉图又两次来到西西里岛 试图劝说叙拉古的新国王 接受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但是 这位曾经受教育他的新国王 仍然没有让他如愿以偿 万般无奈之下 柏拉图只好重新又回到雅典 公元前387年 柏拉图在雅典城 教一个名叫阿加德米 Academy的运动场附近 开办了一所学员 收徒教学 讲授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一直到去世为止 柏拉图死后 他的传人继续开办柏拉图学员 一直延续了900多年 直到公元529年 那个时候 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的国教 西罗马帝国也已经灭亡了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才将这个学员解散 因为这个缘故 Academy 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就具有了学员 专科学校的意思 由于学员心火相传 柏拉图哲学 与同时代 德摩克利特哲学的命运截然不同 再加上柏拉图哲学 后来在罗马帝国中 又被一批新柏拉图主义者继承和发扬 并且被早期的基督教教父们 以一种变形的方式 汇入基督教神学中 所以柏拉图的著作 一直保存得比较完整 他一生中所写的三十多篇对话录 基本上都保存了下来 柏拉图哲学 在西方思想史上也因此而成为显学 但是他的哲学对手 德摩克利特 自从罗马帝国时期以来 就一直遭到冷遇 在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更是无人问津 其著作也只剩下一些残篇 直到近代 才被一些唯物主义者 重新从历史的尘封之中发掘出来 柏拉图与德摩克利特 两人分别代表了希腊 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最高成就 亚历史多德哲学则是对二者的总结 但是其历史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 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感叹的事情 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表现形态 就是理念 论 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基本特点 就是要在现象世界背后寻找一种抽象的实在 或者用亚历史多德的概念来说 就是要寻找某种普遍性的实体 这种普遍性的实体被以往的思想家们命名为数 罗格斯或者存在 这种智力于寻找背后的实在者的形而上学传统 构成了柏拉图理念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此外 柏拉图早年在投到苏格拉底门下之前 也曾拜过爱菲斯学派的克拉底鲁为师 克拉底鲁关于万物皆变 无物常驻的思想对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造成了他对现象世界的轻视 当然 除了这些人以外 对柏拉图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寻找关于事物的一般定义 探讨事物本身的做法 成为柏拉图理念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柏拉图在学员 图片来源 Karl Yohan Wolbaum 1879 在柏拉图那里 事物本身或者一般定义就被叫做理念 idea或ideas 在中文里 idea这个词到底应该意味什么 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界争论了很多年 一般的译法是理念或者概念 这种译法 很容易使人 把它看作一个主观的东西 但是在柏拉图那里 idea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主观的思想 它更是一个客观的实体 所以也有人把这个词意为理行 理行当然更偏重于客观性一些 在中文里 念好像总是带有主观性 行则具有客观性 但是 这种译法似乎又完全忽略了 idea一词确实具有主观的含义 还有人按照中国哲学或佛教的概念 把它翻译为乡 这个乡就更悬了 很难说它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目前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界 通用的译法还是用理念 这是一种约定俗成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在柏拉图那里 理念绝不是一个纯粹主观的东西 idea或ideos在希腊文里的原意识看 是一个动词 而这个动词的名词化 就是指看到的东西 或者 显像 但是在柏拉图的语境中 这个看到的东西 显然不是指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 而是指我们的精神看到的东西 肉眼看到的是当下成性的东西 是现象 而精神看到的却是背后的东西 即本质或形式 因此 理念实际上就是指事物的本质或形式 从这种意义上说 理念与毕达格拉斯的树 赫拉克利特的罗格斯 巴门尼德的存在 以及苏格拉底的事物 本身在思想内涵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刚才说到柏拉图受苏格拉底的影响最大 但是它与苏格拉底之间也是有一些差别的 由于苏格拉底的思想 都是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记载的 所以辨别二者之间的思想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里 到底发展了什么思想 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 苏格拉底虽然致力于探讨事物本身 通过归纳推理来寻求事物的一般定义 但是他所探讨的美德 正义 善等事物都是主观精神世界的道德范畴 他并没有去探讨自然界和客观世界的事物 本身 但是柏拉图却把这个本身 由纯粹的主观精神世界的道德范畴 推广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每一种事物都有本身 都有作为其存在之根据的理念 这样一来 柏拉图就把对本质的追问 从主观的道德领域拓展到整个世界 从而建构起一种 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而上学实在论 第二 苏格拉底虽然注重事物本身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说这个本身 是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 他只能寓于具体事物之中 例如图形本身就只能寓于长方形 圆形 三角形等具体图形之中 更加准确地说 苏格拉底在谈到善本身 美德本身的时候 认为他们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抽象思想之中 他并没有说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善 本身或者什么东西 本身 但是 柏拉图却把事物的理念 与具体事物完全割裂开来 理念获得了客观独立性 成为一种客观概念或者客观精神 它不仅独立于具体事物而存在 而且构成了后者存在的根据 甚至在知识论上还与后者相互对立 真理与意见的对立 理念独立于 并且先于具体事物以及我们的头脑而存在 具体事物是对它的一种模仿和分有 而我们头脑中的理念 则是由灵魂带入到身体中来的 这样一种观点通常就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 但是由于唯心主义这个概念 是近代的哲学概念 所以我们无宁用形而上学实在论 来指称柏拉图的理念 论 柏拉图的理念论 把精神性的东西 理念当作唯一真实的存在或实体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把它的哲学称为实在论哲学 对于柏拉图来说 真正实在的东西是客观独立存在的理念 而感性世界的具体事物 却是对理念的分有和模仿 也就是说 世界上首先有了万事万物的理念 然后才会有万事万物 这种观点可能不太好理解 那么我就以基督教的创始说为例来说明它 因为基督教的许多思想都受了柏拉图的影响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 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那么我们就要追问一个问题 上帝是根据什么来创造万事万物的 答案是 上帝是根据他头脑中的思想 来创造万事万物的 圣经上写道 上帝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上帝说要有日夜星辰 山穿河流 飞禽走兽 于是就有了这些东西 最后 上帝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由此可见 整个世界 就是上帝按照心中的观念 或者理念创造出来的 在任何具体事物被创造出来之前 他们作为观念或理念 已经存在于上帝的心中了 万事万物 无非是对上帝心中观念的一种现实化 分有和模仿罢了 柏拉图所讲的客观理念 就是上帝头脑中的那些思想 只不过上帝本人却是缺席的 大家去掉上帝 但是却保留他头脑中的观念 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了 因此理念本身就是客观独立存在的实体 并不需要一个人格性的上帝来承担他们 关于理念论的基本内容 柏拉图本人有过两段非常明确的表述 他这样说道 一方面 我们说有多个东西存在 并且说这些东西是美的 是善的等 另一方面 我们又说有一个美本身 善本身等 相应于每一组这些多个的东西 我们都假定一个单一的理念 假定它是一个统一体而称它为真正的实在 一个东西之所以是美的 乃是因为美本身出现于它之上 或者为它所 分有 不管它是怎样出现的或者是怎样被分有的 美的东西是由美本身使它成为美的 从上面的这两段话中 我们既可以看到理念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异 又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一方面 理念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 是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的 另一方面 正是由于对理念的分有 具体事物才成为可能 举例来说 大家在生活中见过许多质量不同 形状不同的桌子 但是除了这些具体的桌子之外 还有一个桌子的理念 世上所有的桌子 都是对这个桌子的理念进行分有 或模仿的结果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荒唐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有一位木匠 是他打造了这些桌子 在制造这些桌子之前 他头脑中已经有一个桌子的理念 按照这个理念 他打造出各种各样的桌子 这些桌子的质量和形状各不相同 有的是木头做的 有的是石头做的 有的是圆形的 有的是方形的 但是它们都是桌子 没有人会把它们当成柜子或者床 这里有一个基本事实 那就是这些桌子 确实是根据木匠头脑中的桌子的理念 而打造出来的 是对这个桌子理念的一种分有和模仿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不要这位木匠 却保留他头脑中的桌子的理念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了 为什么柏拉图会认为具体的桌子 是对桌子理念的一种分有和模仿呢 他的理由是基于这样一种推理原则 那就是结果不能大于原因 这条推理原则虽然在中世纪才被明确提出来 但是在柏拉图时代 它已经在潜在地发挥作用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和桌子的理念 何者更完美 柏拉图认为 显然是桌子的理念更完美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有缺陷 比如它太窄了 它的木头不久以后就会腐烂的 不仅是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 而且每一张具体的桌子都会有自己的缺陷 石头桌子太冰冷 塑料桌子不结实 世界上任何一张具体的桌子都难免有缺陷 但是只有一张桌子是完美的 那就是打引号的那张桌子 即桌子本身或桌子的理念 它既不会太窄也不会太宽 既不会腐烂也不会变质 它包含着一切具体的桌子 因为任何桌子都是桌子 但是却没有这些具体桌子的缺陷 因此根据结果不能大于原因的推理原则 这个完美的桌子理念 一定应该是那些并不完美的具体桌子的原因 而不是相反 具体的桌子是对桌子理念的一种分有 因此它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缺陷 因为分有总是不完全的 模仿也是如此 一个被模仿的东西 原本总是要先于和高于或优于 模仿的东西 模本 比如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 你要想模仿它 必须是它已经存在在先了 而且无论你如何模仿也不如它那样真实优美 模仿说早在毕达格拉斯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 毕达格拉斯认为 任何事物都是对数的一种模仿 但是 分有说却是柏拉图独创的 无论是模仿说还是分有说 都是为了说明理念 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都表现了柏拉图把背后的东西 把抽象的概念 当作唯一实在的实体的形而上学立场 世界的层次 有人认为 柏拉图的理念就是摔成碎片的 巴门尼德的存在 在巴门尼德那里 存在是唯一无二的 但是柏拉图的理念却有许多 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理念 柏拉图虽然深受巴门尼德思想的影响 但是它与巴门尼德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最重要的区别在于 柏拉图虽然认为理念是存在 但是 它并没有像巴门尼德那样 把处在流变之中的感性事物当作非存在 而是认为它们处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 在柏拉图那里 真正的非存在 是指那些构成感性事物的治疗因素 原始物质 很明显 被柏拉图当作非存在的原始物质 恰恰就是被它的哲学对手德摩克利特 当作万物本源的原子 而且柏拉图也没有像巴门尼德那样 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 画下一条精卫分明的质的分界线 而是通过一种量的层级 逐渐实现从非存在到存在的过渡 在作为最低层的原始物质 与作为最高层的 善的理念之间 有着一个有感性事物和各种理念构成的 实在性程度各不相同的量的层级 感性事物都是由原始物质 非存在 分有和模仿各种理念 存在 而形成的 而所有的感性事物和理念 又都以善的理念作为终极目的和根本动力 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 一方面 理念通过把形式赋予原始物质 从而使感性事物的存在成为可能 就此而言 理念构成了感性事物的形式 原始物质则成为它的治疗 另一方面 理念因其自身的完善性 也成为分有和模仿它的感性事物所趋向的目的 同时 正因为感性事物都极力趋向于作为目的的理念 所以理念也就成为感性事物运动的动力 可见 在柏拉图这里 就已经把形式的东西 同时也当作目的和动力了 从而把能动性从物质方面剥夺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 与柏拉图相对立的德摩克利特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原子是自动的 所以后来亚里士多德把形式因 目的因 动力因三者统一起来 显然是受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 而在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人们一直习惯于认为 物质是没有能动性的 必须有一个精神性的实体 最通俗的就是上帝 来说明物质运动的原因 这种成见 无一 也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了理念论的推波助拦 理念构成了感性事物的形式 目的和动力 但是理念本身却是多 它们构成了一个世界级理念世界 与感性世界相对立 在理念世界中 也有等级之分 柏拉图将理念世界 由低到高分为六个等级 最第一级是自然物的理念 如日月星辰 山川河流等的理念 大家注意 这里说的不是自然物 而是自然物的理念 自然物都是对这些理念的模仿 第二级是人造物的理念 比如桌子 椅子 床等的理念 第三级是数理理念 比如正方 长方这些数学理念 第四级是哲学范畴意义上的理念 如存在与非存在 静与动 义与多等 第五级是道德和审美的理念 向美 勇敢 正义 节制等理念 最高一级是善的理念 极善本身 这六个层级的理念 有低向高 下面的理念 以上面的理念 作为目的和动力 所有的理念 又以善的理念 作为终极目的和根本动力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各种感性事物 趋向于自己的理念 较低级的理念 趋向于较高级的理念 所有的事物和理念都趋向于 善的理念的 井然有序的世界模型和本体论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 在柏拉图那里 苏格拉底提出的善的理念 已经由一个道德范畴 扩展为整个世界的最高实体和终极根据 我们只需对这个形而上学的终极实在 加以人格化的渲染 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了 而且在柏拉图那里 他也时常把善的理念 与一位人格化的创造者德姆格 比米尔茨 相混淆 在晚年所写的迪迈欧片中 柏拉图以一种哲学与神话相结合的方式 描绘了至善之神德姆格 是如何以善的理念为指导 以理念世界为模型 将各种理念加注到原始混沌的物质之上 从而创造出整个感性世界的过程 但是 柏拉图的创世 论与基督教创世论的不同之处在于 基督教的上帝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 而柏拉图的善或者德姆格 却是将理念加到原本就具有的原始 物质之上 使它获得形式而成为具体的感性事物 因此 柏拉图的神与其说是一个造物主 不如说是一个建筑师或者巨像 至于上帝从无中创造出万物的思想 那是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教父派的独创 与处于世界最顶端的 善的理念 所具有的实在性和能动性相比 处于世界最低层的原始物质 是一种没有任何形式规定 缺乏任何实在性的非存在 它只有通过对各种理念的分 有和模仿 才能获得形式 成为某种现实的感性事物 而且按照柏拉图的观点 这种分有和模仿的动力 还不在于原始物质一边 而在于理念一边 因为理念构成了感性事物的形式 目的和动力 感性事物由于分有了理念 所以才具有了存在性 但是由于它们是由质量及原始物质构成的 所以它们同时也是非存在 我刚才已经说过 主张感性事物 是介乎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东西 这是柏拉图不同于巴门尼德的地方 柏拉图的这种观点不仅更加宽容 而且更加接近常识 从经验的角度看 我们确实不能睁着眼睛 硬说感性事物是非存在 因为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但是辩证地看 许多感性事物都是过瘾烟云 今天存在 明天可能就会消亡 真所谓招收莫死 转瞬即逝 在这种意义上 与亘古不变的抽象理念相比 感性事物也可以说是非存在 柏拉图对于感性事物的这种观点 无非是要表明 感觉世界远远比不上理念事件那么实在 那么真实 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在常识意义上 承认感性事物的现实性也就无伤大雅了 理念提供形式 以及目的和动力 原始物质提供质量 二者相结合而构成形形色色的感觉事物 这个思想 是在柏拉图理念论中首先表述出来的 后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总结为四因说理论 形式与质量的结合 同时也代表着古希腊两种哲学潮流的河流 因为柏拉图所说的原始物质 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纯质量 恰恰就是被希腊自然 哲学当作万物本源的基本元素或物质威力 但是 这种哲学和流显然是以形而上学作为主导的 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形而上学以一种洋气的方式 把自然哲学包含在自身之中 在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堆没有形式规定性的原始物质 或纯质量就什么都不是 只有当它从理念那里 获得了形式之后才成为现实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曾经以苏格拉底的铜像为例 他认为在这个铜像中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铜 而是苏格拉底的形式 形象 这种在逻辑上 把形式看作先于质量和高于质量的观点 导致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主张思维 先于存在精神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哲学 回忆说与辩证法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柏拉图的认识论 认识论和本体论是相对应的 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比如我们在前面讲过 赫拉克利特在本体论上提出了感性事物 火和万物与罗格斯之间的复现关系 因此在认识论上 它就表现出一种注重主观罗格斯 即理性 而轻视感觉的倾向 德摩克利特用原子和虚空来解释时间万物 它在认识论上同样也表现了一种注重理性 因为看不见的原子只能通过理性才能把握 轻视感觉的为理论特点 在巴门尼德那里 更是把对存在的认识叫做真理 把对非存在的认识叫做意见 柏拉图在本体论上讲理念世界 感觉世界和原始物质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 与此相应 在认识论上 对于理念世界的认识就被叫做真理 对于感觉世界的认识就被叫做意见 而对于原始物质 我们不可能有任何认识 因为它不具有任何可被认识的形式 所以关于原始物质 我们只有无知 相对于无知而言 真理和意见都可以纳入知识的范围 但是二者的可靠性程度却大相径庭 真理是真知灼见 而意见却是靠不住的大众常识 我们所熟悉的唯物主义 在认识论上是主张反应论的 按照唯物主义反应论的观点 我们的一切知识 首先是从对具体事物的感性认识开始的 然后通过抽象思维的作用 从感觉 知觉 表象等感性认识上升到概念 判断 推理等理性认识 把握事物的本质 形成普遍性的知识 但是柏拉图的看法却与此相反 正如他在本体论上认为 理念 是独立于和优先于感性事物 而存在的一样 他在认识论上也认为 关于理念 世界的知识完全不依赖对感性事物的认识 而且从逻辑上和时间上来说 我们是先有关于理念的知识 然后才有关于感性事物的知识 那么你们可能就会问 这种关于理念的知识 如果不是来自感性认识 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柏拉图的回答非常明确 它是与生俱来的 是灵魂从外面带入到我们身体中来的 感觉经验 充其量只是刺激它重新呈现出来的触媒而已 这种观点在哲学史上通常被叫做先验论 即认为我们的真理性知识是先一经验 而存在于我们思想之中的 柏拉图 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先验论的开创者 和重要代表 他的这种先验论也被叫做回忆说 苏格拉底终生不渝的实践的那句名言就是 认识你自己 这句话除了道德哲学方面的含义之外 也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 即对于我们心中善的概念的认识 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苏格拉底的那个 知识悖论 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既不是已知的 也不是未知的 而是介乎于二指之间 柏拉图用回忆说 很好的解释了这个知识悖论 柏拉图认为 灵魂在进入我们肉体之前 曾经催居在理念世界中 已经获得了关于各种理念的知识 但是当他进入我们的肉体时 却把这些知识遗忘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 肉体不仅在道德方面时 诱惑我们堕落的原因 而且在认识方面是遮蔽我们真知的障碍 后来我们再通过学习 在感觉经验的刺激下 才逐渐把这些鲜艳的知识回忆起来 柏拉图举了一个例子 苏格拉底与一个儿童谈话 这个儿童从来没有学过四则运算知识 但是 苏格拉底却通过启发的方式 让他具有了这种数学知识 柏拉图的结论是 这些知识本来就固有于这个儿童的灵魂之中 只是在他出生时被遗忘了 而苏格拉底的启发 则帮助他重新回忆起了这些知识 所以 学习无非就是回忆 而感觉经验的作用 仅仅只在于刺激 我们回忆起那些与生俱来的知识 关于柏拉图的回忆说 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第一 柏拉图虽然认为知识的来源 是灵魂中固有的理念 而不是感觉经验 但是他并不否认 感觉经验 是刺激我们回忆起知识的触媒或机缘 他举了一个例子 当我看见一位网友的七贤秦时 我就想起了这位网友 这并不是说 我对网友的知识是从这张七贤秦而来的 而是说这张七贤秦曾经被他使用过 所以看到这张秦我们就触景生情 回忆起他来了 由此可见 柏拉图对待感觉经验的态度 显然要比巴门尼德温和 高明得多 第二 柏拉图所说的那种灵魂所固有 后来被遗忘 再后来又被回忆起来的知识 并不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 而是关于理念的知识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根本不需要回忆 只需要通过感觉经验就可以获得 但是这些知识在柏拉图那里被叫做意见 它与关于理念的真理性知识 是不可同人而语的 第三 柏拉图认为 回忆本身也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 我们不断地从无知到有知 再到更高的知识 最终实现对善的理念的知识 在这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中 灵魂表现出一种能动的作用 正是这种能动性 使得理念知识逐渐从潜在状态转变为现实状态 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 这就是从潜能到现实的实现过程 在理想过中 柏拉图举了一个著名的洞 欲来说明认识的不断上升过程 在一个山洞里 有一些生下来 就被捆住手脚不能转身的囚犯面壁而坐 在他们身后有一团火焰在燃烧 火光把一些晃动的木偶的影子投射到石壁上 后来 有一个囚犯挣脱了枷锁 他回过头来 看到了身后晃动的那些木偶 才知道 以前自己在石壁上看到的东西 原来只是火光投射的木偶影子罢了 再后来 这个囚犯走出了洞口 他在洞外又看到了各种各样真实的人和物 于是他意识到 刚才在洞中所看到的木偶也是假的 他们只不过是对真实的人和物的模仿而已 最后 当他的眼睛能够适应太阳的光芒时 他终于发现 那些在大地上活动的人和物 都是通过阳光才得以显现出来的 太阳才是最真实的东西 这样 他就由影子到木偶 由木偶到石物 再由石物到太阳 逐渐上升到最高的知识 这个动物欲所展现的整个认识过程是 首先是对假象的假象 木偶的影子 比喻对感性事物的模仿 如艺术品等的认识 其次是对假象 木偶 比喻作为理念之模本的感性事物的认识 再次是对实物 真实的人和物 比喻理念 的认识 最后则是对照耀实物的万物之源 太阳 比喻善的理念 的认识 而这种知识的上升过程 恰恰是通过灵魂的不断回头 不断反思 才得以实现的 与这个动物相呼应 柏拉图又提出了一个线语 他用一条线段来说明知识的不同阶段 一条线从中间分为两段 左边一段叫意见 右边一段叫真理 意见对应的是感觉世界 真理对应的是理念世界 当然还有一段没有画出来 那就是对应于原始物质的无知 它根本就不属于知识的范围 意见这一段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段 一段叫做想象 另一段叫做信念 真理这一段也可以分成两段 一段叫做理智 另一段叫做理性 下面我们就对 线语中的这四段知识分别加以说明 想象的对象就是指感性事物的模仿物 例如感性事物在阳光下或水中的影子 艺术作品对感性事物的临摹和表现等 柏拉图将其视为模本的模本 因为感性事物本身就是理念的模本 而对感性事物的模仿当然就是模本的模本了 正因为艺术品属于模本的模本 是最低级 离真理最远的知识 所以柏拉图特别轻视艺术 他不仅在认识论上认为 艺术混淆了我们的视听 而且在道德方面 认为艺术是导致灵魂堕落的重要根源 在柏拉图学员里是不允许艺术存在的 艺术家在理想国中的地位也非常低 基本上属于奴隶的行列 在这一点上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人倒是深受柏拉图的影响 在罗马共和国里 艺术一般都是奴隶们从事的职业 信念的对象就是具体的感性事物 他们作为理念的模本 在知识的可靠性上无法与真理相比 但是却比想象要可靠一些 而且他们也构成了刺激灵魂 回忆起理念知识的触媒 上面这两类都属于意见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感性认识 第三类知识是理智 它的对象是理念 但却是一些较低层次的理念 如自然物的理念 人造物的理念 数理理念等 这些理念虽然是抽象的 但是仍然与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们还不能完全脱离形体 比如图形这个理念 仍然与三角形 正方形等几何形状联系在一起 一说起图形这个概念 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些具体的几何形状 正因为理智还不能完全脱离形的影响 所以它的真理性程度还不是最高的 最高的真理性知识是理性 它的对象是范畴 即纯粹的抽象概念 这些理念或概念已经完全脱离了有形的事物 纯粹就是在抽象思维中进行联系和转化 从一个理念推演出另一个理念 完全不需要任何感性事物的中介 而这种在抽象的理念或范畴之间 进行纯粹的逻辑推演的理性知识 就被柏拉图叫做辩证法 柏拉图的辩证法具有非常深奥的含义 它是指抽象概念之间的纯逻辑推演 这种辩证法被它看作整个知识体系的拱顶时 是最高的真理 以前的所有知识都是为它做准备的 这种概念之间的纯逻辑推演 是非常抽象和繁琐的 在一般人看来完全是在玩概念游戏 然而实际上 它却包含着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 由于时间关系和问题的深度所限 我们在这里只能对它稍加介绍 辩证法在柏拉图那里 是以一种对立同意的形式展开的 柏拉图试图通过在对立概念之间 寻求同意的方式 来超越以往的诡辩论 希腊诡辩论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建立在相对主义基础之上的 诡辩论的特点 就是片面的夸大事物的一个方面 而否定另一个方面 比如克拉底鲁片面夸大连续性 而否定间断性 执诺则片面夸大间断性 而否定连续性 而柏拉图的辩证法 恰恰在于强调矛盾双方的同一性 他以一种全面的观点 把诡辩论的两个片面真理都包含在内了 我举一个例子 前面我们讲到 芝诺已经通过他的诡辩而否定了多 他认为都是一种假象 只有一才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柏拉图却指出 这个一本身也是靠不住的 他完全是从概念上进行分析 不涉及具体事物 柏拉图的分析是这样的 存在一词在希腊语里也可以翻译为是 因此说一存在就是说一是 那么一是什么呢 我们当然只能说一是一 这就是后来形式逻辑的同一律 但是当我们说一是一的时候 这里已经暗含着不是一的东西了 因为一是一就是说一和一是相同的 而相同的东西就是指两个东西之间的关系 就不是一而是多了 因此当我们说一是一的时候 实际上就已经内在的包含了 一不是一或者一是多的含义 即使我们说一存在 矛盾同样不可避免 因为一与存在之间是有差别的 毕竟一是一 存在是存在 所以一存在 本身就已经在一之外 加上了不是一的东西 即加上了存在 因而就不再是一 而是多了 对于这一段抽象概念之间的纯逻辑推演 大家可能听得如坠无理无中 这岂不是在玩概念游戏吗 但是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着极深的道理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 柏拉图是图在对立的概念 如一和多 之间寻求同一性 如果说之诺的诡辩论试图证明 多实际上就是一 那么柏拉图的辩证法则要表明 一实际上就是多 一与多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作为哲学范畴的对立面 如一与多 动与静 存在与非存在的 都是可以相互转化 并被统一到一个更高的概念中的 这种在一个第三者中 寻求对立面的统一的理论 也被柏拉图叫做通种论 它与两千多年以后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脉相承的 即都是在一个第三者中 实现对立面的统一 从而使概念运动呈现为 一个不断地否定自身 超出自身 和在更高水平上 重返自身的辩证过程 当然 辩证法的这一套东西很晦涩 很难懂 它往往与神秘主义有着不解之缘 弄不好就会使人走火入魔 大家不是哲学专业的学生 所以我们就只能点到为止了 理想国 最后 我们简单地讲一讲 柏拉图的理想国 及它的政治理想 理想国是 柏拉图终生不渝地追求的政治理想 虽然没有实现 但是这种理论 对于后世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柏拉图的理想国 在很大程度上 是以斯巴达城邦作为楷模的 它实际上是斯巴达社会的等级制度 与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相混杂的一个产物 柏拉图认为 国家就是一个放大了的个人 而个人则是一个缩小了的国家 所以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一个国家也就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人的本性在于灵魂 而灵魂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它们分别是理性 意志和欲望 这三者又各有自身的美德 理性的美德就是智慧 意志的美德就是勇敢 而欲望的美德就是节制 如果灵魂的每一个部分都具有了相应的美德 那么作为整体的灵魂就具有了正义 这种综合性的最高美德 同样的 国家也是由三个等级组成 第一等级是国家的统治者 第二等级是国家的保卫者或武士 第三等级则是劳动者或一般民众 这三个等级就分别相当于我们灵魂中的理性 意志和欲望 因此 统治者的美德就是智慧 保卫者的美德就是勇敢 而劳动者的美德就是节制 如果这三个等级的人都各自遵循自身的美德原则 统治者勤于治理国家 保卫者勇于保护国家 劳动者则恪守节制的美德 服从第一 二等级的统治 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 即理想国了 在理想国中 统治者 保卫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等级界限是壁垒森严 不可逾越的 如果劳动者不服从统治 那就是僭越本分 就是不道德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种等级差别 柏拉图又制造了一种神话根据 他认为 神罪初是运用不同材料来创造人的 统治者是用金 保卫者是用银 劳动者则是用铜和铁做成的 因此应该各从其类 各安其分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出的这四种美德 即智慧 勇敢 节制和正义 又被称为古典四德 他与后来基督教所倡导的三种基本道德 即信 妄 爱 形成了不同的道德规范 在理想国中 在第一 二等级中实行财产公有 人们像斯巴达人那样 从小就开始过一种集体生活 大家在公共食堂就餐 婚姻和家庭 也由国家按照优生学原则统一安排 抚养儿童也是国家的职责 而作为统治者的那部分人 则应该拥有智慧 那么 哪些人最有智慧呢 当然是哲学家 因此最好由哲学家来承担治理国家的职责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理想国的政治宏图 柏拉图明确表示 除非哲学家变成我们国家中的国王 或者我们叫做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 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 使得哲学和政治这两件事情能够结合起来 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 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人排斥出去 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 全人类也不会免于灾难 柏拉图的这个哲学王的政治理想 曾经鼓舞了后世的许多哲学家 驱使他们试图在政治领域中大展宏图 但是历史的经验却表明 哲学与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哲学家与统治者总是各行其道 甚至背道而驰 这两种身份很难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在西方历史上 唯一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人 可能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奥勒留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位公元二世纪下半夜当政的罗马皇帝 尽管为极致尊 在哲学上却是一个极其悲观的斯多格主义者 而且正是这位哲学家皇帝 在政治上结束了安东尼王朝 五贤帝时代的辉煌 开启了罗马帝国衰落的隐情 我们真不知道到底是政治扭曲了他的哲学 还是哲学枪害了他的政治 但是至少 这位历史上唯一的哲学家皇帝 并没有给柏拉图的 哲学王里想提供强有力的正面证据 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 亚里士多得哲学 无爱无师 无更爱真理 在柏拉图那里 我们已经大体了解 到古希腊实在论哲学的基本特点 那就是把抽象的理念当作真正实在的东西 而把感性事物当作一些既存在 又不存在的过眼烟云 理念与感性事物之间的这种对立 又导致了认识论上的唯理论倾向 从而使逻辑思维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感觉经验的重要性 这就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那种眼见为虚 思想为实的主导观点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他既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极大成者 同时也是实在论哲学的推进者 但是 他的实在论与柏拉图的实在论是有差别的 他是在总结了柏拉图及其同时代对手德摩克利特的观点之后 才创立自己的实在论哲学的 所以他的实在论比起柏拉图来显得更加全面 并且具有妥协性的特点 其实 德摩克利特与柏拉图虽然在表面上针锋相对 但是 二者在实质上仍然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处 例如 在德摩克利特那里同样也强调原子 以及虚空 与感性事物之间的对立 他在认识论上 同样也把对原子和虚空的认识 叫做真理性的认识 而把对感性事物的认识叫做暗昧的认识 这种区分与柏拉图在理念与感性事物之间 在真理与意见之间 所进行的区分是完全一致的 不同之处仅仅在于 作为万物根据或世界本源的东西 到底是物质性的原子 还是精神性的理念 但是 从根本上来说 原子论和理念论一样 都属于实在论的范围 都强调现象背后的东西 都与主张彻底结构背后的东西 颠覆实在论的怀疑论哲学截然不同 无论是原子还是理念 说到底都是一种抽象思维的产物 而不是感觉惊艳的对象 所以 有人说 德摩克利特的原子和柏拉图的理念一样 其实都不过是摔成碎片的巴门尼德的存在而已 柏拉图与德摩克利特在本体论上各持一端 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但是这种对立在怀疑论者看来 不过是一种窝里豆罢了 因为它们在最根本的地方 即在强调万物 都是由某种客观的实在本源 所构成的这一点上 是完全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敏锐地发现了原子论与理念论之间的这种同构性 它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创立了更高水平的实在论哲学 亚里士多德 阿里士多德 前384到前322 出生于瑟雷斯的一个城邦 17岁时就来到雅典 进入了柏拉图学园 在那里工作和学习了近20年 在此期间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思想耳濡目染 了解之深 成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 后来他应马其顿国王菲利二世的邀请 给年轻的王子亚历山大担任了八年教师 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后 亚里士多德又回到雅典 在一个名叫吕克昂的体育场附近 建立了自己的学园 开始对柏拉图的思想进行批判 并且在那里诸书历说和讲授学术 由于亚里士多德喜欢一边散步 一边对学生讲课 所以他的学派也被叫做逍遥学派 这个逍遥学派倒是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孔子学派 当时孔子的弟子们也是跟着孔子 一边逍遥地周游列国 一边学习和讨论各种知识 可见 古代的教学方式与今天我们大家挤挤一堂 听老师满堂冠 书的方式大不相同 那时候 似乎更加注重启发师教学和师生之间的互动 公元前323年 风华正茂的亚历山大 在巴比伦 因患孽吉而去世 亚历士多德也遭到雅典反马齐顿党人的攻击 不得不离开雅典 第二年就在流亡中逝去了 亚历士多德 前384到前322 关于这位最杰出的思想家 与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帝王之间的师生关系 人们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 例如 在黑格尔看来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故事 在亚历山大的丰功伟纪中 毫无疑问地 打伤了他的老师亚历士多德精心教导的烙印 这是一种天作之和 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精美的绝配 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造就了一位同样伟大的君王 但是 罗素的观点却正好与此相反 他认为 亚历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的影响几乎等于零 在这位青年君王身上 更多具有的是北方蛮族的执拗 隐瞒和迷信思想 这两种说法到底何者更有道理 也只能根据每个人 对亚历山大历史功过的综合评价来决定了 逍遥学派 图片来源 Gustaf Adolf Spangenberg The School of Aristotle 约1883 约1888 大家都知道 亚历士多德有一句名言 无爱无师 无更爱真理 作为一个从柏拉图主义阵营中走出来 自立门户的思想家 亚历士多德深刻地认识 到柏拉图理念论的要害和缺陷 亚历士多德认为 柏拉图的理念论 实际上是一种弄巧成桌的学说 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在亚历士多德看来 我们本来是要研究那些实在的东西 即作为实体的个别事物 但是 柏拉图却在个别事物之外 又提出了一套理念世界 并且把它们当作具体事物的原因 这些理念不仅不能很好地解释个别事物 例如 柏拉图根本就无法说明 具体事物是如何模仿和分有理念的 而且把事情弄复杂了 使我们除了研究个别事物之外 还要去研究理念世界 这岂不是弄巧成桌吗 亚历士多德指出 柏拉图所说的那些观点 比如分有 模仿 都不过是一种诗意的比喻 充满了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根本就不是严肃的哲学思想 亚历士多德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思想家 基本上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家式的人物 而柏拉图显然具有更多的诗人气质 具有一些浪漫色彩和神秘倾向 虽然他们两人是诗生关系 但是二者的精神气质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这种精神差异 甚至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也产生了极其深严的影响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上 通常把柏拉图称为唯心主义者 而认为亚历士多德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但是这种说法过于笼统 而且柏拉图与亚历士多德之间的精神差异 也绝不是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 就能够说得清的 罗素曾经把二者之间的差异概括为 热情与审慎的冲突 柏拉图主义具有显著的迷狂色彩 而亚历士多德主义更侧重于严谨的逻辑慎思 二者一个是神秘主义的 一个是理性主义的 罗素甚至认为 由柏拉图和亚历士多德分别作为代表的这场 热情与审慎的冲突 是贯穿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基本冲突 另一方面 亚历士多德虽然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 但他毕竟是柏拉图的学生 因此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时 他很难完全摆脱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 亚历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 往往也会有一些前后相悖的矛盾之处 这是由于要把各种对立观点 都融会于自身之中的妥协所致 妥协往往会导致矛盾 这种情况在西方哲学史上并不罕见 亚历士多德既然要把柏拉图和德摩克利特 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包容在自身之内 他就难免会在一些地方表现出自相矛盾 在西方哲学史上 像这样极前人相互对立的思想 与自身之中的思想家至少有两位 一位是古代的亚历士多德 另一位则是近代的康德 这两个人都立志要解决现存的 两大对立思想派别之间的冲突 他们都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 但是他们也都同样 难免在自己的体系里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这是没办法的 只要你想在对立之间寻找妥协 你就必定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当然 这种极思想之大成的工作 是需要极高的智慧的 绝非一般人所能完成 但是这种工作同时也往往难以避免矛盾 没有人可以天衣无缝地 把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 揉合在一块 因此 如果在亚历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 我们会发现一些自相矛盾之处 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亚历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极大成者 同时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他对古希腊的各种知识都进行了总结 在物理学 极广义的自然科学 逻辑学 伦理学 文艺学 政治学等各方面都颇有建树 所以 他可以当之无愧地 被称为古希腊学士的最高峰 亚历士多德死后 他的弟子和后世学者们 把他的著作和讲课记录 汇编成二十多卷的亚历士多德全集 其中包括 物理学 工具篇 政治学 尼格马可 伦理学 诗学 论 灵魂 等各种学科方面的著作 但是 除了上述这些分门别类的著作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也就是关于狭义哲学的那部分内容 在当时的希腊 所有的知识都被纳入哲学之中 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严格地进行学科分类 亚历士多德本人把这部分内容称为第一哲学 即关于存在本身的学说 然而 这一部分如此重要的内容 既不能纳入物理学或逻辑学 也不能纳入伦理学或者其他任何学科之中 因此 亚历士多德的弟子们就把他们专门编了一卷 暂时放在物理学后面 取名为metaphysic 即在物理学之后 这个名称本来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但是由于这部分内容 被亚历士多德当作整个知识系统或广义哲学的基础 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 所以metaphysic一词就具有了根本性和超验性的含义 后来 中国的学者在翻译这个概念时 取了周一中形而上者为之道 形而下者为之气的说法 把它译为形而上学 一直一种超经验的 高深莫测的根本之学 关于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含义及其演变过程 我在第一讲中已经讲过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亚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或实体哲学 实体哲学 亚历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和确立者 他的哲学充满了严谨的逻辑精神 与柏拉图那种富有诗意的读断论不同 亚历士多德哲学在逻辑上是环环相扣的 在形而上学中 亚历士多德首先从对知识的分类入手 人类的知识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他认为是从感觉经验开始 通过感觉和记忆这两种最直接的途径 我们获得了最初的知识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感性认识 然后 我们对这种感性知识进行提升 从个别性的经验上升到普遍性的技术 亚历士多德认为 经验是个别性的 技术则是普遍性的 但是 技术这种普遍性的知识 只是用于应对日常生活 它还不是最高的知识 而是一种刺激的学术 最高的知识还要从技术上升到理论 从生产部门上升到理论部门 这种最普遍 最一般的理论知识才是最高的智慧 亚历士多德把它称为第一哲学 因为其他的知识也都被称为哲学 它的对象不是特殊的存在物 而是存在本身或者作为存在的存在 大家还记得 苏格拉底曾经在美德本身 与各种具体的美德之间进行了区分 正如它在图形本身与三角形 正方形 圆形等具体图形之间进行了区分一样 同样 亚历士多德也在存在 与各种具体的存在物之间进行了区分 第一哲学是研究存在本身的学问 而那些研究具体存在物的学问 如物理学等 就被叫做第二哲学 这种研究存在本身的第一哲学 后来被一位17世纪的经验哲学家郭克兰纽 R.J.A.C.Lanus 称为本体论 ontology 这种探讨世界本体或实体的本体论 通常也被叫做形而上学 既然亚历士多德的第一哲学 就是关于存在本身的学问 那么他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 存在到底是什么 亚历士多德强调 在研究作为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之前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存在是什么 如果你连存在是什么都不清楚 你又怎么去研究某一种具体的存在物呢 从这种意义上说 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 的学问却是无可争议的 堪称为第一哲学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亚历士多德的第一哲学 仍然带有巴门尼德和柏拉图思想的明显烙印 仍然还是把存在本身作为各种具体存在物的逻辑前提 但是 紧接着 亚历士多德就表现出 他与柏拉图等人不同的地方 他提出了一个前人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 那就是存在是什么 过去的哲学家们虽然多次谈到过存在 但是从来没有直接追问过存在是什么 巴门尼德认为 存在者存在 非存在者不存在 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存在到底是什么 他最多只是描述了存在的一些特征 如不生不灭 唯一无二 不变不动等 柏拉图把理念当作存在 而德摩克利特的原子 也被看作摔成碎片的存在 但是他们充其量只是指出了什么是存在 却没有说明存在是什么 正如指出三角形和圆形式图形 并不等于说明了图形是什么一样 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在激烈的争论着存在 究竟是一还是多 是不变不动的还是运动变化的 是本质还是现象 但是 他们却没有明确地对存在本身下一个定义 而亚里士多德一上来 就提出了存在是什么的问题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眼光就是不一样 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作为一个精通逻辑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非常明智地意识到 在我们探讨存在是怎么样的 以及哪些东西是存在之前 首先应该知道存在是什么 否则关于存在的讨论就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 是什么的问题永远都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 既然这样 我们就必须首先给存在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 即说明存在是什么 学习过逻辑学后 我们都知道 对一个概念进行定义的最通常的方法就是 种加属差 这种定义方法也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 什么叫做种加属差呢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 要对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 我们就首先要找出人所属于的那个种类 这就是动物 人是动物这个更大种类中的一个属 但是动物中除了人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的属 如牛 马 狗等 人和这些其他属之间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呢 这个根本性差别就在于 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而其他动物则不具有这个特点 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属差 所以我们就根据种加属差的方法 对人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 即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在这个命题中 人是被定义向动物是种 有理性的是属差 而有理性的动物 就是运用种加属差的方法所下的定义 但是 当我们要对存在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时 这种种加属差的方法就不管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存在是一个最基本的范畴 没有比它外延更大的种了 比如说在人上面还有动物这个种 在动物上面还有生物这个种 在生物上面还有物质这个种 在物质上面还有存在这个种 物质和精神都属于存在 而在存在上面就没有外延更大的种了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再运用种加属差的方法 从外延方面来对存在下定义了 而只能从内含方面来对存在进行分析和分类 看看到底有哪些不同类型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可以把存在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偶然的属性 比如说这个人是文明的这个人是白的等 在这里文明的和白的作为属性也是一种存在 但是这种存在不是独立的 而是必须依附于某个东西或主体之上 而且即使这些属性改变了 也不会影响到这个东西本身的存在 例如 当这个人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 就可能变得不闻名了 或者当这个人在海滩上晒了几天太阳 皮肤就变黑了 因此 这种存在只是一些偶然的属性或偶性 它并非必然性的存在 第二类是必然的本质 即范畴 所谓范畴 就是对各种事物进行高度抽象和概括 而形成的最基本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把范畴分为实类 即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态、动作和遭受 亚里士多德认为 任何事物都必须具备这十类范畴 缺一不可 因此范畴是必然性的存在 大家想一想 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没有数量、没有性质 没有地点和时间 不处于某种关系中 不处于某种状态和遭受之中的 可见这些范畴一个也不能少 它们构成了一切事物的必然的本质 但是 在这些必然的本质或范畴中 有一个范畴是最最重要的 其他范畴都必须由它来支撑 没有它 别的范畴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个范畴就是实体 实体涉及一个东西是什么的问题 而其他范畴则涉及这个东西怎么样的问题 是什么的问题 在逻辑上始终都要优先于怎么样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人 是一个实体 然后才谈得上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哪里 处于什么时代 长得怎么样 他是干什么的 以及他生活的如何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 实体构成了其他范畴的基础和前提 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存在本身或者作为存在的存在 这样一来 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核心 就是关于实体的学说 本体论 即关于存在的学说被归结为实体哲学 而存在是什么的问题 也就被归结为实体是什么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哲学 只在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 实体是什么 这是最基础性的问题 第二 实体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仅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第三 实体是如何生成的 这个问题说明了从实体的原因 到实体的发展过程 这三个问题 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实体哲学的基本内容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构成了狭义的实体学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导致了斯音说 关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 形成了潜能与现实的理论 实体是什么 关于实体的定义 现在我先来讲第一个问题 实体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亚里士多德表现出极其清晰的逻辑思维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所有人 无论是学什么专业 好好学习的 我们刚才说到 实体这个范畴 构成了其他九个范畴的基础和前提 其他范畴作为一些属性或特点 都必须附着于实体之上才有意义 实体是关于什么的问题 而其他范畴则是关于怎样的问题 没有前者也就谈不上后者 由此可见 实体概念构成了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 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来说 无论是从逻辑定义上 认识上还是时间上 实体都是最初的东西 其他范畴都不能离开实体而独立存在 只有实体才是独立存在的 也就是说 实体永远都是第一性的 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它更基本的范畴了 亚里士多德指出 过去的人们都在关注存在或实体的性质 有人说它是一 有人说它是多 有人说它是有限的 有人说它是无限的 但是 关键的问题是 要首先对存在或实体下一个定义 因此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 明确地对实体概念下了一个基本定义 实体 在最严格 最原始 最根本的意义上 是既不述说一个主体 也不依存于一个主体的东西 如个别的人个别的马 现在顺光地的没有理论